官圣帝君 官圣帝君就结真经 无视汉官公 明阳宇宙中 桃园曾结义 能有几人同 无独地 单刀伏汉末 应败不甘从 金中坚义勇 盖世帝英雄 好气临山岳 凌岭独威风 春秋藏舞内 宇梦守胸中 脚无肩乏位 魏得列三公 坚雄难忌害 读过五官中 心怀抱大义 放过走华容 敬表平身至 众捐旧节中 罗阳秋日将 如等性其逢 旧灾间旧节 莫颂不招凶 有不如一事 朗颂福来重 若无臣敬颂 难免祸来众 若未求四念 必定铲儿聪 若未运俭念 必定有亨通 若未父母念 必定古西逢 若未王化念 必定列仙忠 若未乌茂独 必定大昭凶 神明常见察 必不肯相容 此经明旧节 明圣一般同 念之无妖魅 念之鬼无踪 劝耳中未本 笑意亦相从 不怀怜节外 不设道邪忠 不藏肩脚忌 不施妖迎风 神明常见察 斗秤要平宫 勿倾出重入 勿常交离风 人交天不佑 公道必兴隆 完 家 家 家 六千零五 回 官圣地君旧节文 001经文 002灵验 家 家 家 001经文 官圣地君清将济世 灵验旧节文 四川重庆地方 大义 二郎庙侧右 有一乡老王三从 三从有座重三 塑形好善 潜心邀及各近人民 在云峰寺 建设金坛大教 四月初六日午时 令办有光绪二年 公元1876 有一工人陈庆 来谈观望 忽作神前 威严正色 大声叫约 无乃观圣地君 临凡事也 煞师祥云四起 中古自明 经的王三从 与守世诸人 面如土色 其贵阶下 帝君怒约 无以忠义至世 无在天上 心在人间 愿救众生 以忠义存心 免遭恶劫 不料众生 造下无端罪恶 无不忍生灵涂炭 前来告知 你等大都不敬天地 不孝父母 不信神地 奸淫邪道 诡计百出 种种罪孽 恶贯满盈 诸神表测 一一奏上天庭 玉皇大帝观罪恶部 堆积如山 地清灵下界 茶茶善恶 千人中难寻 十人行善 回天大怒 要将作恶众生收尽 无乃拒诸天神 再三哀求 方许准留一半 赤令温神通行天下 收尽恶人为止 一家修闪 一家清吉 处处修闪 处处平安 无钱为你等众生 演说明圣经 绝世文 明圣经及桃园经 绝世文及绝世真经 教你等 爱兄弟 性朋友 沐家族 河湘灵 静夫妇 爱子孙 多行方便 广基因公 戒杀生 而等如何为有行也 经特灵凡 而等从速遵行 或抄路 或应诵宣传 一见此欲 及吉利痛改 万恶消灭 自必百福千详 如云及已 见无知欲不传者 结束之内难免焉 焉必驾返 陈庆 陈庆倒地 俄儿复苏 各人将所训之事输入送人 广传天下 讲喻世人 家 002 时佑 男陵肩生 胡亭其曰 死须甲之谈而 严必七孔流血不止 历时弃绝 家 邹战魁全家不幸此闻 不过三日 拒瘟疫而死 家 诗乔布 送棍 诗举 混鸣栏鹿蛇 作恶多端 心性雕角 一见写此文 当面笑其妄言 笑未必 自掌其口 内胡言 传说天神下界 特收二身 一家大小十三口 具体刀字赐其侯而亡 家 重庆保育符 下信一家九口 接换瘟疫 扣诵此文二百章 传诵集语 二百章有作千二本 夏童 家 红江左接码头 冉战魁 又孙得詹温义侯阵 命在戏诞 应诵此文二百章 随诵随好 家 平坎堂两相 阳春之之女 得下抽金阵 无方就知 死去七日七夜 纸心窝内有热气 其妾彭是寓意人性梦 谈及此事 夫妇焚香寇许 愿送二百章 随依随遇 家 章发明 有女月经 杀鸡腰腿疼痛多年 不能下床 服药无效 许诵此文二百章 不要而愈 家 生患被花窗 日夜不安 病时甚久 尽诵此文二百章 悟要而好 家 元朝学 平日好善 一日梦中建成黄土地言曰 无奉官地屡祖之命 教你六月初一日 向北方求要祭事 至其祈祷 呼来白马贤文一章 是知及此文也 伟诸批曰 此文及是妙药 能救一切灾难 恶孽病症等 凡有诚心导求 未有不灵验如想 但是人好善 男性女母 帝君就节至义 家 又湖南 长沙县 流光照 患劳阵立阵 多年未见遇 七成事役病多年 服药无效 传颂此文二百章 病灭自豪 家 吉祥相 张氏身怀有孕 忽得病无天 小儿死在腹内 只有心中半点热气 全家慌忙 无计可施 性欲其轻 知此文灵验 当日即送此文二百份 四日小儿落地 张氏劳力尽修 附送二百份 部署日自安 家 丰阳县 谢和山 到阿冲苏贸易 得染大病 传预 传颂三百章 及全域 赴捐资 勘克 应送 深意大力 后果 基因数千 回到家中 家 西安县 孙明亮 在关内 见此经文 答应 传颂 而后 遗忘 后到阿冲苏 苏遭遇大难 打流游南岛中 营中当火夫 呼一日过后 接 偶遇传此文者 应想我在关内口 答应传颂不过 以致平病如此 即传颂三百章 即病痊愈 后才过两年 经纪营千两回家 家 湖南 周玉山 幻眼病多年未好 扣许二百章贴送 后果自豪 并存营八百两回家 家 商甘 张东辰 时运不通 后游到哈士食粮 父母百寻在家 来信不能回乡 许诵二百章 后果积淫七百两 回乡见乡亲 家 父平县 少丽阳 在阿冲苏贸易 应诵此文四百章 财源鼎盛 并免大难 家 阿冲苏 游吉 赵子方求子 敬送此文百章 后来连申两子 家 随玩时营 少官朱贵 奉赠台湾公差 走马报尔 眼见帝君将下此文 文经文灵验 阴眼不明多年 福药无效 应诵此文七百章 眼目果明 家 湖南 湖潭县 亦都四中 亦恩范 之八月大雨 雷宝落下 当天求禁地 莫损伤人民 田中 田中乌子 船应千份 积粮 积粮 积印 家 横山文明林 因赐子君批换风阵 病达九分 许船应此文五千章 历史病阵大志 家 流连情 归卧病在床树日 福药无效 集诵此文百章 物药全域 家 流泽舟 陈兴应诵二百章 其削千赐福 自后百事顺遂 家宅平安 家 又闽杭父姓 见此文灵验 当天应百章 其宝家中老少清吉 吉英旭七阳氏 在家不目 读此文后 日渐和好 各事顺遂 故特应传愁诵 朱君见此经文 切物轻视 物锡转送 四处张贴 为诚心向善 速效更简 明明终有不可思议之妙 越过之后 转给他人 静息自止 功德无量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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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家 家 家 六千零六 回 官圣帝君借沙文 时间公元一九二零年 地点四川云庆山 全民官圣帝君劝人借沙改身多利寿言广生欲文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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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件世间男女 生其最喜言兵 要人与他庆祝 广为艳客杀身 不思人与物类 都是画画生生 无论牛羊犬是 鸡鸭鱼虾昏心 凡数血肉动物 同是天地生沉 不过禀父未权 不敌人有智能 好吃人心残忍 能够把他来情 试看杀他之时 狠心逼死追身 狠同狠 捉杀无处逃避 悲声惨不忍闻 活活钢刀夹紧 杀时命送幽名 可怜流血取碎 可怜投足各分 可怜开肠破肚 可怜刮皮抽筋 可怜弯杆取肺 可怜歌圣考心 可怜两目不明 可怜痛彻周身 诸位 可怜大分小结 可怜油炸顶烹 可怜有口难素 可怜有冤难生 可怜悟死半日 可怜洞彻未停 可怜身兼守主 可怜何谓调根 可怜端上洗面 可怜众客分吞 吃得冲口冲腹 死得彻痛彻疼 不幸变成畜类 被人残害掉烹 他若利能抵抗 定要与你相争 你未将他致死 他便将你枪身 奈何致力不敌 只得听命于人 一时虽难报复 他却含恨在心 阎王殿前诉苦 告你残杀生灵 稀徒贪悦口腹 不体好生之心 阎王与你记账 杀生命债如灵 发你去便处类 命债赵树还清 只有凤卿凤卒 杀生尽孝最轻 但人不可多杀 亦当体恤深情 独有好作寿酒 酿出沙节游生 因你一人享受 何苦年年宴兵 纵事寻其便寿 素酌亦可作生 素可供天供佛 素其不可供人 纵然儿孙要作 也当缩小客情 儿孙请客助寿 素酌仅可推行 何必杀生杀处 才算尽孝之臣 能替父母戒杀 自然与亲家灵 至若昭男嫁女 宾客何必满门 喜事圆求及庆 不依多杀生灵 躺如奢华多杀 孔方祸及子孙 更有三朝满岁 有子亦陪受根 倘若燕兵多杀 必遭短命灵门 纵然不遭死丧 残疾于鲁平人 只有产母生免 大亏大损勘金 他要不能服食 非生无以补金 但须爱惜悟命 积压不可多烹 要与儿孙习福 一二集当止停 切莫过贪口腹 有伤天地好生 果能放生戒杀 自然天降其灵 奉劝世界老手 已经受享长春 正一培直善果 正好造福相灵 正好利人利物 正好利言劝人 正好多说国报 正好栽培来因 为何有受无德 返去害及身灵 若非有人积福 焉能你享霞灵 为你一人享受 何苦多招清灵 己身弹将之日 父母危险之臣 哀哀父母大难 己翻命入幽明 虽然死终逃活 久死财的一生 正一持斋戒杀 超度父母高深 正一哀痛追见 何感欢乐宴兵 为何不行善事 反去累及深深 召集亲朋宴会 都要杀害身灵 搜求山针海味 全是动物凑成 为你一人授庆 害得重命枪生 试问何功何德 那些恩典籍人 网字授高北斗 功德未见豪分 只想皆情艳客 造出杀劫非清 命债越挪越重 冤愁越劫越劫越深 古今好生善报 说来历历可真 送交驾桥就已 状元贵显荣生 养母四养并阙 三公四世三阴 许君打路戒猎 兜仙正果成真 世家弯肉就割 受缠出欲牺牲 要网买蛇救病 龙君谢宝先登 杀弥七日命静 逐波就虫的身 毛宝买归放水 战败归妥水行 孔鱼放归回顾 入映风猴 入映封猴 驱师元财放礼 一记寿增天庭 随猴杖挑病蛇 双珠鹿报千金 九将就迎出水 匪污判罪免刑 是憋甘受杖则 憋就除弊病轻 提具捐奉买物 临终天使来迎 景文旧于买放 居发于墨喷清 梁寺喜放晴鸟 数百贤泥垒焚 攀令尽于江河 去使水内悲鸣 信师免生岛屿 素衣赶降甘霖 六祖暗开列网 到正佛团传登 养宝竹因旧阙 黄衣玉环报恩 说法无功听度 连诗话去读心 于是颂善望母 兼茂贵的殃情 人受灾难望旧 好言提哭求恩 勿受灾难望旧 可怜说话不成 你能爱惜悟命 善果必从善应 出钱买放更好 养体好身卫星 既不出钱买放 何必苦苦伤身 寻常招待亲友 不宜过求风迎 须当去奢从简 切莫自杀深情 积压于虾等物 免知吉士辞人 附加一喜酒宴 凭者半年良心 有福须知习福 福禄流雨后人 天地好身卫德 借杀吉士放身 放身自有福报 伤身自有获灵 无经历一善法 说与你们去行 莲池大师见慧 慧明受严广深 高年证人提办 立慧略取底经 定不输列明信 联合亲友凑成 慧有授其艳客 彼此不许杀身 各个授其聚会 聚用素酌艳兵 年年都有宴会 慧中定义章成 彼此互相激查 犯者重义罚金 授其所接礼物 便价拍卖收存 收作某人捐款 多买活物放身 此款不许别用 受严广深定名 如此实行推广 由近及远而行 不为从此戒杀 而且从此放身 此法会而不费 更可劝募捐金 不但有意自己 必定有意子孙 求子自有子将 求夫自有福灵 可以挽回劫运 可以超度祖孙 方金杀劫正圣 难以设法救人 人处据是一体 恶杀与人同心 人欲免托杀劫 借杀放身方能 你能保全物命 黄天将你看成 无精说法救处 因果不爽豪分 超印十章传颂 杀劫可免一生 超印百章传颂 杀劫可免满门 无奈忠天主宰 赏法豪离分明 信者天福天寿 为者处法处行 青龙大刀在手 善恶绝不容情 为此击笔传遇 男女一体领尊 民国九年 一千九百二十 更生九月初九日 降于四川云庆山 家 家 家 助A 考本座左手右孔 完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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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零七 回 观圣帝君振兴保告 告曰 我奉帝命寻行 生命人心献逆 或怀叵测 或任奸身 或四豺狼 或铜蛇蝎 不知人灵万物 实为心载一身 下手功夫 当头药物 于庭传经一 孔氏重操存 佛法约明 道家约真 虽有殊途 原归一致 见观有和者 再资因至无私者 以此滋耳有众 地听无言 是观古往今来 不爽逆兄弟极 心狠乌将吻守 祈约天王 心恶绝欲允生 谁云数减 流后不写时 心计太深 博道无后四 心情圣僻 诸门乞丐 祖先心诗教字 百屋公卿 家世心怀尘朴 心巧受获更巧 心多诗意犹多 斗兽其穷 心缘执扭 平遭异惑 心时间邪 心气不和平 不图无福且无算 心情多多慢 总为无用与无成 善行者说 有心而畏畏 天夺其破 恶事借口 无心而偶失 鬼看其中 心过坦平 处处皆未坦地 心如危险 纷纷自导危机 既刻心长 在我偏多不弱 贪瞒心腹 有资疏被其轻 心又真知 心无成见 身无奸壮 何以家世花迷叠乱 只为心盈 仁又贤称 何以子孙舌头鬼脑 缘又心独 心小斑斑 无害心豪事事难成 福字心生 念由心造 凡子有味 心虚自领淡明 一约无辱 一约无辱 心其无愧忧毒 净身后代 应甚多身败子聂孙 平等文人 原和返或高科威帝 或心是侍卫 而被主欺名 或心守谦虚 而尊人约己 其耳大众 悟当心报慈祥 一切无明 各以心存平实 赴这心应周记 跪这心上千功 凭这心手勤俭 见这心怀怜恥 是父兄 心为孝弟 呆朋友 心尽忠诚 悟心再签令 薄是阴轻 悟心好钻淫 后交势力 悟貌善心恶 悟口是心非 心形直隐 是直而悟区 心体原处 是原而莫方 免种心田 和县南千北莫 广培心地 不须虎 不须虎拒龙盘 及早回心 悟其心得数 我心识祸 而帝心减在已 完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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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零八 回 六千零八五圣地军训 五圣地军训 中经器一纯 于人于己 事必兵 事必兴 数推几数人 行之合一 善与人同 连连者守节 带人皆悟 一见清白 名无名尽名 悟悟之理 别着分清 得再明明得 寂悟立人 圣经所说 正正者无私 无偏无党 大道方福 一见一勇位 成人取义 菩提可证 信性者不虚 一一诚实 便是安居 忍忍而亮红 包含万物 无负寸相 公公者人同 大道之行 天下位公 勃勃者爱人 爱人人爱 道气长存 孝为孝未先 孝自成功 即是圣贤 人人名爱物 一切众生 既安且故 慈慈者慈祥 欲下以宽 品行端方 绝绝己绝人 先佛之境 立地可成 节节者甚深 松波之操 古今相同 见见者以席 天之所生 不可荒弃 不可荒弃 真真 者不假 存养智性 虚伪必舍 礼礼意之门 身降有序 为何不行 何何何其至详 亦并何矮 恰彼万方 家 首次念自良心自藏 世界之法 日月之光 成而行之 自然芬芳 大哉大道 微微惶惶 超凡入圣 共上天堂 若不遵行 遂手刮肠 告尔诸众 心凉不良 蒙醒一切 忏悔自将 割除以往 即是天堂 念即念 至终丢得和二十字 家 完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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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零九 回 六千零九 警示文 警示文 帝君曰 吾大汉良明 攻逢民主 桃园解义 世出汉世间完 讨未真无 私存言流于一线 不义三分顶足 壮志为生而五骨遭围 误入尖雄之手 经周失守 旧时难辞 乃猛 兄长红恩 大兴问罪之师于白夏 君王义众 不顾失律之败于萧亭 西蜀 西蜀偏安 有怀莫碎 严念往事 书生惭愧 经偶过江南 见人心风俗 日旧颓迷 而无敏事之心 隐然勃发 应奉欲止 江泰为公过格增而行事 以化于完 乃时人见之 有意以为非者 昨四月十五日 傅瑶池宴 宴本作宴 玉律冷诸仙 宴及此事 皆为太习 经欲无声可失 周深大伦 前臣其寝 应再降比于此 以朝前义 家 呜呼 人心习俗 尚可言哉 不忠不孝 不义不仁 不畏天命 不畏大人 不畏圣言 出口则以无稽之言 为新闻 谈笑则以归捆之说 为妙语 称富贵则抛信 而谄媚 提君子则忽明 而诽谤 傲慢无知 适才作孽 叩首之头若金枪 五常七尊 阅礼于分 作依之妖如铁柱 处风想 则日旧华弥 不计家中生斗 论人品 则多生极度 美求贤士狭臂 笑评屈腹 田不自修 尽无一人挽其气息 人面寿心 依于湖底 并不喜止出迷惊 丧事用鼓吹 以仁死而为乐 祝寿眼杂炬 忍心害礼而不休 奢侈尘封 何怪人凭财罚 天良丧尽 尚求富贵荣华 有过则多方文事 不喜人归 作恶则自卫得计 两眼转怒 缩欲傍之相持 旧中取吏 主权药之偏听 甲威骇明 口似玄和 滔滔者无非忘谈 比如沃传 瑟瑟者安有家文 上约先明事事 善感评古论经 自夸才学无双 不过棉花素柳 欲正事则抽身退避 唯恐先写占衣 交朋友则七星四见 反击交情扰害 密口如仪 未见酒药之曰 小院不适 常怀抱负之思 萧萧然以古人自呆 听其语 无非公结因斯 暗暗然与习贤未徒 考其行 都是损人利己 欺父母而不顾 利欲熏心 乖手足而相枪 门庭顶沸 举铜啄木鸟间 身来吉锐 心似黄蜂争毒 处物变伤 家 每年见无耳所奏 问田宅 问官室 问公民 问求财富 无一个问及正经圣贤学问 一月记周仓所称 许挂袍 许送对 许上游 许修妙语 无一个许及堪克劝善经文 人心风俗 大概如斯 尽其艰险 万言莫庆 绝红则之乎 不足以洗其胶薄 庆黄河之水 不足以荡其胸污 我知来意 盖为此也 我今在谈 萧小上赶狂言平意 如我去后 专蒙就将何日回头 然我终不忍以情受待人 故不惜悔于尊尊 上纪诸生之悔悟 言辞恳恳 游望残竹之父名 上体欲皇之心 下位圣主之义 阴阴情情 一字一类 悲悲切切 一句一珠 及早回头 放下屠刀成佛果 夙当猛醒 剥开云雾见青天 言之者痛心 独知者刻骨 躺见思言而不悟 真是恶魁 如闻此语而不伤 扶若禽兽 完时有点头之日 何以人尽无灵 疼舍有听经之时 何以人不如处 良心虽死尽 尚有一戏之名 天理纵全无 岂有终迷之路 改改改 当以圣贤自呆 思思思 浮望昼夜提思 三十条之言过言公 乃时人之苦口良药 数千言之教孝教地 成百代之规矩准神 高明故当奉之为楷模 与鲁游应尊尊之为法首 本卯应自 论道理则不言或服鬼神 正人心则必与灾祥报应 凡有尊尊而行之者 一年不屑 家公一级 五年不屑 严寿一级 如有瘟疫流行 天灾时至 做善者必定逢凶化吉 若求功名子习 福寿康宁 尊奉者自然如一碎心 如有口是心非 妄家悔谤者 则 天或 得或 人或未央 铁边 金边 虎边并至 转入禽兽 聂无尽其 世道临头 毁江贺吉 而等当作顶天立地之男儿 物卫自暴自弃之兄子 事无之所厚望也 借之勉之 回 家 家 家 六千零一时 回 南天圣地观夫子圣玉 风潇潇 雨蒙蒙 辞金雀 下穹宫 灿灿中天烈日 灵灵八面威风 大义冲心斗 正气贯长红 马骑赤兔 导演青龙 离合英雕 离合英雄乾坤内 相逢兄弟古城中 大业继定三分 壮志魏臣一统 碳江山 碳江山 几次改动 蒙恩戎 四点重龙 敏河江山 驾动鸾鱼 念赤子 露出残丛 观金尘 无限凄凉 剑黑气 盛世恶凶 凄凉本座从亮亮本有心旁 忠厚和平堪树 几巧变诈难容 静皆是 魏子不孝 魏臣不忠 魏兄不友 魏帝不恭 夫妇不和顺 朋友不信从 习熟了骄傲气象 养成那刻薄心胸 正道浮游 侥幸作用 不存天理 哄骗鱼芒 做出许多傀儡 造成无数巧功 指图肥润自己 那只恼怒天功 降下了 诸斑结束 收服那 恶人种种 水火刀兵未了 疾病瘟 疾病瘟疫又逢 一本座右上并左下黄 鬼哭神嚎 山摇地动 转瞬间 三九勘筒 取江上 火龙加工 那时劫 父不见其子 地不顾其胸 夫妇分南北 亲戚各东西 百年事业成何用 万古功名总是空 某不忍 生命遭涂炭 某不忍 善恶无异同 几次气 扣灵消宝殿中 一星星 只想结束消融 病发斑斑白 血泪点点红 一尘达圣聪 五节剑缓松 又感动 三星灵凡尘 八仙出空洞 圣佛神针 广大平盟 处处飞软 正溃发龙 针针欲闻 汗牛冲动 溃及忙龙本作龙 不为家回棒 而且至尘封 话不转消消世道 晚不回痴痴于忙 想当初 错把拿玉纸手盆 拿铜拿 到今朝 又有何言对玄穷 没奈何 再不断 把这唇舌弄 不断本缺 众繁明 一个个 虚量某苦衷 一不要耳赢钱 二不要耳斋功 只要耳 父慈子孝 胸幼帝功 夫妇和顺 君亦成忠 方便实时行 经典多多诵 圣玉宣讲 神训尊崇 从此六届宝身 自今三位参功 做一番 顶天立地大豪杰 为一个 调缘赞化大英雄 切物为善不用 切物为难不忠 功行满 超灯三界 善果员 敬上酒重 朝经雀 夜穷功 圣神欢悦 仙佛隆重 其乐也谢谢 其戏也荣荣 盖天古佛 昭明异汉大天尊 三称 回 完 家 家 家 回 观圣地君感应灵咒 地君曰 金乃鱼兰汇齐 无金清灵潭 特寿耳灵水 方可躲结盘 无极产胎卵 发育混沌前 三台顶阵器 五行可完全 无刺耳心印 真口语流传 幼壮观春秋 忠义连结权 父后志在汉 演乐战曹蛮 事不从人怨 斗口物妙玄 心存人一片 宝节度有缘 不计功数万 金雀风盖天 日堵结盘线 不得不已传 无相存心念 当体一二三 正心与成心 各相寄心田 当有南陵生 借鼎锐冲天 分身百千万 即来护身边 若欲众魔道 一点魂飞天 若欲刀兵结 性命不能捐 若欲瘟疫降 瘟疫不能缠 久久长送念 老者可延年 若欲水火时 即刻停封烟 舟传欲水灾 即刻浪平安 中原社谈念 孤魂出攸关 早晚情送念 久阻列先班 我传秘密语 死水不非凡 不可当戏完 而若负我者 请示掩月刀 我若晃珠子 永不正先天 前传章感事 我今复幼言 陈戏长送时 功臣列玉篇 吉吉如太上 陈天应运 道邪无皇 三级射箭大中 统欲万灵 穷仓圣主 通明高真 浩天精确 仁义盖天古佛 玉皇普度大天尊 玄灵高尚地律领赤 回 家 家 家 六千零一十四 回 关圣天皇 简介六千零一十四 赴灵侯大帝 简介 关公之子 版本悬音何刊 印证道教明善学院 地址香港 元朗 锦上路 元港新村 东边路106地段 电话2488-5484 家 关圣天皇简介 关圣帝君 本乃子为公诸一神 邪管文昌武屈心 文主人 人首忠孝 武主义 义首连结 建汉士多奸党 玉皇逼命帝君临凡就万名 在世姓关明语 自云长 河东解县人 金山西解县 生于东汉环帝廷西五年 公元162年 地乡 卧残眉八字 丹凤木双金 五龙须百位 义虎鹅摇身 帝君素揽春秋 又观孔梦 为以孝替位仙 修身至国位本 十黄金作乱 帝君与汉士后裔 帝君与汉士后裔 汉景帝玄孙 刘玄德 及刘备 及豪杰张飞与张飞家庄桃园 结一死 匡仿佛汉基 旧为福尔 上报国家 下安离数 其时风云际会 得诸葛孔明出炉魏乡帝 建都西蜀 宇孙权 曹操三分天下 顶足而立 帝君心隔时余年 甲步离身 夜无稳睡三根 其中心朝日月 意气贯乾坤 由其以 明智归汉之中 剖骨疗伤之勇 风金挂印之莲 华荣士操之人 千里寻凶之意 秉竹达旦之礼 水淹欺君之志 丹刀附会之信 为世人所轻送 帝君自非身后 历代君有风事 成为旷古五圣之罪 宇文圣孔夫子并重 于兴亥年 即公元1911年 诸佛先生 推举帝君为 中天圣主 即天皇 以 掌如世道三教之权 管天地人三才之柄 岁至公元1971年 天地任其戒满 三教圣主 诸佛祭诸大菩萨 九天列圣仙真 一致推崇帝君于末节之末 得配三才 除魔扫妖收利器 使天地复位 故众圣晚天地连任一记 即六十年 蒙天地允妖 副长通明 即通明殿 天地浩然正气 修三纲武常 四维八德 在我国民间 即受百姓信奉 晚尽人心歪变 物作天地位武才神 朝夕前奉求财 十大谬也 十大谬也 家 家 元氏子为宫礼珠一神 比玉皇大帝总管三界十方 四身六道 如人间之皇帝 C按年龄次序 刘备稍长为兄 帝君为二兄 张飞为帝 刘备先主经已为正清须服 张飞封为护国神 张飞曾在世轮回三转 在汉末为张飞 在唐为张巡 在宋为岳飞 轮回三世皆中列 第诸葛孔明元世广惠兴 及汉朝延子灵 在宋为诸文公 轮回三世相 永不下凡臣 依中天圣主一职 以六十年为一任 及一家子 此职由诸先生佛推选 家 家 家 父灵侯大帝简介 关公之子 保告 名流汉代 圣险西朝 为父持屈 跨马踏三根之月 旧明水火 临江称一夜之舟 祭圣基于图经 风寒白地 表忠心于史册 果阵丹秋 契凯 气凯森森 王爷开刘家之运 精英浩浩 壮怀绍磐石之修 张教则于伯卢 鸾飞午夜 树如宗于唐国 却造丁桥 大悲大愿 大圣大慈 龙华三会 普渡万灵浮摩荡寇 树圣金刚大帝寇 灵侯大帝简介 灵侯大帝 杏关明平 三国石山西省 解周长平村人 复卫蜀国主将关云长 及武圣关圣帝君 灵侯又有神威 得意威威 年威若管 文经无威 一生忠勇祝福 灵阵不乱 匡王护国 早见功勋旧蜀兜 虽约披甲之身 亦据儒家风范 时于周内树立如宗 使民生的智 必身为父持驱 其孝行足立古人风 为蜀国内外主臣 正道后封为福摩荡寇 树圣金刚大帝 官圣天皇简介丸 家 家 家 六千零一十五 回 官帝传掠 出处官圣帝君明圣经 送本 辅仁堂 家 汉 当寇将军 汉寿亭侯 董都荆州市前将军 甲捷月 壮谋侯 官圣帝君传 家 官圣 汇宇 自云长 一字长生 河东解凉 保持礼 长平村人也 为人亦永绝伦 好读左侍春秋 鸣西大义 年若冠 有乡者曰 君丙乾坤正气 当写十万年 和论名也 长臂的桌骏 捉人还侯张飞 自亦德 雄壮威猛 亚于圣 圣年长数岁 张兄世之 汉昭烈皇帝 属仙主景弟子 中山晋王圣之后 家于桌 巨英才远至 与圣记张三人 智气符合 亦杰兄弟 而推先主未尝 丁汉记乱 于乡里何途重 而圣与张侯未知欲武 先主与二人请则同床 实则共契 恩度兄弟 而仇人广坐 势力终日 随仙主周旋 不必艰险 仙主破黄金 诸董吕 圣与有利焉 仙主未平援手 以圣与张卫别步司马 分统不屈 仙主领徐周目 使圣手下劈陈 行太守势 而生还小配 家 建安五年 曹操自江东征 仙主奔袁绍 操进宫下批 协盛已归 败位偏将军 礼之圣后 绍遣大将军炎良 攻东郡太守刘亭于白马 操使张辽及圣位先锋及之 圣旺将良辉盖 策马赐良于万众之中 斩其首孩 绍珠江莫能当者 遂解白马为 操及表奏 上风圣位汉寿亭侯 操义之 后查其心无久留意 浅章辽已说之 圣太席曰 无疾之曹公待我后 然无受留将军厚恩 誓已共死 不可悖之 无忠不留 无要当立效以报曹公 乃去尔 辽以圣言报曹 曹月亦之 及圣沙言良文筹 曹之其必去 重加赏赐以劫之 圣获之先主载援军 及进封其所赐 拜书已告辞 请二夫人出行 而父先主于援军 左谷欲追之 曹曹月 比各位其主 勿追也 寻从先主就留表 表处 曹操下荆州 先主自凡江南渡江 别遣圣城传树百搜 会将临 曹追至当阳长板 先主协驱汉京 是与圣传相执 共至下口 先主使诸葛吾侯 往无说孙权 孙权浅兵左 先主聚操 先主与圣等 水路并进 大破操于赤壁 下追至南郡 先主又隐军 迅武林 长沙 贵阳 林林皆将 先主既定江南诸郡 乃拜元勋 以圣位襄阳太守 当寇将军 驻江北 先主西定一州 拜圣董都京州市 圣文马超来将 旧非故人 语书武侯 问超人才 可谁比类 武侯达之曰 梦起间滋文武 雄烈过人 仪式之劫 秦鹏之徒 当羽易得并驱针仙 由魏吉然之绝伦一群也 圣美虚然 故武侯魏之然 圣圣书大悦 以示宾客 圣肠魏流史所忠 冠其左臂 后创虽悦 美智英语 骨肠疼痛 一曰 始祖有毒 毒入鱼骨 当破壁鸽骨已去毒 然后 此患方除尔 圣便申必另一批之 时事请诸将饮食相对 避血淋漓 淫于盘契 而圣饮酒 言笑自若 二十四年 先祖为汉中王 拜圣为前将军 贾结月 张侯为右将军 马超为左将军 接贾结月 黄中为后将军 赵云为义军将军 四岁 四岁盛帅重工 曹人于凡 操浅于静旁得住人 丘大淋雨 汗水泛滥 圣因积水眼镜所都欺君 一时皆梅 于静将 旁得聚 圣诸之 梁夹魂陆诸起义者 雍众皆来归父 世时甚微震华夏 曹操一喜都已必其锐 司马一讲既已为官某得志 孙权必不愿也 可遣人说权孽其后 许歌将难以封权 则凡为自解 曹从之 家 先是权浅识 为自所取圣女 圣不许 马骑使 全大怒 右南郡太守弥方在江陵 将军赴世人屯公安 素皆贤圣清己 圣之出君 方人攻己君资 不惜相救 圣言还当智之 方人贤惧不安 于是权应又方人 方人使人迎权 权尽用吕蒙策 绝迹害圣乙 曹操浅徐晃就曹人 圣隐君退还 权乙君将临 圣君碎散 家 十二月 权浅将逆及圣 圣及子平死之 足于邻居 蒙方以席圣为己攻 为己受风 于是月蒙呼发狂 蹊跷流血而死 后主紧要三年 追世圣曰 撞谋侯 紫兴寺 兴自安国 少有令闻 丞相武侯生气之 若冠位是中中监君 数岁促 紫统寺 上公主 官护奔中郎江 促吾子 以兴数子一叙风 回 玩 家 家 家 回 出自大道康庄581BHTML 202行义影证千里寻凶 文天祥夫子将 行义影证千里寻凶 三国时代 官公与刘皇叔 刘备 张飞 张飞 三人在桃园结一位兄 帝 立室匡扶汉士 不愿同生 但愿同死 后来刘皇叔受命守徐州城 奉秘任御讨汉贼曹操 起之秘密赵费路 曹操碎起二十万大军 奋兵五路下徐州 攻打刘皇叔 刘皇叔与张飞 晨曹操 陈夜劫曹操 陈夜劫曹盈 应重继而败北 皇叔丹旗投靠袁绍 张飞奔向盲荡山而去 曹军右攻打下批 官公出战被困土山 刘皇 书友一期一切 均献于下批 曹操部将张辽 奉劝官公投降 官公 乃约三世 其三世 义者 吾与皇叔设事 共服汉士 吾京指将汉帝部将曹操 二者 二嫂处 请给皇叔奉祿赡养 一应上下人等 皆不许道门 三者 但知留皇叔去向 不管千里万里 便当辞去 三者缺一 断部肯降 曹操接纳三约 官公乃入城 禀告二嫂后 引述其来见曹操 操 自出圆门相接 官公下马入拜 操荒芒搭理 官公曰 拜兵之将 身和不杀之恩 操曰 素目云常忠义 惊性地相见 足未平身之望 官公曰 文远带禀三世 蒙臣相应允 量部食言 操曰 无言祭出 安敢施信 官公拜谢 操舍宴相待 四日班师海许昌 官公收拾车账 请二嫂上车 亲自护车而行 于路安歇管意 操欲乱其君臣之礼 使官公与二嫂共处一室 官公乃柄逐立于户外 字业达旦 毫无眷色 操建功如此 御家 敬福 祭道许昌 操波义府与官公居住 官公分一宅位两院 内门波老 军十人把守 官公自居外宅 操引官公朝建汉县地 帝命为偏将军汉寿亭侯 官公自盗许昌 操呆之圣后 小宴三日 大宴五日 又送美女十人 使侍官公 官公竟送入内门 令服侍 二嫂 却又三日 却又三日一次于内门外 宫身失礼 动问二嫂安否 一日 操建官公所穿绿颈战袍已就 极度其生平 取义颈作战 袍相赠 官公寿之 穿之衣底 上人用旧袍罩之 操笑曰 云长何故如此之简忽 官公曰 某非简也 旧袍乃留皇叔所赐 某穿之如见兄面 不敢 以丞相之心赐而望兄长之旧赐 故穿于上 操探曰 真意事也 然口虽称意 心识不悦也 忽一日 操请官公宴 临散 送公出府 见官公所骑之马慎寿 操曰 公马应何而寿 官公曰 剑驱颇重 马不能载 因此长寿 操令左右备一马来 须于牵制 那马身如火炭 撞圣雄伟 操指曰 公使此马否 公曰 莫非吕不所骑赤兔马呼 操曰 然也 随并安 送于官公 官公再拜称谢 操不悦曰 无类送美女金箔 公卫常下拜 经无赠马 惊喜而在 拜 何见仁而贵处也 官公曰 无知此马日行千里 经信得知 若知兄长下落 可一日 而见面已 操恶然而会 官公辞去 操问张 聊曰 无呆云长不薄 笔长怀去 心 何也 聊曰 荣某叹其情 四日网见官公 礼弊 聊曰 我见兄在丞相处 不会落后 官公曰 深感丞相后裔 只是无声虽在此 心念皇叔 未尝去怀 聊曰 凶言差矣 处事不分轻重 非丈夫也 皇叔是凶 未必过 于丞相 凶何故怀去至 公曰 无因之曹公事无甚厚 奈无受皇叔厚恩 事已供死 不可 被知 无中不留此 必要立功以报曹公 然后去耳 聊曰 躺皇叔 躺皇叔以弃世 宫何所归乎 宫曰 愿从于地下 辽之宫中不可留 乃告退 回见曹操 拒以时告 曹探曰曰 曹操曰 室主不忘其本 知乃天下之义事也 后来官公出师 展颜良 朱文丑 为曹操解去摆马之围 因而 得知 刘皇叔在河北元少处 又接到皇叔亲手书 齐掠云 被宇租下 自桃园帝蒙 事已同死 经和中道相为 歌恩断义 君必欲取功名 屠富贵 愿献被守己已成全功 书不敬言 死呆 来命 官公看书必 大哭曰 某非不欲寻凶 奈不知所在也 安肯图 富贵而被救蒙呼 乃写书托送信人 带回奉上留皇叔 奇书达云 妾文义不复兴 终不顾死 语字又读书 粗之礼义 官养较哀 左波淘之事 臣与舍命全交 为常不三叹而流涕也 前手下批 内无激素 外无援兵 欲及笑死 奈有二嫂之众 为 赶断手捐躯 致父所托 故耳赞且击身 忌徒后悔 尽至汝南 方之凶性 即当面词曹操 奉二嫂归 与但怀一心 神人共路 神人共路 披肝力胆 必处难穷 瞻败有其 辅慰照见 官公欲向曹操辞行 曹操君必不见面 公不得已乃封金挂印 所有原则之物 所有原刺之物 尽皆留下 分毫不带去 写书一封 辞曹操 其书略云 与少侍皇叔 侍同身死 皇天后侍 时文思言 前者下批尸首 所请三世 以蒙恩诺 惊叹之雇主 见在元绍君中 回向昔日之 蒙 启荣违背 心恩虽厚 旧义难忘 姿特奉书告辞 福为照查 其有余恩不报 愿以四肢以日 血壁封骨 差人去向府投地 请二夫人上车 官公上赤兔马 手提青龙刀 率领旧日跟随仁义 护送车账 进出北门 过五关 斩六江 直望河北 千里寻凶而去 以上故事 倍数官公之义气 困土山约三世 并竹达诺 不义 心赐而忘旧赐 不贪富贵 不忘旧蒙 斩颜梁珠闻丑 解白马之 为 报恩曹操 封经挂印 刘书辞行 五关斩将 千里寻凶 此 接出于义字 此义字 包含成永替名此也 官公之义气 对于汉帝 对于刘皇叔 均抱着忠臣之心 见为 寿命 见义勇畏 始终如一 对于刘皇叔 善是兄长之道 是嫂 如是兄 兄长有难 独自承担而不被救蒙 恩怨分明 不苟取 封经挂印 而辞行 曹操 不贪图富贵 不被物欲所迷心 来去清白 其中一两全 可谓千古第一人 故有一宝云天之诵词 官公归天后 受上天乐命 赤命 为南天文恒圣地 幼身任为玄灵 高尚帝 及玉皇大帝 受世封为武圣 官圣帝君 享万事之香烟 愿世人 应养学 官圣之义气 发挥人之善性 与义气 为贡献国家 与社会人群 使不辜负此身之为人 而身在中吐也 有失未证 虎将当年意气豪 担心将汉不将曹 无贪富贵 无忘本 千里寻凶亦可包 回 回 家 家 家 六千零一十一 回 观圣帝君寿禅玉 第经略六千零一十一 观圣帝君寿禅玉 第经略 永必亡其谋 福 慕尼文佛 讲 鬼丑年六月初三日 一九七三年 数五教尊共义剑举官圣帝君寿禅玉 帝经略 应是人上有不知天运重开 而称玉皇尊号参词 至始部分焚烧 陈书 君经南天文书府定正后 方奏陈上天 吴经叶特来阐述 以其化世人 家 回忆一百十年前 第十七代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英功满道辈 礼和尚镇上清真净 自在无谓 无等无教尊奉告命 剑举玉皇 以其日月重开心运 乃共义如此最高职位必先除十境 物论高真上圣 有犯进阁者 不得举焉 一 凡道根深重 清净无畏者不举 二 凡上古经先 世人不知其根经者不举 三 凡三山无悦 抱怨首义者不举 四 凡为凭修炼 不按治法者不举 五 凡治做圣人 想四不推者不举 六 凡四辅八部 赏善罚恶者不举 七 凡西方极乐 色相皆空者不举 八 凡天神的智 不列忠孝者不举 九 凡列忠孝 不受人间官职者不举 十 凡旧解保明 功德不满亿万者不举 除此时境 诸圣高真皆有资格被见举之容 家 于是 如道士耶回 五教教尊 同身而言曰 为此即是 受禅天皇 非通明首相官圣帝君不足因此重任 通明首相 自无量矿队 自无量矿节以来 道根深重 道气弥伦 系大赤天宫古老真仙 经一千万节行 上阵无上真仙 勇立一千万节 不坏真宗 自鸿蒙已至今日 屡屡分身 下降人间 为苍生之标榜 作皇朝之栋梁 五常八德 文武双全 唯有通明首相而已 射辞 其谁与比伦 武教教尊乃奉告命 选举官圣帝君位 第十八代 玉皇大天尊玄陵高上帝 通明首相 虽再三不敢受命 但告命难为 乃自甲子年元旦 受禅登九五之尊 民国前四十八年 公元一千八百六十四 正一千八百六十四 甲子四千三百五十七 清两百二十一 穆宗 同志林三 至今已一百一十年已 玉帝成天应运 统长诸天诸地 管辖八部三曹 抚随万灵 则及幽明 士故 现任玉帝尊好位 玉皇大天尊玄陵高上帝 西世人能知喜时 遥顺与禅位之故时乎 天上人间同一礼 西雾执迷而不雾焉 完 回 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圣地大解渊经 001 赞咒与 002 解渊经 011 大解渊经应有品地 1 012 普敬禅师说法 品地 2 013 解解消灾 品地 3 014 解释命缘 品地 4 015 解释夫妇 品地 5 016 解释子女 品地 6 017 解释六类 品地 7 018 解释石南 品地 8 圣地大解渊经 6019 加 加 加 招名词会 下摇台 万劫渊游顿解开 道德光辉 充宇宙 千祥云 及福星邪 辞光辉佛普敬禅师讲说大解渊经良喊全集 加 加 加 目录 寻找代号00 标示 反白 暗望远近 按Enter 001 赞咒语 002 解渊经 011 大解渊经应有品第一 012 仆敬禅师说法 品第二 013 解解消灾 品第三 014 解释命缘 品第四 015 解释夫妇 品第五 016 解释子女 品第六 017 解释六类 品第七 018 解释石南 品第八 019 改 梁寒本 又有王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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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赞咒语 回 发炉赞 炉烟起转 盗气腾降 晨星一柱喷天香 缭绕透穷仓 周辨十方 诸圣献金光 太上玉华散影香云覆盖大天尊 三称三口 三称三口 静静咒 诸静不静 不静起静 无静无静 诸静自静 口 加 静口咒 三寸条单软四眠 无门或浮平翻签 清静敌静前身怨 顾所诸纯颂道宣 无上解口 聂菩萨 口 加 静心咒 方寸心田浪血翻 千丝万绿刻无间 戒动摇 尸清静漏 天君从此态而安 无上解心 涅菩萨 口 家 静身咒 七尺为屈自本来 奔忙无习自寻栽 八得池中时沐浴 千游消 静福门开 无上解身 涅菩萨摩喝洒 口 家 解慧咒 天地自然 慧气分散 动中玄虚 晃朗太玄 八方微神 使我自然 灵宝扶命 普告九天 甘纳扎纳 动钢太玄 斩妖腹斜 渡鬼万千 中山神咒 原始御文 持宋一变 雀鬼延年 暗行五月 八海之文 魔王束手 侍为我宣 凶慧消散 道气长存 积极如律令 寇 家 金光咒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广修一节 正无神通 三界内外 为道独尊 定有金光 复音无声 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 包罗天地 养育群生 持宋万变 身又光明 三界侍卫 五帝私营 万神朝礼 意使雷霆 鬼妖丧胆 金怪忘形 内有霹雳 雷神引鸣 洞会交扯 雾气腾腾 金光速线 附护真人 积极如律令 口 家 安土地咒 原始安阴 普告万灵 阅读真观 土地指灵 左舍又寄 不得望金 回向正道 内外澄清 各安方位 镇守谈庭 太上有命 搜桌邪金 护法神王 保卫宋经 归一大道 原亨力真 积极如律令 口 家 请设令咒 此间土地 神之罪灵 通天达地 出入幽明 为无传奏 不得流停 有功之日 明书尚清 积极如律令 口 家 张感事 帝君曰 无事天上灵 拿风捉鬼神 大刀兵百万 左道府天行 一 正心行无法 无事护如身 存心中十一 无必倾献身 二 由若欲使我 变化如沙尘 分身千百万 随处救天明 三 潜心凤无者 永结为帝坤 潜无干淋雨 撤电轰雷霆 四 潜无诛妖魅 斩头滴血尘 潜无散祸乱 烽火无暂停 五 潜无射魂魄 升天入的循 潜无旧疾病 轻卫五脏神 六 三台调正气 万病兮安宁 正心归我交 道法永龙心 七 害日式无将 香火已精尘 辱若妇武者 封刀斩辱行 八 无若妇辱者 永灭精气神 功臣缘满日 同步朝上清 九 积积如盖天古佛律令赤 口 诸无事护乳身有座 无必和乳心文五帝君保身 永命经 二 存有座持行 三 由若欲有座有辱义 四 乾坤干辗有座秦凶降辗 五 媚臣乱有座孽心难 七 西正归道有座自尽归位 八 臣有座秦 九 臣缘有座成行 家 解冤咒 因果深深报不停 二缘孽债两相寻 从经解脱千年节 善道平开福德门 无上解冤解菩萨摩赫萨 寇 家 诸相咒 道由心学 心甲相传 香焚玉炉 心存地前 真灵下盼 仙佩灵轩 京城观告 静达九天 寇 观告语 四辅灵明雍至忠 见官奉送明以忠 福其解脱三身也 天地雍和一道同 一城观告 所在指灵 本命元神 三师使者 将领招查 拥护送持 太上牺牲 寇之则明 公焚真香 至心朝礼 每一圣号观此二句 黄金金雀白玉玉金玄穷高 上帝玉皇又罪大天尊 寇 大臣至圣文宣素 忘心如圣是天尊 西方佛祖广度十方慈悲 就是天尊 太上道君道法弥生 三清印化天尊 北方阵天真 五祖师将魔福怪天尊 欲须师相精却选仙心 行妙道天尊 九天开化七曲文昌 更生永命天尊 南海岸上寻身 就苦慈航 普度天尊 西川府主会明大地 护国又明天尊 雷阙至尊 中永还侯保明 就结天尊 靖天古佛无良度人 招名 一汉天尊 口 家 至心礼请 大饭天须 九节菩萨 迦兰赫 摩利罗汉 西境成真 慈光会佛 普境大禅师 口 家 一心礼请 斗牛宫中 主树礼王 灵魔大帝 肖渊解恶天尊 口 带宗殿中 六灵大圣 主叛荣枯 始作七情立魔 夜叉无头使者 双星大神 愤恨鬼王 抱负的魔主者 口 迷魂欺煞 缠绕精灵 并积本命原神 痛灵昭革 解释速迁 口 无上霄渊解菩萨摩赫萨 口 家 起白语 万劫千生 聚此生 循环抱负嫩翻心 冤浅六道三生泪 仗此灵魂解脱平 夏明 生而愚昧 常则痴迷 缘命深深 数其先定 仪式奔忙 末时三生因果 忠心忐忑 难消万劫千游 资特宫队词言 立心忏悔 劫沉积送 宵氏良寒 福望慈悲 大师敏佑 夏明 宫队 传经会上 功德元勋 东阁上真理夫子 口 传科会上 道德元魁 宣化主是邹夫子 口 谄话言中 同德同源 善导使者 慈人广爱 一切阳神 口 宣化言中 归一三教 辅相昭明 灵机感应 福相康乐 逝者 职日巡逻 虚空纠察 日夜游神 当方兔子 宝善监精 灵应夫子 五方龙运精灵 六丁六甲神将 痛来拥护 忍悔消 冤 并有高层祖父 本命三生 前生网结 所结冤魂 无问天地人贵 畜生地狱 六道寒情 胎卵诗化 四身灵性 所有恶债未消 怨游不息 报复未能 节正未勾 君到岸前 闻经受度 各身忏悔 两相解释 恶缘化作良缘 或应转位福音 渺明之怒气 瞻佛光 而生佛国 缘言之深深 修善道 而补天心 贤愿昭灵 响应如意 声明不胜归 依肯导解释之志 百寇 家 家 家 零零二解冤经 回 盖天古佛垂住 大解冤经 开经济 一灵真性 解无畏 画画生生 惹是非 自此荡开 千在恨 冤有无 解乐 平生 口 家 零一一 大解冤经 应有品第一 回 大解冤经 应有品第一 改为 昭明大帝 得风汉寿 亭侯之职 一灵真气 直上斗牛 拜见斗母援军 翻阅三身因果 使解速根 自此律师感应 显灵于玉泉山寺 得蒙上帝赤命 赤风都天纠茶之神 石于玉泉寺中 会顾人普敬长老 于此清修道德 物透本来 物透本来 地君顿名 千年因果 乐物天根 参养旋理 拮据原神 护国宝明 无穷感应 自汉至清 戴数千年 石谱敬禅禅师 以正为慈光会佛 大帝先锋通明首相 立殿昭明 清帝追风 盖天古佛 慈悲已与天地同流 正气已冠昆六合 为名为士之心 莫能烧霞 就结回天之德 即静微灵 原为般行喧化 开导如归 以经育而度世度人 书画倒而立身立死 照见下界身灵 尊医如犯 开设坛场 广行讲诵 共晚生平 屡见归依弟子 功过不清 生辰不遂 乃未知机察三世 有网节之因果未消 愤恨之冤有寻报 所以功德不登 罪千日姬 且多遭魔障 灾祸流连 帝君不忍 欲行化度 更世界而为天堂 愿众生同身先佛 无辱涅寨难消 冤魂缠绕 于是便问诸臣 将贺功德 解度下情 家 时有宣化主者 慈慧精先 月班上奏 养为圣功 慈人浩大 灵慧无强 恩修极重 陈赶席劳 陈闻东方有煞 明曰清罗 在天位天魔力归 在地位地煞妖神 性禀木器 杠直强横 深知发洁 便或万端 凡属四身六道 若敢此气而生 多遭冤孽劫泪 最千寻环报复 深深不已 必得西方之神 明曰太白 在天位闻屈天德 在地位何乐喜神 乃能至煞 消此凶心 圣功广爱 欲为生明解 慈素是渊源 陈闻大犯天宫 有佛约慈光 蒲慧 悲敏鸿生 美岁之根 生甲子 寄卯甲武 寄有几四 下寻人间 为明霄 是渊渊 求往西方 请问姻缘 若得良寒秘露 可谓渡世宝伐 沉于望奏 养息财度 家 耳时 昭明大帝 闻此奏言 无穷心性 溃然探约 身名何德 受此慈悲 生名何福 遇此因缘 果皆体行 遇震菩提 保卫有何爱哉 于是 传遇殿前神将 安披赤土 整洁如金 绿袍金灯 左右金铜 守值天将 穷功遇果 并有南天外天 火炎龙神 丹霞赤地 所功流离谱栗子 其色如珠 其形如玉 内外金银 清明朗彻 终有担心一点 血河如素 光灿红霞 幻然灿红霞 自外观之 如赤金一片 包裹丹沙一粒 是为冰激玉骨 赤胆赤心 味如甘露 香喷天然 波之则阴晕子气 身疼如雾酒而不散 石之则浓淡平和 美丽之姿常在口舌 虚妻昼夜 始可散尽 此系摇台之珍 天外之宝 玲珑玉树 花放如五色祥云 虚千八百年 始亦花亦果 可与盘桃 同称先立 赤龙上贡 并献帝君 帝君夸赞不已 闻之先圣的福祠果一眉 则精灵之气 同日月光明 帝君未忍自食 欲以至龙华会上 尽献玄玄上人 资英般演科魔 生明涅重 南章教化之音 欲解黎弥 虚的磁光说法 于是乃命左右惊铜 各盆玉盘 内庭普利 亦属天将 植入西方世界 大饭天中 参业磁光会佛 各序习情 习本坐脑 父将来亦已告禅师 请求说法 解释冤签 口 加 零一二 普进禅禅师说法品第二 回 普进禅师说法品第二 尔师辞光会佛 生九连法座 四帝君七宝蒲团 盘西队语 大帝曰 当今末世 明难从生 以斗牛树及茶之 悉数千生泪结 所结恶缘 循环转报 世事无休 弟子般宣圣化 欲大张产 无如奉行申等 冤谦申类 得宝恭维 一旦难于消逝 符文词汇 旧度常开 感情法御 解此冤由 言必辅福福基首 家 会佛命阿罗弟子 福帝复位 会佛乃向帝君言曰 凡人多遭恶孽缠绕 皆因前身往事 皆有二十四种渊怨之气 未得海报 故而转身 或宁于命宫 则扰乱真性 怂恿为恶 自心虽毁 不能置处此为 生时有犯天魔大煞 十恶拜神 寻世之时 故而一身蹭灯 万事无成 家 又或有人 美于前身 用诈用奸 假人假意 诗于朋友 七五于美 今生乃得为帝坤 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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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计不和 自相 枪害 皆属他身 因果 家 又或有人 美于网结 物伤生命 客呆 妻妾 冤怨之魂 今生人为夫妇 或女转男 或男转女 又寻报复 但有反目夫妻 皆此因缘 家 又或有人 美于网结 打胎逆女 做残子孙 今世必得孤寡之报 家 又或有人 用人不当 残忍呆下 客包奴仆 结有冤奖 转世投身 颠倒主仆 干受欺凌 家 又或有人 平身怠惰 不体宗宫 不登勤俭 转身即受奔走之劳 家 又或有人 做残忍呆下 做残五行之物 或骨米不薄 皆有冤怨 来生定受孤穷 衣食窘迫 忙碌四方 家 又或有人 动辙以小事寻死 自清生命 有失天和 转身即得妖兽之报 家 又或有人 妇人财力 谋人家产 以劫负财冤奖 来生理应酬孩 家 或有受人恩惠 不求报答 反身怨恨 此为父亲冤奖 今生应得千禅 家 或有使用下人 丁夫脚力 以彼之力 求耳之财 效劳终身 一朝失望 此为父立冤奖 再生必寻海报 家 或有为财谋命 为妻谋夫 缠棒心波 害人允命 此为父命冤奖 身身逝世 必要海报 家 又有家丁儿女 下力贫穷 偶有一毫不如心愿 望生暴怒 狼心毒打 家 或为官府 或为师长 忘用刑杖 责罚不公 此为鞭打冤奖 转世相逢 丝毫不漏 家 又或气量贬遣 偏嫩性情 妄言饶舌 怒骂豪生 有屈于人 皆有怨气 不得已亡 家 又或蛇伤互咬 皆数罔劫冤迁 吊颈抹猴 必有冤魂所命 树打严崩 生命有犯凶神 铲中浮毒 巨数冤迁报复 至于水火 则处怒天神的指 以江河喜慧 毒害鱼虾 平日作煎汤水 皆饭水饿 家 或有对灯淫欲 污秽造军 上背三光 妄以火星害众 家 或烧山坟领 或毁人衣物 皆犯火灾 亦游暗里有冤莫素 劫恨难消 尘尔运退 枪声暴骸 家 凡数声明 泪声泪事 不修慈爱之心 不惜容忍之量 凡数忘伤生命 捕猎搜山 贪味打鸟 皆数屡结冤孽 三声寻报 有此二十余种迁游 各有各孽 何去何来 何应何报 何怨何身 丝毫不爽 几笔冤魂 甘心驱死 而三缘纠察 十殿明王 义不孤宽 盖因恶者祸之因 善者福之本 家 凡人不悟修德 而悟泪迁 从来设立眼谈四观 肃共神指 特显上天之感应 以不枉法之疏于 实为诸心之法 显张因果 体上天之好生之人 悲怜惨暴 顾云杀仁者 仁义杀之 利仁者 仁义利之 天草赏罚 不漏毫 家 陈首相下问 老僧赠以真言 陪大帝度人无量之舟 利世界转获为福之准 乃说济约 普利普利 俺普帝利 阿修罗 据此大神通 清静开设立 渊渊物寻仇 滋耳滑池滴 异点物来因 高超三摩地 俺阶帝阶帝 摩阿修皆地 摩赫萨婆赫 无上大凡天王 慈光会佛 解冤解菩萨 寇 家 零一三解解消灾品第三 回 解解消灾品第三 二十 禅师父告帝君言曰 此季乃老僧乐道归西之日 朝见弥勒古佛 丰号慈光 四 俺便行诸事 解速是冤 俺同我 所在之处 送此一便 万祸自得冰销 冤迁自得解脱 三灾化为五福 十难可解 三生六类冤魂 闻此真言 吉身欢喜心 吉身清静心 吉身解脱心 吉身慈爱心 吉身忍辱心 吉身向道心 吉身安乐心 吉身勤俭心 吉身谨慎心 吉身无爱心 种种善心 聚开午夜莲花 大放光滑 化为三生福果 吉节慈悲果 吉节道德果 吉节中良果 吉节完全果 吉节慈笑果 吉节和顺果 吉节欢喜果 吉节风登果 吉节团圆果 种种福果 种种福果 皆得成全 家 吉与消除本命颠连灾 吉节 兄弟静强 灾 吉节 妻妾购害 灾 吉节 子女乖喘 灾 吉节 奴仆 被逆 灾 吉 吉 遭逢不遂 灾 吉 吉 田土崩颓灾 吉 解 阴谋不顺 灾 吉 消 鞭打 鞭 吉 销 立马 鞭 吉 销 复心 鞭 吉 销 复利 鞭 吉 销 复财 鞭 吉 销 复命 鞭 吉 销 种种冤孽 净得消除 家 又或有人 已于前身网结 造下十恶 今身应得十难 亡身受邀而终 若负有人 静心斋戒 持诵此光慧佛解冤宝记 病此经章 吉的一切水恶消灭 火化恶消灭 吊颈恶消灭 牙崩恶消灭 抹猴恶消灭 蛇伤恶消灭 树打恶消灭 惨难恶消灭 服毒恶消灭 食节凶难 静得消除 此经功德 不可思议 家 于时此光慧佛 说事经已 乍见天花坠落 锐爱千层 闷得祥光 金莲万朵 纷纷飞下 直飘东吐 帝君随向金莲到处 耸目戏观 但见凡间 渊渊之气 与扼煞盘旋交结 天赛红尘 上冲消汗 光滑揪涉 如风卷残云 日光照雪 顿燃消解 化作屡屡惊霞 无边无际 复阴凡驱 家 帝君不胜欣喜 乃向佛前击手礼谢 此光慧佛 附赠与云 以此真言 四君旧事 所道吉祥 万事如意 宣化大行 栽培正气 天地贡劳 三才永利 圆云力真 无雅广辈 家 慧佛赞以 宋帝出宫 帝君告退 返嫁昭明 传经下界 感应洪生 不可思议功德 口 慈光慧佛说法解解品中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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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四解释命缘品第四 回 盖天古佛感应灵章 解释命缘品第四 荆州孝连刘继 表兄近世张皇 二人 二人同窗共学 学问 刘继尤强 张皇分发之线 即以刘继赞乡 道任美遭不利 食欲相试柳庄 张皇命当败相 刘继 刘继穷困非常 晚年应归乞丐 寿命尚且不长 果能力兴修得 可以解化凶殃 于是告辞之县 千金相助还乡 刘继自残自挥 平身无功可扬 济世命途多船 何用财博充囊 一路不失穷苦 命力养命四方 受尽五年击苦 孤身穷困凄凉 失职寄宿山寺 正殿向公关王 抚服一臣哀告 恳求大地见谅 今生不赢不道 何罪恼怒上仓 不但求谋不遂 尚且连累张皇 不能升官晋级 且遭祸害未央 夏明一心忏悔 于资五载如常 纵以千金就难 他人财力可藏 每日平心斋戒 但凡生命不伤 扶起帝君恩友 明明改过修葬 世系帝君托梦 流济何用悲伤 命犯的穷天恶 非官神鬼灾殃 念尔年来苦行 改记为其化祥 四尔虎须十六 真荣辅相朝堂 二八年间宰相 戴天谢礼阴阳 能于见贤退宁 二记寿命延长 持此解冤宝记 三年感应昭彰 经同杀彼典额 自自谨记无望 醒来尽心没诵 忽见胡须可疆 左右各身八经 一系七寸余长 不慎感叹欣喜 结成礼拜神堂 果蒙帝君响应 忠心不报明王 从此虚言改换 满脸喜气宏光 但凡所到之处 人人敬爱非常 张皇自流济去 随身之府嘉阳 总督知其清阵 连年巡抚三江 实在官身正大 当今诏遇张皇 为清才能经济 可以保证家邦 回京级申力部 随机府相妙郎 张皇用人不当 不从心智商量 切丝留济学问 此人才干可疆 若得扶持相助 同心王画刚长 行文各处寻访 事实流落严康 社馆教明送读 三载画形一箱 官名真请设账 两学建掌山房 一接张皇玉铁 衣冠更换辉煌 车马送上京帝 吉普利布侍郎 又欲当年相试 二人更换衣裳 柳庄入门请见 大齐面会书房 举手各求品相 柳庄一二金翔 张军现任宰相 刘军评鉴非常 只有虎须十六 可以执政朝堂 从前迷天会气 今朝面颊红黄 暗中定修英制 有此感应昭张 不然终身评鉴 岂享受数颜长 刘济方言往事 圣地恩高得偿 十年苦修得行 四须化解凶殃 解冤真言一卷 四时莫颂无望 所以今朝变相 时有来历终长 三人称阳帝德 请至建妙新香 删定灵千一百 从此感应万方 有能持此经卷 可以转获未详 无论命功所犯 消除神煞凶殃 无命可以惜命 妖兽可以天长 一路若还亏损 风雨补助无强 截尘截心礼拜 前颂解截灵章 至心归命 命功化度 无上解冤解菩萨 慈光会佛 口 至心归命 盖天古佛 无良度人 昭明异汉大天尊 口 至心归命 本命元神 三师元神者 解截增详 一灵化度 菩萨 口 加 零一五解释夫妇品 第五 回 解释夫妇品 第五 太原世子王身 加父俊秀灵明 又取夜师长女 初来颇绝顺尘 渐渐消消泼泼 不孝不敬豪生 灵月丈夫百倍 父母一见寒心 日为焚香祷告 求解前世渊生 夜梦神人告说 辱子前世闻生 偶游金山寺院 长老养树长生 常在丹房来往 求时不必生人 亡生物行踏壁 冤愤果结今生 虽未夫妇偕老 按理仇恨终生 滋耳欲求解释 辞光会佛真经 并有观音神咒 日常讽诵千生 自有消除感应 冤孽或能解清 从姿双老利念 讽诵昼夜无停 将近一年无影 门外呼来老僧 守直目于诵昼 二父室内闻经 直出堂前观看 老僧喷水沾经 左右以为触怒 僧人必受欺凌 灵统灵 疏之父无怒涩 清凉敌面惊心 低头自行入室 父辈中夜无声 王生入门训问 忽然灵涕哽咽 自残自毁自愿 以前何信何心 徒有孤章不尽 网友夫妇不清 昨日老僧 昨日老僧把睡 如患肺腑甘心 灰死以前醉锅 何言对达双清 求夫欲先起禀 依然改过凤轻 父母查其沉净 果然神鬼有灵 夫妇同归居住 从此觉得温存 凡人 凡人夫妇不顺 义为前世复兴 持此大解渊咒 自然灵果消清 至心归命 消逝夫复念 无上解温解菩萨 寇 家 零一六解释子女品 第六 回 解释子女品 第六 三江素来风俗 玉女要有加身 若福贫困激紧 灵盆淹没无声 凡人作见儿女 来世定少相根 或是为僧畏道 必然难忘法门 又如昭徒受益 以礼训会课程 不可嫩性打骂 渊源抱在来生 若能相亲相近 集结父子之音 来世父慈子孝 成欢养至终身 若有七灵客呆 或于分外狼心 并与殿客同律 下苦一切功人 致意以理善训 无得使心用心 今世七灵不报 来世父子无恩 若有恶缘拮 定然强恶横行 目中无胸无腹 带多嫖赌奸赢 若有银钱账目 尚要清败加身 师徒主客朋友 三者各存平心 古来因果不少 帝君响应难清 三生各求解脱 今生物节来生 一切有情忏悔 一切有情忏悔 父子冤愤贤宁 至心归命 无上解冤解菩萨摩赫萨 口 加 零一七解释六类品 第七 回 解释六类品 第七 凡人生平除世 谋依谋食养生 做事须寻天理 出言要顺人心 凡为夫妇朋友 君臣父子弟昆 仁爱各存端正 不可辜负良心 父心冤恨最重 三生环抱越深 古来父心冤窄 转结谁能脱身 至于父才负命 抢夺谋战欺凌 诡计诈科诱骗 真欠强取横行 婉劫父才灭债 来生定转六类 若为弟兄父子 真斗虽亲不亲 至于杀生害命 三生节节相寻 大宋义人诸信 平生罪喜尽神 大惊扰乱天下 鬼神是梦显灵 前生辱为贵守 杀义囚犯丧身 今生转在藩国 必然还报杀生 念耳能持经咒 对神恭敬振兴 明武精兵到此 辱被九十关门 有人入来询问 吉尔前世冤生 酒肉尽情恭敬 然后贵肯施恩 说明前生灭债 两下自解的分 果尔精兵到此 明信一概皆清 呆其饮食已毙 乃象诉说前生 精兵顿然会悟 谢神指示原因 今世我如杀你 来生必杀我身 渊渊世事寻报 此愁此孽难清 你我从今解释 大七投入空门 后日二人沉道 同位阿罗汉尊 至于苦行丁立 用知物战相应 有父下人用力 来生颠倒相寻 若福鞭打立马 丝毫必要报清 当日阿难尊者 随行弥勒世尊 路过菜园口渴 迦兰求瓜润心 种元老妇闻说 顿然怒目原真 迦兰不敢开身 回禀世尊如此 古佛点头之音 佛命阿难去讨 阿难恭敬尊称 老妇笑容可居 摘瓜三四送行 阿难持奉古佛 古佛乃说原因 当年由西藩国 建议囚犯临行 阿难再三闭息 迦兰说彼自寻 以此一言解恨 今身上要还清 何况父才父命 编打有不还寻 六类温原如此 凡人各自解分 能诵词光会佛 昭明大解渊经 六类渊有解脱 同位清净佛心 至心解释 六类渊迁 无上解冤解菩萨摩赫萨 口 家 零一八解释十难品 第八 回 解释十难品 第八 凡人三身冤也 只为六类之音 报在六亲未顺 报在十恶仇身 前世何师何报 今世缠绕不宁 只等时衰运退 使来索命枪身 眼前诸般恶报 大概目睹耳闻 科场年年均有 其由前世结成 至于时节之难 更有来有所应 至于水淹之难 前世泼水伤身 又如温风火化 前身迎乐太深 污秽造神日月 暗用邪火伤人 天曹住在火部 非应善得难生 又有牙崩树打 前身暗箭伤人 雕唆是非辞送 离人夫妇六亲 住在血光产难 必遭毒药害身 再如蛇伤护药 谋期谋产谋经 譬如官长驱害 虚污受惠冤明 以致破人财物 霸占田产伤心 事官虚负大典 不以财德认真 世子含冤受驱 心怀愤恨 心怀愤恨难生 转结毒蛇恶狐 必求食肉挖心 更有刀伤掉臂 非为替代相循 亦因前身孽众 今世遭此惨刑 若扶牢欲枷锁 只因心地不明 败乱刚常伦记 奸贪抢夺行营 他人怀恨忧气 抱怨难以遂心 一切冤气纽结 坠于仇敌之身 起定伤人性命 才有冤鬼追寻 平日遭人咒诅 怨气凝结而生 一朝神魂不定 邪魔恶煞随行 原神居于头上 肝脏所在真魂 恶涅滔天满贯 原神迷乱不清 肝魂变味凶煞 多愁多怨声称 邪鬼暗中作弄 不由心主持痕 只待观形临颈 心思变得开明 此时后悔何极 已落牢欲求门 更有畜生灭障 贪婪口腹杀身 今世时他四两 来世定还半经 一切刀伤跌扑 按理鬼碎缠身 经同经 只为存心不振 奸贪鬼诈纷纭 贯架双头之马 贯用两面之刀 贯习三张嘴脸 贯用千变鸡心 不修伦常道德 四端八则赫存 一切假仁假意 中朝图立图名 岂知天地量大 难满所在之神 灰灰天网不漏 今生不报来生 有等少年蹭灯 非因祖上祸根 皆是前生涅果 恶报未曾折清 所以今生妖兽 未灾未祸不宁 家 无畏通明首相 监管三教万灵 于是大开宣化 慈悲度诡计人 见耳奉行世子 年来教化不兴 击查三身冤也 都怨善少罪生 所以屡昭灾祸 愚人毁放纷纷 无精畏而解释 传遇的辅酒音 大兜根明自会 天府丹书著名 树脊改胸未及 斗牛锐气罩身 按命经盘使者 三师喜荡阳神 以前恶孽消解 父害本命真灵 从此天堂驻籍 栽培道德灵根 普告世间男女 斋戒持送此经 纵有子女不顺 六害化作三星 命犯孤贫困苦 急得财路风亨 父子弟兄不母 妻妾度害竞争 能于诵此经典 一堂庸木欢兴 平身善缘不庆 朋友为得瞻恩 能于此经功得 即能万事贤亨 又若牵连此诵 家人疾病身影 持此经功解释 君得如意贤亨 命犯凶伤恶死 宋持变得康平 暗化凶煞未及 增禄严寿长生 家 无经大开忌度 无意大费婆心 恳求无师普进 慈光慧佛开恩 说法传经旧事 暗解冤孽三生 小玉万灵三界 今生所在降临 宋持不问男女 君将恶涅消轻 凡有三灾八难 逢凶化己饱身 如有冤魂缠绕 闻此经典往生 夜用散财狐食 门外烧化前兴 香书昭明赤令 孤魂得此超身 本方痴魅亡两 亦来归服清尊 自得改邪魏正 感应如意缘亨 传此解约秘录 彼尔申明谨尊 各能修身利得 果然诚意振兴 人口皆安及庆 真相拥及善门 所谋如意而获 愿将功果原成 并得西贤西胜 河南成佛成真 果能力心体贴 勿忘以心核心 致臣自能感格 永乐缘亨力争 致心理颤 无上解识难菩萨 口 口 家 家 家 收金赞 一卷粮寒味试传 声明从此乐平安 九州共得丰登日 万国永和福永康 康本作单 家 至心理解 至心理解 慈光会佛 无上解渊解菩萨 口 至心理解 慈人广爱 传经济世 周里二夫子 无上解渊解 菩萨 口 至心理解 本命原神 三师主者 增祥及庆 真灵 无上解渊解 菩萨 口 至心理解 解渊会上 六清和乐菩萨 六类解 解 菩萨 消除 十节 解难 化祥 清宣 大地 无上解渊解 菩萨 口 盖天 古佛大解渊 经全集中 家 家 家 玩 回 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文昌 帝君 子同帝君 下载文昌 帝君 110K 二网页 610X Execute 英志文 单柜 及 增补英志文 交窗 胜讯 警示 报告 劝孝 文习 字序 文 借 银文 甲 借银文 以 借银文 并 借口 过文 6150HTML 文昌 帝君 回天保路 6090HTML 文昌 帝君 保身 新京 下载本 网页 纯文字 下载本 网页 含控制 码 修改 转赠 家 别名子 同帝君 圣诞 2月3日 目录 目录 寻找 代号 6101文昌 帝君 英志文 6102文昌 帝君 单柜 及 增补英 志文 6103文昌 帝君 交窗 胜讯 6104文昌 帝君 警示 报告 6105文昌 帝君 劝孝文 6107文昌 帝君 习字序文 6111文昌 帝君 借银文 甲 6112文昌 帝君 借银文 以 6113文昌 帝君 借银文 丙 6120文昌 帝君 借口 过文 6150 HTML 文昌 帝君 回天保 路 6150 加 加 加 6101 文昌 帝君 英志文 回 文昌 帝君 英志文 帝君 曰 无疑 十七事 为世代福身 为常月明库立 无我独地 救人之难 寄人之急 闽人之孤 容人之过 广行英志 上格苍穹 人能如我存心 天必息如乙福 西同次 于世迅于人 人曰 习 于公之御 大兴四马之门 斗士寄人 高者武之之贵 旧义中状元之选 买蛇想宰宰相之荣 欲广福田 须平心地 行识时之方便 做种种之音功 立物立人 立物立人 修善修福 正知代天行化 慈祥为国救民 中主孝卿 敬兄姓友 或奉真朝斗 或拜佛念经 报答四恩 广行三教 四恩天地父母 既疾如既何者之鱼 旧为如旧密罗之雀 金姑序寡 敬老连平 错一时 周道路之饥寒 施观果 免施孩之暴露 家父提携亲戚 遂机正记临棚 斗衬需要公平 不可清出重入 公仆呆之宽恕 起一辈则苛求 公本做奴 映造经文 创修寺院 舍药材以枕极苦 施茶水以劫可繁 或买物而放生 或吃斋而戒杀 举步尝看虫乙 静火莫烧山林 点夜灯以照人行 造河船以寄人度 物灯山而往轻鸟 物灵水而毒于虾 物灾根牛 物气自止 物谋人之财产 物渡人之技能 物赢人之妻女 物缩人之真诵 物坏人之名利 物破人之婚姻 物因私仇 使人兄弟不和 仇同仇 物因小利 使人父子不睦 物以权势而辱善良 物是豪富而欺穷困 善人则清净之 助得行于身心 恶人则远避之 度灾央于美睫 常须隐恶阳善 不可口是心非 不可口是心非 简切爱道之荆棘 除当图之瓦石 几本作真 修数百年齐驱之路 造千万人来往之桥 垂讯以格人非 捐资以成人美 捐资本作资 作事须寻天理 出言要顺人心 见仙者于根强 圣独之于清隐 助甲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永无恶心加灵 常有极神拥护 心本作药 静暴则在自己 远暴则在儿孙 百福平真 千祥云集 岂步行英智中得来者哉 加 英智亦应得 智广英 之则七斜线 斜 精英学四 助甲顺时则见摇于根 作则见摇于墙 即常常怀念也 回 回 加 加 加 六千一百零二昌帝君 单贵集 增补英智文 回 文昌帝君增补英智文 帝君曰 无一时期事 为世代俯身 为常月明库立 无我独地 救人之难 寄人之急 命人之孤 容人之过 广行英智 上阁苍穹 人能如我存心 天必稀如以福 稀同赐 于世迅于人曰 习 于公治愈 大兴四马之门 斗士继人 高者五知之贵 旧义中状元之选 埋蛇想宰相之荣 欲广福田 须平心地 行识时之方便 做种种之因公 立物立人 修善修福 正知代天行化 慈祥为国救民 存平等心 扩宽大量 宗主孝卿 敬兄姓友 和睦夫妇 教训子孙 吴曼师长 吴武圣贤 武友作会 或奉真朝斗 或拜佛念经 报达四恩 广行三教 谈道 谈道义而化奸丸 讲经历而小于美 既鸡如既何者之鱼 旧为如旧密罗之雀 金姑序寡 敬老连平 举善见贤 饶人则己 习一时 周道路之恶寒 诗观果 免诗海之暴露 造漏泽之人缘 兴起蒙之义熟 人有作人 家父提携亲戚 遂机振继临棚 斗衬需要公平 不可轻出重入 公仆呆之宽厚 其一则被苛求 公本作奴 印造经文 创修寺院 舍药采以枕极苦 施茶水以劫可凡 末夜灯以照人行 造河船以寄人度 或买物而放生 或吃斋而戒杀 举步尝看虫乙 静火莫烧山林 物登山而往晴鸟 物灵水而毒于虾 物宰根牛 物弃自止 物谋人之财产 物渡人之技能 物赢人之妻女 物缩人之真诵 物坏人之明节 物破人之婚姻 物因私仇 使人兄弟不和 仇同仇 物因小利 使人父子不目 物以权势而辱善良 物是富豪而欺穷困 以本分而至千功 守规矩而遵法度 和谐宗族 解释渊渊 善人则清净之 住得行于身心 恶人则远避之 恶人则远避之 度灾央与眉睫 常须隐恶阳善 不可口视心非 痕迹有意之语 网谈非礼之言 简爱道之荆棘 除当图之瓦石 几本作真 修数百年崎岖之路 造千万人来网之桥 垂训以格人非 捐资以成人美 做事须寻天埋 出言要顺人心 见仙者于根强 圣独之于清张 驻驾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永无恶心加灵 常有极神拥护 心本作药 净报则在自己 远报则在儿孙 百福平真 千祥云集 岂不从英智中得来者哉 家 是卷帝君将英智文而增不知 义名为丹贵集 先是梦于颜子张静 四将鸾于攀宫众谋 其义教原本更为周扎 二宫却尊圣训 贤或灵异 后知力善者 臣能遵循物替 术无父帝君尊尊告诫云尔 应至义应得 至广阴 知诈七斜线 签 精英学四 驻甲顺时则剑遥于根 坐则剑遥于墙 即常常怀念也 即常常怀念也 回 家 家 家 6103文昌帝君交窗圣训 回 文昌帝君交窗圣训 一界隐形 未见不可思 当见不可乱 既见不可义 于处女寡妇游一圣 一界一恶 物脏显心 物动妄念 物济愁不适 物见利而谋 物见财而急 貌持心狠者游一圣 狠力作狠 一界口过 物谈归捆 物结因丝 物扬人短 物设慈皇 物造歌谣 物悔圣贤 于尊亲王者游一圣 一界旷功 物造年持起 物设己云人 物为财奔持 物学为无益 物见一丝迁 身在心持者游一圣 一界废字 物以旧书博物糊窗 物以废文烧茶是桌 物图抹好书 物烂写门壁 物嚼草稿 物执文威 于图终会兼有一圣 一敦人伦 父子主恩 由当欲之以义 君臣诸敬 由当隐之以道 兄弟相爱 由当免之以震 朋友有幸 由当劝之有成 夫妇相和 由当敬而有别 一敬心地 顽骨迅以成心 做敬事以收心 寡久时以清心 却私欲以养心 由当务至买以明心 一力人品 敏事圣言 至高生下 胆大心小 旧经从古 弃邪归正 私君子之久思 为圣人之三位 由当不续人言 宜圣交由 始终不待 内外如依 贵贱不耳 死生不义 功过相归 话宜满而失孔子 满本座会 孔子有座众尼 绝间狂而交中正 由当立身为万事友 亦广教化 御上等人说信礼 御中等人说因果 多课善书 多讲善行 由当公邪重正 以为无道 回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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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4 文昌帝君警示报告 回 文昌帝君警示报告 帝君曰 天帝 一大父母也 父母之于子无不爱 天帝之于人亦无不爱 则必使人人保宣也 人人安宁也 人人受考也 宣同暖 然而饥寒者不免 为难者不免 妖者者不免 私意惨意 又有兵戈以枪之 瘟疫以枪之 汗干水泛以枪之 死者 死者写流失 生者东奔西池 困苦千斑 颠连万壮 家 呜呼 天帝 天帝成贺心灾 既生之而又杀之 然且怨天帝之不仁 而不知天帝时有无可如何者 人卑之 天帝更卑之也 人为人卑之 天帝早为人卑之也 天帝为人卑之 而不能为人又也 何也 人为之 非天帝为之也 非天帝为之 天帝何能为人又也 人自为之 人又何得怨天帝也 何言呼人为之也 家 人之所以为人者 利也 礼王 私人王也 为臣者不忠也 为子者不孝也 为凶者不友也 为帝者不恭也 为夫者不义也 为父者不顺也 为长者不慧也 为佑者不敬也 为师者不言也 为佑者不信也 世敬文艺而忽得行也 农徒良甜而魅心得也 徒有座右 工作为而福作得也 商见利而福建意也 官为家而无赤心为国也 立为私而无实心为公也 理行明者 理行明者 望善俗之远游也 私教训者 魅明伦之仙物也 僧道灭钢肠 而商风化也 昌忧气廉耻 而骨鱼丸也 利簇甲虎威 而渡边盲也 豪强四斤吞 而灵寡若也 杂流惊奇异 而藏阴险也 险后本有星字 游明杰党羽 而陈阴谋也 邪淫者比比 奸诈者多多也 新闻在上 黑气触空 事已结束定 而灾害灵也 然而天地圣爱人 非聚已灾害羌人也 其初亦望人悔过千山 消此大劫也 家 事故 事本座位 春之缘 教人以仁也 夏之亨 教人以义也 秋之立 教人以礼也 冬之针 教人以智也 日之则 月之时 教人以持盈而戒闷也 雷之训 风之烈 教人以恐惧而修审也 人有不明之事 天无不报之条 如一切饥寒为难夭折之谍出错见者 有伴无夭折 无非欲以小成大 以意景重也 使人人体天地爱人望人之心 而悔过千山 何至末节临头 如此其惨也 为天地厚爱人而人不知 厚望人而人不觉 恶业太重 恶泪太烦 寻常灾害 扫出不尽而大结始灵也 冰割所不及者 瘟疫以枪支 瘟疫所不及者 汗干水泛以枪支 无呼 天地成贺心灾 家 无奉上帝命 非轮开化 所以正人心而就莫结者 无不置疑 而人心猝不可振 莫结猝不可救者 人之迷也 迷于前 无有记其物于后 物有作会 故姿大结记灵之于 父尊尊为耳世人言之 使耳世人之 天地之爱人如此其身 天地之望人如此其切 树乎莫结 不能救于以往者 由或可救于将来也 尔世人其速速回过 速速千善 悟赴天地厚爱人之心也 悟赴天地厚望人之心也 其遭劫而死者 爱之无可爱也 是自觉也 其遭劫而未至于死者 望之有可望也 一自心也 其为遭劫而安享太平者 天地厚爱之 厚望之也 一自省而自修也 勿施爱而失望也 胜之胜之 一眼孔天地闻之也 一行孔天地见之也 一念孔天地窥之也 人可瞒 天地不可瞒也 人可欺 天地不可欺也 天地再无心 无心即天地也 时时不媚心 即时时尽天地也 无心时时尽天地 天地即时时又无身也 有伴无无心 天地时时又无身 则百福贤真 千祥云集 又何灾害之不可谜 结束之不可消也 世人见无训者 其思之 其细思之 为余夫余父讲说之 抄写而传颂之 勘印而广布之 劝人以善 准五十宫 劝人十善 准五百宫 造福良妃遣也 免之免之 回 家 家 家 6105文昌帝君劝孝文 回 文昌帝君劝孝文 帝君垂讯曰 今日是元旦 为人间第一日 无当说人间第一世 何谓第一世 孝者百行之源 今儿及之 可以参赞话语 故谓之第一世 赤子离了母胎 再还报辩之德 故谓之第一世 舍此一世 并无学问 舍此一世 并无工业 舍此而立言 则未无本之言 舍此而能公盖天下 到底不从信分中流出 必作为以七国 父本以灭身 天地是孝德结成 日月是孝光发亮 孝之道 言不可得而尽也 为人子者 是富贵之父母义 而平贱之父母义 是康贱之父母义 而衰老之父母义 是巨庆之父母义 而挂都之父母义 夫贵之父母 幸入有人扶持 居止有人陪从 其愿常给 其心常欢 贫贱之父母 舍却百法夫妻 谁为言笑 离了青年子席 莫语追随 人子一日在外 父母一日孤期 为人子者 善体其情 能请客离左右也呼 康贱之父母 行动可以自如 取邪可以自辩 朝作目席 可以任意 仿轻问旧 可以于情 衰老之父母 儿子便是手足 不在面前 手足欲举而不能 媳妇便是父心 不在膝下 父心有求而不遂 时而心心于内 时而欺欺于怀 为人子者 善体其情 能请客离左右也呼 聚庆之父母 日间友宜作伴 夜间友宜香温 昼摩所示 相语说长论短 夜不沉眠 互为之寒 寒冷 寡独之父母 儿女虽有团圆之乐 夫妻已成离别之悲 家庭之内 独心举举 独心举举凉凉 心影之间 唯有欺欺处处 为人子者 善体其情 能请客离左右也呼 呜呼 誓问身从何来 亲为身我之本 孝为何事 人所自有之心 见我此章而不动心者 非人也 见我此章而不堕累者 非人也 逆子五习 见我此章 而不化为孝子顺习者 于受何意 人人得而诸之者也 回 家 家 家 六千一百零七文昌帝军习字序文 回 文昌帝军习字序文 甲银 春二月 降于西昌 种善缘 混沌未分 乾坤弥变 天河已开 德河已殿 鸿蒙明信之中 南北东西不见 盘古初以垂文 三皇纪是作传 然而移到蹲旁 静人填淡 更带二百余君 文传早经磨散 结束晚而地战 世道依然荒诞 真离不识不知 祭树和平和宴 有朝在兴 密西少旦 结神而至 密西及福西 于烟上古之风 无书以观难以 后来之变 原有圣人 四目而神 天开一画 吉利九营 作为书器 永赖天明 或鸟姬龙书 相行并肩会议 或归文奉传 取义更配谐音 斋两仪之精碎 为万世之精伦 正智以之而戏 年节以之而成 成久也 万历江山 仗义指而永定 千秋世纪 吉树行以为平 圣贤经史之简编 运傲无穷博载 朝野文章之卷读 金华墨庆夫城 学海文渊 离此漫夸彼镇 慈陵使馆 无私烟作国兵 仓头离手之群 赖位弃劝 锦心绣口之事 义取净身 此字之所犹贵 吉字之所当真也 乃者 圣人至字以记人 奸贵将字而害事 班门弄斧 夸他略识几篇文 毁圣评神 仗觉少之数行字 独圣贤之典籍 转而贬斥圣贤 自称利以周章 反位笔和乖利 利同利 花钱月下 血淫诗而经销洒风流 蒲上桑贤 作邪屈而炫辞华艳利 无名铁 无名铁 暗中放箭 伤笔快我胸怀 两变刀 纸上行兵 杀人不见血流 流本座左水又腻 道颠情罪 折腕下以搓挪 因害中凉 甲笔尖而排挤 笑图血语 扣脚手撕 细写贤文 暗扑的气 习明明之字 人所义之 习默默之书 谁其着意 此称还之杜虫 实名教之舌退 世子之清剑如斯 渔夫之污秽 何记 智若 胡墙贴壁 表窗风谈 孩子学书 大人人之乱执 远人记杂 渔被随去风寒 观明利益 老幼富难 抹照尘而事物事成 扫之分堆侧道 照成童桌等 玉年节而贴连贴队 熏处马圈牛栏 便撒尘埃 只因破利破碗 抛残向路 更有避盖避蓝 卧背做尘之为 赶书号而难复免请 会物卑气之剑 且化字而屡见取叹 此等斑斑流弊 书难依依被谈 谈本座谈 最恼 妇人女子 奴婢 奴婢 避避玉婆 造罪不少 作孽犹多 夜裙带儿戏金钱 步步听叮当之响亮 家花样儿装自本 时时窒息腿以妈撒 国宝戏腰为之计 神仙悬帐木之窝 仙童仙 挑颈字 挑古诗 明府寇除阳寿 秀八仙 秀王母 神明田怒浅喝 抹罩包物 获残书语自制 才衣简库 连字脚以消磨 简铜简 巧装万字于邪履 万佛福 其之回闻于灵罗 回道福 工匠男女之仇 何堪着法儿术 世术农商之重 孔江遭暴于陀 陀铜铜铜铜 驴野 公师之最东军办 妇孩之旧家长和 一时难庆诸般毕 万缕烟熊会建模 家 颜念几词 太习银额 乃珠子 绝志堪家 此心可许 读书有见于私 集会特邀同律 果实见以攻行 将神喜而服辱 将神喜而服辱 残鞭断简 不沉默于拟图 经张欲轴 当破格而西语 辽辉管而作丙经之文 遂染间而为习字之序 回 家 家 家 五千一百一十一 六千一百一十一文昌帝君借银文 家 六千一百一十一文昌帝君欲海回狂宝训 家 回 文昌帝君借银文 盖文 涅海茫茫 守恶无如色欲 尘环绕绕 亦犯为有邪淫 跋山盖世之雄 作此王身丧国 秀口锦心之事 因滋败结灰明 始为一面之差 遂至必生莫熟 何乃迎风日赤 天理伦亡 以当悲当汉之行 反味得记 而众怒众见之事 天不知修 堪淫词 谈立色 目注到左交姿 长段连中窈窍 或真结 或疏得 可敬可嘉 乃继幼儿始无完形 若婢子 若仆妾 以怜以敏 竟是逼儿致殿终身 既令亲族含羞 有始子孙蒙够 家 姊姊 总因新婚气酌 贤远宁清 岂知天地难容 神人震怒 或妻女惆怅 或子孙受报 绝四之坟墓 无非好色狂徒 妓女之祖宗 竟是贪花浪子 当父则御楼消极 当贵则金榜除名 吃账 喜流 大屁 身遭五等之珠 珠有作形 地狱 恶鬼 畜生 莫受三徒之苦 从前恩爱 至此皆空 昔日风流 而今安在 与其后悔于无从 孰若早思而误犯 奉劝青年烈士 黄卷名流 发觉物之心 破色魔之障 芙蓉白面 不过戴肉骷髅 美艳红妆 乃是杀人历任 纵对如玉如花之帽 长存若解若媚之心 为犯者疑防失足 以犯者物早回头 更其辗转流通 蝶香化岛 蝶又作蝶 必使 再在其归绝路 人人共出迷惊 则大恶可除 百邪自习 灵台无智 世荣垂远以 回 家 家 家 六千一百一十二 文昌帝君借银文 以 回 圣意 银之为害 大儿流祸独野 燕卓皇孙 汉座英之将近 龙胎帝后 夏亭游士近衰 新台座儿会激张 强词歌儿丑身者 情挑灵穷卓女 空一万世击平 诗迹销似崔英 徒作千秋笑柄 贪欢至极 寿俭寻令之机 鱼色隐身 憔悴攀郎之病 梦绕翠为锦杖 抛雀黄卷青灯 情迁情守鹅眉 气壁银窗雪岸 附加其于碎事 岸中独网 婉然穿鱼之行 贱密约于空房 尖锁双晴 炫作吞刀之鬼 阳则有王法之珠 阴则有鬼神之急 或洗流 或吃账 或搅斩 包肤伤之 受尽许多献报 洗本作图 或剑术 或刀山 或游顶 戚风惨月 南逃无限阴行 席之握柳棉花 欢愉有吉 金则呼腾叫痛 解脱何时 起枝 流水桃花 长段情多流软 忠诚哭去 行云送雨 魂迷梦里相亡 总数仇阴 亥及当身 磊言莫尽 祸夷后代 庆旨南书 女为昌儿席未继 以门献笑 风流寨 加倍填海 子则绝儿孙则灭 荒种孤眠 奸淫抱一场酷烈 夫 富贵之辈 深享厚时崇高 都怨泪劫修来 练此片时之乐 净舵前功 贫贱之人 日寿忧愁困粹 皆是前身造酒 徒资请客之欢 月增后乏 少壮者前程甚远 英女色而不耻 不耻是灵 身败名裂 持目者光景无多 为贪淫而传归死路 古话行销 何如苦海回头 西若爱何登案 世名谋好耻 不斥骷髅 赌炫浮 心装 亦如震毒 为鬼神之急 对笔书而不动邪心 聚王法之珠 处暗示而不心欲念 品行无残于欲解 性名字者于惊寒 适则 欲之所厚望 而众其已 回 加 加 加 6113文昌帝君借迎文 丙 回 文昌帝君借迎宝训 文帝垂训曰 无奉精确至尊之命 于每月迎卯日 暗行风都地狱 考定天下 有众生之犯罪事实 见夫黑即如山 皆是世人一生涅暗 其间作恶多端 为淫恶之报 天律最严 奸人妻女 殿人归门 在地狱中 受苦五百节 方的脱身 为罗为马 又五百节 乃妇人身 为昌味记 加 射谋造计 奸宿寡妇尼森 拜人操旅 在地狱中 在地狱中 受苦八百节 方的脱身 为阳卫使 工人宰杀 又八百节 乃妇人身 为古为雅 加 以悲乱尊 以肠乱幼 败坏级 大乱筷 还败致 在地狱中 受苦한 五百节 方的脱身 猥蛇 未属 又一千 五百节 方的人身 或有母胎中死 或在海豹中亡 毕竟不想天年 家 更有造作淫书 坏人心术 死入无间地狱 直至其书灭尽 因其书而作恶者 罪报皆空 方的脱身 淫书之危害 不可胜数 常有名归书源 识字之文 或绿窗骤镜 或青叶灯蓝 斩卷是之 魂窑破荡 不经浴火之焚 聚臣奔窃之行 至劫复诗节 真女丧真 更有聪明子弟 秀而有闻 一见此书 遂起欲想 或守迎而不至 或目挑而苟从 小则着丧圆扬 少年静哲 大则独乱伦记 不齿是灵 若福巧作传奇 当场演出 教习必同 背世淫态 乱人清操 不可胜数 知其根由 皆淫书所致 家 奈何世子 以素世之慧根 握七寸之笔管 不思有功于事 积福于身 屠造无穷之孽 干上帝之怒 自导于冰冤火坑而不絮 深可悲 也 回 家 家 六千一百二十文昌帝 军借口过文 回 自福善或淫之礼章 而积德类公之事出 明乎此者 故义之德之可好 与善之当位义 然而 香山还带 事出偶然 起尽十一经于道左 闭门却闭 原非邀遇 何须遇暗示之云环 唯有献钱应至 凭见能位 不费金钱 浮缘最大者 莫如借口过 犯口过者 于己无异 而遇人不浅 乃游弹都穴 既是井之席尘 而嬉笑挥邪 亦通人之窃病 比不过快一时之便捷 不知造百事之涅根 混名出儿子孙受其修 隐恶张而终身露其耻 高谈风月 听者因而倒影 妄论归门 好事从而废影 说凭见人之漏态 如芒拉其心胸 谈富贵者之为时 似刀削其面皮 领两人分诉之词 一舍论而争端我起 当彼此不知之事 一相闻而嫌隙我开 好谈滋味之美 是其天下之杀鸡 喜言惩恶之能 食饮人心之刻薄 以骂人而辱及其先士 书大度矣 以怒人而咒及其子孙 何态忍忽 凡言语之出入 祸福之攸关 苟认我为快心 即在人为福意 孤语有云 应杀口过 思速有报 舌风所及 触怒鬼神 必跌跌者 何苦以恶寝之虚谈 即终生之罪泪乎 至于偶然血浪 四位大德无亏 不知各斗鸡风 常智为言起信 甚有以翁习夫妇为戏谈 兄弟姐妹为取笑 言者习于不绝 听者奋味可修 非为亚道有亏 一切伦常有亏 若福离骨肉 缩真诵 献成功 人人君子 量数口不忍言 耳边吟书 蒲燕驱 造歌谣 学士文人 亦望欣慰共见 开活人之口 垂旧式之书 表扬忠孝 广劝贤于 为得越深 获报越大以 回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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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N1直接下载网页 纯文字 1缩小本网页 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 误错按 误错按X框 2在桌面 Desktop及荧光屏 空白位置 按右数 即建议菜单 3选纯文字文件 随即有意新建立纯文字文件 在桌面 4返回本网页档案 选令存新党 Save As建议小视窗 5选桌面 上栏 选存文字 新号Text下栏 再选新建文件 6按 储存按 确定是双级新建文件 检查所存是否正确 加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 试把整形剪下 网新文件贴上看看 恶意捣乱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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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N2直接下载网页 含控制码 1缩小本网页 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 误错按X框 2在桌面 Desktop及荧光屏 空白位置按右数 即建议菜单 3选网页文件 如缺网页请看假 随即有意新建立网页在桌面 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令存新档 SafeS建议小视窗 5选桌面 上栏 选网页 新号HTML下栏 再选新建网页文件 6按储存按确定是双级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 加 假先选存文字文件 Text 后改做网页文件 HTM 以视窗原本媒显示 Text斜线HTML复档名 显示方法如下 95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 隐藏复档名方框一案 95空白确认 转复档名完毕 可言录复9 98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 检视隐藏复档名 方框一案空白确认 转复档名完毕 可言录复9 并新建文件及显示 Text 按右鼠选重新命名 丁新建文件TXT键入123HTM HTM必须正确网页文件 加 加 显示网页控制码 一新建网页 立123HTM 转换纯文字文件 立123Text或123Duck 二转换方法看假以柄 三双集新建纯文字文件 三双集新建纯文字文件 立123Text 即显示网页控制码 Duck是Wordpad或Office文件复档名 避免使用 加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 试把整形剪下 网新文件贴上看看 恶意捣乱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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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M3乱码和分拆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文件超过30K 直接修改狠易乱码 恶意破坏 如做大量修改 请你分拆多个文件才修改 如做少量修改 请你反白整列剪下 勿用拖页方法 鼠标往左移置镜头 键键幅 键键幅 按一下 整列反白 编辑剪下 或按右鼠选剪下 往新开文件贴上 修改后整列剪下 勿用拖页方法 往原件贴上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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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赠 回 转赠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请小心 注意你所用之版本 如你用新版视窗 制成支磁碟片 1.4400万位元组 或可重写光碟片 RW 切物送给使用着旧版微软视窗的亲友 因为新版微软视窗会偷偷写入控制符 旧版的用了会捣乱磁碟机或光碟机 本人员用95中文视窗 最近购买XP中文视窗 我把95制磁碟片和重写光碟网XP修改 返回95使用时 95电脑随即不能使用磁碟机和光碟机之重写 盖茨微软竟敢炸毁我内心的世贸大楼 包正在那里 回 返回主网页back home 文昌帝君回天宝路 000使言001劝是张第一 002劝数人张第二 003劝正负到张第三 004劝静子到张第4 005劝和夫妇张第五 006劝木兄弟张第六 007劝姓朋友张第七 008劝僧道自重张第八 009中言 下载本网页 纯文字下载本网页 函控制码修改转赠 文昌帝君回天宝路6150 加 加 加 0级0 0级0 斜线 稼级 绸 斜线 絕级 旗 斜线 细 即 式 斜线 弦 鞭 迹 Fucking 鞭 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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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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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维统order 复自天律圣典 辅 承办台湾 台北线 土城市 青云路 406号楼 佛光堂 赠送台湾 台北线 土城市 青云路 483向6号 天德香香谱 电话02-2261-2465 02-2263-1007 02-2274-9986 容量26K 加 加 加 目录 寻找代号0 000使言 001劝识章第一 002劝数人张第二 003劝正负到张第三 004劝静子到张第四 005劝和夫妇张第五 006劝木兄弟张第六 007劝姓朋友张第七 008劝僧道自重张第八 009中言 001下载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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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 节节 人心变烈 夫何至于此极也 有才者 既邪才以灵人 更内恶而激烈 穷困者 既因平而败劫 有贵取而祈求 自观极明 先有存良心者 有本作有少 遍地皆然 和圣着法而树 成皇会策 汉流加倍 尤寻尘报 足痛利疲 沉奏纷纷 难以一时批阅 玉帝怒法冲冠 赤命各部官将 并令诸天同阅 文帝五帝诸圣 历尽汉前 难于一时叛弃 七日七夜 无有一刻烧闲 昨日叛弊 以将大节加增数倍 假银岁八月念三日 放神道 而毁灭法相者 的首级身折行 抵圣教位一端 而畅一端卫正教者 的吉诸坟灭行 废人伦 而畅乱纲记者 的披身碎骨行 是长上者 的雷火焚身行 畅一说而坏人心者 废证书而故身誓词者 诸大罪逆 教阴恶未有吉 皆犯天律不设之条 皆在及诸之类 家 若其他一切诸罪 有非常之罪 即定以非常之行 有不设之条 即有不宽之法 人心作恶教辈 上天加律游备 御帝赤令 诸神遵循 城皇设令 风火无停 雷霆关将 斩国无情 魔王领斥 遍布施行 使卫军将 刀枪杀人 恶人静静 自相残刑 祸君祸明 劫术注明 祸明祸君 皆在劫行 使相蹂躏 哭不成声 终而杀戮 万里无人 既遭蹂躏 便见天行 由不知神 乃更恶身 怨天不佑 遭此不仁 何不自愿 存何等心 若遭杀戮 由不知情 由向自卫 说他好人 如此等类 天罚匪青 必灭乃义 必觉乃清 非天必觉 人自灭身 家 无令地命 略指数层 是农工甲 个体几分 若说虚语 显罚必灵 若信思语 自寸自真 若无天道 事恶可行 若无天道 谁做好人 若无天道 坚恶长荣 若无天道 良善长平 死忠治理 守守思寻 思的治理 可以收心 家 帝君曰 凡人 日用饮食 言语动作 皆当惜福 不可过分 触己待人 存心形式 皆当平情 不可过分 疑惑过分 便折福至灾 五 为朕不交乐天 受赤元皇上帝 其显化也 皆凭英智德行 不假经其利益 以下当事 古今来 成仙得道 西圣西天 有白日非生者 有八宅非生者 再无知辈 以为其意 殊不知 真仙圣佛 都从伦常做起 无有他其 顾孔子 顾孔子教立四科 得行为首 富贵福云 恶不易也 便嫖取乐 足自是也 夫不易者 屈己求荣 贪婪致富 本源浊丧 天力稀存 无不知其将来 何如也 无经略提数端 以为是数解 加 加 回 001劝世章第一 劝世章第一 帝君曰 事必至道 乃未至是 独圣贤书 所学何事 其刻以聪明才是 废弃伦常 败乱刚记乎 身乎经之事 反顾之道如此者 灾及其身者也 经之事不堪问已 贫则望求 意图苟活 负则逝世 专行显读 失意则愿由 反畏无过 乃离私祸 得全则自私 遂臣此机 而纵觉行 知晓而思进取 献媚求荣 福顾天良之丧尽 为悲而望千身 逞能选策 惜连明命之伤残 贿赂赂而得高官 包进民间高血 赢源以应为职 搜阔地方下戏 若当大任 更有不可慎言者已 乃若 居几乎 质质 贾赤是清廉 得智者便初心 贪酷谜 已 处困 信逢提拔 转顺顿望人德 济害返家 亦获 冒词心读 专行诡计阴谋 口是心非 净做虚情假意 既从一端而为圣教 复感赤圣教为一端 既舍正学而屈默误 有反式默误为正学 会平神圣 俨然正直之高标 近习辟邪 宛若庄严之气概 至于尖道邪淫之辈 十恶五逆之流 已在天条及诛之中 尽属此辈特出之类 适风流避 莫可穷严 古道伦王 和圣悲痛 警劝 读书名礼之子 师族望本之仇 勿以天地难容之事 为遂心 勿以神人共怒之行为得计 辩情辩处 因人之造作以异行 为宠为灵 由己之气质而脱化 人非草木之无知 何得作痴迷而任性 身匪精实之坚固 何得干天怒而枉行 以血肉之躯 与天地反对 是由以夫妻之软 与木石相拼 夫本作作服又鸟等于归 以有限之精神 而快暂时之意 是由以一指之为薄 而就大火之烈焰 焰本作严 一旦祸即燃煤 勘律报将是其 纵而私时幸免 难逃后日循环 马铃牙而使收江 投江粉机 火辽缘而方铺久 身已焦燃 好救于灭顶之时 毁之何疾 呼天于灵为之计 或其能逃 信当未雨之仙 筹谋万全之策 返本缘而修性命 无铁所生 寻天里以正身心 莫乖绝念 感应数百事 条条知天律森严 英智一篇文 句句之善功可作 奸贪淫溺 从无结束之旗 忠孝善良 自有归根之日 无论小赐大恶 总不可谓 若有片善寸功 皆已永静 勿强势而屈说 终其身为名教之罪人 当觉悟已收心 修觉智慧天地之萧子 凡诸介免 南庆旅程 续耳思文 上旗自替 家 家 回 002劝述人张第二 劝述人张第二 帝君曰 农工商股 各营其业 已给身家 老幼富难 各礼其身 以足衣食 虽日用不可缺衣 而心地总宜存端 纵淫难以相离 而信天物须放证 分该富有 不欺心而才一生 树印贫穷 认算计而生人窘 为首分乃能奥命 其媚良可以瞒天 必自强使不受机 聚望求便堪肠 尝望求便堪长宝 家 经之人则不然已 居贫困不佳修补 更似奸贪 处富豪好往时才赔 欲加库克 珍租珍惜 则暗始加添 恨不利增倍总 顿货顿粮 则莫求疼贵 私欲碎胜数年 加四加三 利上利 滚折人丁田产 用钱用米 寇富寇 掺杂康壳沙皮 嗜邪苦寒 读记巧诗盘剥 贵某产业 狼心故事生辰 生辰本作灵盆 灵生也 为父不仁 书难备数 为平不义 更莫甚言 见父则产于 悉莫光而不知丑态 欲贵则成凤 献于慧而返绝扬眉 甚至 割他肉 扶念他平 志图肥己 害人命 纳贯人死 但故润身 越算越穷 越奸越困 神明主使 计较中空 稍得益于此 炫尸益于彼 暗中之遣罚不松 方害人而来 妇人害而去 各力之机关网用 得网力而生灾病 不以为亏心所致 乃以为运气所观 取非一儿被祸殃 狗能获幸免一招 极富欲在惊吓刺 招摇撞骗 福斯受报于他日 撩顾眼前 磕水敲惊 但求赞济于斯时 西之身后 上天许而富贵 但勤苦而自享荣华 天树助我困穷 苟中孝则终当发达 天本作大 与其舍正业而行显 等性命于红毛 何若寻天理以安平 得清宁而度日 见其无定分 赏发寻有权衡 寻尘燃也 习衣良而上减情 务农必蒙天佑 忠家主以朝信时 为宫定和神修 修必应也 情欲乃天地之所施 启荣资愿 造化随缘分之所欲 无可抢求 经商随未生财 不宜穷转恶算 作假元思致富 那堪设立居其 较尽私离毫毛 必有其穷之恶 巧使斗生称齿 恐生意外之灾 毛钱好钱 出入孤行撒赖 撒本座上卖下两重等鱼菜 贱或假货 交易专哄善良 纵然碎亦碎心 恶报前身走夜 即使赞风赞誉 或零难保身家 火道官非 灭前人归灭路 死亡疾病 横氏端号恨财 大厦高楼 转顺静尘瓦利 财东副主 而请必见萧王 败子败孙 偏产克财门帝 绝宗绝寺 多应薄得人家 石漏斧而救鸡 鸡腹救而申利弊 饮震久而止渴 可谓止而命早修 家 结结 悟图快意己之积谋 薄无穷之罪孽 不如留一线之余步 想不尽之欢心 谨劝大地苍生 普天赤子 广及疏力虚异 与夫心相补一 身悔悟之心 破痴迷之杖 弱者强 强者弱 异力循环 平转负 负转贫 十年心败 只要心田正直 虽平乏天必相连 若还意念奸邪 及富豪神当寇折 使奸巧而果富贵 则精灵必无窘罚之人 为纯善而定平寒 何蠢于亦有丰饶之辈 老魏催而少仙妖 修短谁知 精细在而明朝王 死身难料 修道善人无好报 难忘下烧 下烧下场也 须知首分有佳琪 中当翻身 加身本作玉片 万事由天主宰 树难立真 必身以意行持 命随心转 喜应喜 五倍也 修 必应也 加 加 加 回 003劝正负道章第三 劝正负道章第三 帝君曰 欲为风化 先正人伦 欲正人伦 先言父子 然必 父道正 儿子道乃敦 子道敦 则家心可望 为经之事 父道其先师矣 安问母道哉 逆爱不佳教会 则子习多成不孝之耿丸 酷克尔寡恩情 则父子反胃不共之仇敌 或奸邪淫荡 败德儿又坏家风 或忤逆凶残 失身而先标榜样 或弟兄福敦有爱 而惜加倍已参伤 有父母济溃孝思 子孙炫肿而悖逆 亦或爱常贤友 家庭皆真净之身 长子 盛则听禅偏思 门户少拥和之相 己不孝儿则子已孝己 书为格靴搔痒痒之谈 身为修而强子已修身 不义化丙冲击之相 梁公梁也 为其梁 身子自克少夫基求 好赌好嫖 为其好 产子岁下流于仓道 父见恶儿子重功 举世难逢 父姚帝儿子丹珠 即为掩饰 有子不教 等于马牛 为父不仁 知同禽兽 家 莫为 又小骨头上嫩 呆肠大放可从严 还提知事未开 似成人自知礼法 遂智 偷钱偷物 不识及时境界 反说顾家 打人骂人 网之从此教条 转夸能干 非戏专行暴躁 稍触怒则全族交加 即属一位慈良 随所欲而委屈向旧 夫 独大妄骂 既不足长期之能 由防至己已枪残 惯养娇生 必由此丧觉本来 更律者福而轻亚 几番放纵 习臣凶恶性情 自幼乖章 养旧兼顽弯弃智 小则生非惹事 以使前受弃之忧 大则放火杀人 酿破产青家之祸 献子弟于非位之地 何以对天地而见先灵 物而孙于不法之流 孔南镇家身而言宗寺 古印方家约束 不义持乎 家败使会从前 空怀汉矣 虽约子不用命 其则父所难辞 为人父者 大地如私 为人母者 更不忍道 皆乎 成仙人之四应 望子孙为后尘 作儿媳之温孤 当家庭之主宰 故如是其无道乎 家 无畏私事伤之 更不经畏私明劝之约 有子须当教会 教则诚实 话于全赖读书 读则明理 修身而端访表 无残其后成仙 正计已率家人 须作首先呆后 贤父必生贤子 古语皆然 逆子还产逆儿 此理一定 一家之心败 端在子孙之贤鱼 是乎教会 故 当教会则必言 处恩爱则以辞 不辞无以其其效 过辞事以长其交 不言无以成其财 过言反以伤其爱 伤其交则不逊 将未背逆之行 伤其爱则不详 恐有贤离之便 此语言相继 此刻销而且刻家 礼遇法兼施 此肯堂而有肯垢 趁因孩而施教育 则长大即为端正之人 当冲幼即有准神 则成人必是动良之子 读书有望 竭力扶持 未学无成 便当职业 勿容尽诸匪类 勿使清诸烂棚 勿认其达人骂人 免致打娘骂父 勿随其偷钱到物 免致偷遇到金 翁书须别贤疑 不可悲乌下见 儿女一般看待 勿求和睦一堂 尚无愧于双清 己笑则子亦顺 下无愧于一世 身修而加自其 为父之道如思 新家之机可不已 肯唐 肯钩 自能继父业 家 家 家 回 004劝敬子到张第四 劝敬子到张第四 帝君曰 若无父母 焉幼此生 匪赖取劳 孰能自立 一尺五寸 赤身果戏何来 三岁一周 白寿依谁而遇 一干就失 娘寿苦儿子享其安 子奔作子独 忍口四儿 子仙宝儿父犹未时 有时啼哭 父母常经虑已不宁 疑惑丽娜 爷娘则体恤而弥霞 子病而不愿子之难服 反愿再己之疏愚 清吉而莫顾清之吊依 为顾无儿之快活 清吉也 十月胎儿三年辱补 西辞万苦千辛 初学不择魁步不离 赶呼一时半刻 稍稍长大 略略放心 或务农 或读书 或读书本作而读书 或经营 或学艺 或学艺本作而学艺 费心血为子寻业 孔子或受饥寒 及经营替子挣家 望子将来富贵 选书女儿配家偶 勿求碎子之心 至良田以造华居 难满为儿之愿 在方便之门户 虽取邪教义 而抚育人费苦衷 处贫乏之人家 则用肚为奸 而养活更行彻肘 自方强壮 轻已衰残 自可不裁 亲何以靠 家 养男故已不易 生女输更多优 积母抱压 只习功夫枉费 阿娘养女 返愁廉价贴陪 袖朵挑花 兼训之兵待客 书头穿戴 幼教主愧持家 穿戴本作禅足 生归之爱席未忠 出格之离情负起 亦朝许自 忠未亦信之人 亦日归名 以若别家之客 千长千度 养育父之东阳 空亦空悲 惆怅怀之北怨 公姑豪父 那孩私父母之恩高 夫婿或平 则致怨爷妈之陷害 将女带清遍驱 古今能有几人 木兰替父从真 宇宙从无在见 悲哉盘缠儿女 双清之劳碌为何 苦亦泪坏身躯 垂老之平衣谁托 乃大德未愁万衣 而不孝兮只千端 为怀胎如济身 说父母为激气 福思今日之之事 皆由恩欲而来 悉知此各知屈孩 到底从何而有 享父有则为己有福 顿望创业艰难 当困乏则愿轻无能 不畏田园广致 纵能攻击 而怒言怒涩 常牵令以难堪 若遇使命 则推四推三 狠抵触而迷记 高年之怒未至 子习之怒先来 二老以孝相将 儿孙以恶而呆 或昆记分居另窜 弃父母于莫须有之乡 窜同躁 或归房爱子思期 置父母于无其乃之地 寒冬冷月 父母之饥寒不问 儿女之衣服先愁 岁结年头 儿孙之婚心不离 父母之养善反薄 婚肉欣慰 屈父母如奴仆 翻眼老人骨强 嫌父母若拓弹 转说时多作少 轻如介物 伴思伴吕碧孩 子若用财 千金百金应得 今日身强力壮 但知自己之盈求 一朝立就名成 那一席年之故父 亦获 烟花正礼 好财博而损父母之遗孩 赌博场中 荡天宅而败祖宗之产业 远出而望定审 在家一少庆温 庆吉良 灭绝天良 子道伦王以及 丧其根本 人伦颓坏如私 家 甚有 真父妾而颠倒刚常 犯法纪难宽之典 真通奸 逼树母而制令改节 干天律不赦之条 弑父杀凶最重 灭伦之急 欧母陆地感位 圆恶之魁 贤命妻而刻苦搓磨 使清暴痛 命吉法 恨老病而愤称咒诅 至清寒悲 轻在则冷落凄凉 侍奉曾无半点 清莫则欢欣喜信 真才不让毫离 想象形容 南庆乖章之状 剧情书罪 莫穷忤逆之名 家 依稀 人而不弱禽寿 网字须生世上 必则通乎世述 劝臣为己彼端 旷袭日之青年 不免坐今日之白手 则今日之小字 安之不为后日之老温乎 眼前之点滴不差 画上之葫芦照样 此即为人子 将来必为人亲 而若能孝亲 自然有人孝儿 故 我孝亲儿子孝我 如众瓜得瓜 亲养子儿子养亲 若借账还账 我儿不孝 使父母知其忘义空 子儿无良 则我宫之中老何靠 将我宫望子之义 彼无亲望我之心 由私以观 开心发悟 趁亲在儿生笑念 勿望爱日之臣 体轻易而尽孝思 免报中天之恨 不论储家贫富 及疏水可以成欢 只要使清安然 则菜根一堪尽道 随力量而出 何必为难 若永久已行 自然无欠 触官赴双母 被作真臣 纵过济下堂 游宜恭敬 年高老麦 血气衰而难于动作 体恤流星 冬日夏天 寒暑别而淡于炎凉 随时着意 执轻愿而私应对 官己子则愤恨全消 见轻过则必隐藏 皆无成而己见义感 从致命不从乱命 当便又必从全 隐清非误注清非 灵机总宜中理 寻伦理而顺天道 岂为息顺息贤 公子之以报清恩 更可承仙承佛 更可承仙承佛 公罪彼端难庆 人各自裁 孝逆案有明真 君其猛醒 溃因溃半步也 连因廉嫁状也 庆因敬良也 真吟也 上吟曰真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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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005劝和夫妇章第五 劝和夫妇章第五 帝君曰 夫妇之道 贵在能和 男女之轮 总已有结 无后顾不孝之大罪 贪淫义赴宗之大罚 相敬而不相为 诗歌好和 如天而父如地 一别尊卑 无反目以乖离 自同心而何德 然而 伦常所系 抗力原因鹤意 人事不齐 缘分则有深浅 冤家仇怼 都由宿孽造成 家偶良缘 本字前身注定 痴难取蠢腹 休闲仪式模糊 才子配家人 为问己身修姬 或红颜命薄 不欲聪明标志之夫 或秀世运乖 偏遭磨母傀儡之父 一男娶属女 多半痴生 一女嫁己夫 指缘分浅 孤平生白屋 嫌一攀豪贵之家 娇媚出诸门 或下是寒酸之子 窑窑 遭恨暴而欲轻挑 俊秀书身 逢颇汉而直度恶 夫强欺弱 欺毙重伤 夫弱欺强 夫将受辱 家 疑惑 良人早逝 妄门空怨寡官 征服远游 两地常怀相逸 冤央竟偶轻一旦 顿教必是孤单 红罗帐方定百年 疏尔半途摧折 是天下不平事 处情多感伤 乃月老欲定来 明里何皆叹 虽是贤 有不满之愿 而树内 无错过之缘 不居在嫁同婚 前因早结 继数同亲共辈 乖利陌生 今知夫妇 正有不可胜言者已 取妻专求美丽 不计嫌于 许字误选家财 纳斯成败 夫风流浪荡 绝少成财 妇娇媚妖 多无妇得 贪淫好色 识男子浊丧之眉 立福艳妆 非妇女归门之福 纵大轮 不可清费 其正礼 而可全抛 乃为夫者 既无作夫之仪 安能交妻 而为夫者 以少敬夫之德 燕望祝福 非贤平已重婚 及憎丑而另取 容颜若失 调情色而淡意调 淡本作根 账为偶乖 抱琵琶而上别传 贫寒不愿命徒 而愿爹娘瞎眼 吃丑味甜修造 而甜媒朔狂言 甜增 因妻不遂无心 反恋也花而迎荡 恨夫不如己愿 私隐外情已迎奔 甚有毒杀亲夫 甘法身遭行献 岂无善处命妇 气轮报应循环 命妇法妻 若四妾若三妻 因增爱而至身妓害 或作妻或作妾 度冷暖而狠下肩谋 狠同狠 难以荒淫妇宗 女已妒及展四 此被造孽何及 私人应及无待义 家 甚有 其逆翁姑 夫返顺妻而抵触 夫无父母 妻转住夫已凶残 弟兄伯淑之贤 缠口长舌 周里姐妹之计 独一狠心 真财力而狼狈行凶 性应豪默 为儿女已猜一酿或 辱吉二人 家庭多斗狠之身 为整判有妖狐之父 门第少拥和之气 因堂前无刚正之夫 送妻儿乖骨肉 顺妻儿逆父母 送本作教 乃为禽兽之群 缩夫已背刚长 祝夫已败轮迹 直同苟智之辈 此非夫妇何顺之道 食夫妇相继之恶也 若福 曾貌丑而贤客 恨连薄而渐如 灭绝恩情 恶吃蠢以乖离 愿家贫以外心 四行颇裂 懒惰而不操忠愧 或账娘家之事 或逞汉恶之行 暴躁而迷念糟糠 或是弃血之强 或动粗帅之力 过错不查真伪 折凶殴是杀而休 嫌疑不问时需 炫放自以灵已如 自本座上卖下两重等于柴 异弱 嫖度倾家破产 暴气横家于法期 风流水性洋花 黑心暗设于夫子 账为遗迹 家世参商 日夜失和 魁违反目 此又非夫妇处处家之阵 时夫妇不和之过也 夫 兄弟不和人必欺 夫妇不和家必败 故有名震 人何忽诛 故 夫抱七痕 从无心起之道 夫和妇顺 必有发达之旗 夫若贫寒 必立柱以旗足用 夫妇则己亦妇 夫如浪荡 必善劝以使回头 夫贵则己亦贵 父愚蠢而度恶 善教悟命平和 七贤淑与殷勤 善待陌生即可 夫以为贤而身份 夫以一心而相为 夫相律而被逆双清 夫志愿而变身一世 夫听枕边之状 而贤庭为 夫闻门外之言 而真堂傲 有过相解 有善相成 罚四而取夫妻 物斩丈夫之四 有恩当念解法 物为狼独之行 美丑言吃随其缘 富贵凭贱听夫命 穷通得师父之数 何何恭敬同此心 为夫者以义为首 以礼为节 为夫者以柔而就 以静而将 恩爱不赦于偏思 刚柔不师夫中正 高堂课 高堂课尽其奉养 昆帝不外夫有功 处长则写礼烹调 处辩则平情忍让 中温且会 请访客家 请访本座干股 唱随歌和乐之音 凡四眼中思之情 则得已 以静而将 将 持也 注骨 挂象之一 有枕壁治乱之意 及持家有道也 注骨 喷上虫也 有欲残女之之意 注骨 喷上虫也 有养毒虫作巫术 诅咒仇人 之意 注骨 惨 何乌 一 两字本意正面 后便反面 加 加 加 回 006 劝慕兄弟章第六 劝慕兄弟章第六 帝君曰 同胞共辱 一气相生 比喻如今 有天共带 有天共带 莲珠有吉 花二尘鞭 彼安 追堂地之悲 敬秀 养无童之地 江家大辈 将家大辈 修真百事之祥 填世三经 瑞协一门之庆 协本座左口右时 入境宫之礼 孔怀溃绝系强 游连让之将 既西残资 寻福 如手如足 居常以忍让 魏仙 吹熏吹迟 处既以恭敬 为主 既敦有爱 何起自衙 精知弟兄 不如是以 禽兽居心 舍歇成性 钱财若命 骨肉如尘 不婴儿女 以参伤 即为天宅 而仇敌 立心深处 则父母昆帝 如对敌 以交锋 汉姓发食 将伯书孤章 折谩骂 而相苟 何东师后 七丈夫 而家庭心 斗狠之端 证判阴身 或杜妇 而门第 起竞争之变 分窜 而思顾己 智双清 于冷落之乡 窜同造 同锅 而积私方 怀因恶 于暗昧之计 交外人 则有戒有患 处至清返 无意无情 克二老之养年 徒一身之保暖 胸位不道 包裙计之之高 帝若不公 去诸昆之财 或 一强一弱 辩见高低 有负有平 及分冷暖 妻子若有呼唤 非侧耳已听 及笑面向盈 腹胸烧或差池 匪力深以灵 则破口而骂 匪灵同非灵 清尚在则判彼此 清财眉则剖家资 毫莫不平 则寻戏而生祸 私离为何 或构送以弃冤 推欲得之心 不满怨不止 据抢求之意 扶遂怀扶修 凶得多 而帝难干 帝有余 而凶必分 亦或 帝不财而败家受困 扶自立 返恒赖其凶 凶欲势而破产至平 善绝尝 碎腹骗其地 小则口舌斗殴 大则刀斧杀伤 时而暗算阴谋 甚至轻亚毒害 以追刀之小利 灭天险之大伦 为身外之福才 望堂上之义本 呜呼 是由未知人呼 知以敌与情受之不如也 夫 见识相呼 沉积有有武德 未知不识 一犬上提二难 路的草以寻情 以得识而俱重 吉林明则首尾相应 红燕飞则次序有行 人为万物之灵 乃返为万物所孝呼 朱世傅 强分田产 呼报病而入九泉 张其贵 顺其逆清 被雷急而遭双阵 庄雷谋直 田广兴 知险报惨然 雕夫亥帝 唐秦氏 知福朱可谓 狂 死身有命 富贵在天 修短谁知 成败难料 恐 财方到手 鹅儿财散人亡 世始碎心 转眼世败家破 黄蜂酿蜜 蜜臣而人的甘甜 甘雀嫁朝 朝旧而揪来狙击 贪谋者 有几人结果 奸巧背 终枉费心机 强占兄弟之财 深境则财产人属兄弟 勿听其奴之诵 罪重则行罪不及其奴 与其网造孽 而灭伦长 何若悔前千 而敦和好 无怨 世数军名 记忆百宫 扫书 招敬众之仪 周礼 这共和之意 姐妹 雅珍兰秀 不残灵下之风 宗卿一堵鸟罗 当如则底之礼 勿效贾家之三胡 宜追寻士之八龙 心聚一堂 修让三珠五绝 花莲和谱 赛他莲碧双珠 忽帝以君 有肥仙而可治 敬胸如父 方卧起以私童 无起嫌疑 无私财祸 无暴客眉之计 无迷眼鼻之禅 无因些小以成仇 无够竞争而结怨 请喜请认 有今世再无来生 世射世头 思小时仍如此日 江系强 而炫玉外物 到底骨肉未清 有极难 则己应申求 总出本来致性 共卫顾盼 高唐族的欢欣 相遇提携 貌性自然龙胜 绰绰有欲 举世若逃离之方圆 疑疑自如 百事不繁衍之乏月 蓄树 蓄栽昆计 体词全体 熏音轩 虎音池 吹熏吹虎 两种乐器深调和谐 玉兄弟和睦也 鸟螺 清气也 寄生护赖也 加 加 回 007 劝信朋友章第七 劝信朋友章第七 帝君曰 有意义和 贵在酒横 交以幸福 总以赌食 道德以为风骨 真诚以这灰光 松波比其坚真 知蓝同其气味 孵然则 耳神于气 异性眼若同胞 我怀子情 死生可以同日 故 肃香知己 曾赤松以世心 亦恰望年 至白水而惊信 断经赞同仁之力 何三世犹豫之疑 赤袍连固有之寒 道喜喜之音之欲 清眼祭时 何妨如鸣鸟之球 百发游心 自拂笑古风之气 何乃 交风静竹 古道轮王 匡扶无管报高峰 静重寡雷成雅逸 力教资珠 戏故师当初之前犬 心怀机械 为贤沉默解之冤仇 或由借贷无常 索取因身愤恨 或未交由不慎 够岁岁令分离 或 当年数学无一 信或同仁见拔 一旦余力在手 顿望昔日提携 力本作须 亦或 毛巫速寒 凭剑堪同患难 华堂乍起 富豪炫义情形 平居称默逆之交 有故毫无救助 迎面坐清心之态 转身便使机关 笑里藏刀 灵府之间惨可畏 暗中放剑 严嵩之郎独勘田 杨左之生死相同 环中有己 桃园之地凶结义 桃园之地凶结义 世上难寻 家 结结 黄金多而结交乃生 何堪挂齿 挂同挂 行路兴而然诺赞许 起足为人 起足为人 离群所居 以示胡偷之辈 欺群害重 游位苟道之流 有妇己平 暗藏 暗藏几度之怀 暗藏几度之怀 书为不义 有凭己腹 绝无周济之念 世为不仁 若交易 若淫位 包力而私己 起事良朋 又嫖赌 又贪道 涉敬以害人 职位损友 脱妻子而动美 无意交朋 既财或以欺瞒 何拥取有 交情至此 言之气下属行 朋友如私 血稀比穷短志 是东海之浩瀚 不足比会俗渊深 养泰山之摧违 难以方事情险兮 铁石心而慈黄口 举世何多 君子貌而小人行 环曲有伴 孰如后尘 分宅之意 谁是张辉 正古之人 王贡淡官 古世托之空论 肖诸解手 细末语已相寻 摩肩之雅逸喊逢 稳景之结交先见 家 无怨 欲中种树 海内群离 画偷薄之风 敏持物之俗 物以始复中平而一折 物以先荣后辱而一心 物以一复一平 而区别相待 物以一贵一剑 而高下其情 物效载痞之禅无缘 生贵折望着盖 物学成于知习章而 未尊转世一非 物赞密而久疏 物生疑而起信 物赋恩而备得 物抱怨已结冤 终始一心 平复一致 而无我诈 我无尔虞 绞日以始其至 执嫌已硬其行 如地如堂 相须已道 如手如足 相律已人 观摩砥砺 功过相归 朋友之道 竖乎敬以 合三 聚合也 加 加 加 回 008劝僧道自重章第八 劝僧道自重章第八 帝君曰 两仪照判 道教开仙 三教并行 禅宗称哲 封仪住下 老君道学渊源 教本昔来 佛祖登传印证 天人仪管 包罗道德五千言 法葬三圣 体悟金刚四巨迹 古 世周问理 孔子 孔子游诗世夫老丹 入藏请经 唐主特意传呼试典 古今来 飞升三千 八宅八百 皆游思道已通玄 原济十足 正度八佛 因入世门而觉悟 其 入世门者 有帝王 有清相 有世术 世门乃真以不二之法门 由思道者 或作佛 或身仙 或成真 思道即超凡入圣之大道 含元报一 则无如刻己赴礼之功 见性明星 乃中庸穷里尽性之学 既游思道 正好修真 已入世门 便当守戒 五湖四海未尚课 十周三岛号清流 其品最超 其行最上 端其品盖 比圣贤之修 审相同 简觉身心 与世子之操存病重 眼观寺院 无非脱足之躯 经典告章 即是修行之境 口十千家饭 颗粒皆施主之高知 首用十方钱 分文君善人之骨血 由世观之 诗祖师之常著 正宜积勋 行以仇恩 用弹乐之钱财 当思免情 劳而报得 何乃 真空畏物 障碍不除 披如来之夹沙 莫解花言之妙地 代太上之宝号 网之清净之真权 花酒审谜 偏及神仙未屈说 性情粗利 者与常人而竞争 道愿僧房 绝少清真之子 禅堂经舍 书多会慢之行 胡混潮潮 罕见经文之送席 偷闲日日 书餐子五之功夫 以佛脱身 上士迎钱如命 出家学道 指图日用三餐 挑达清福 不思自重 乖张隐辟 为小归真 好败丛林 辱修门户 假明目而四方目化 设法门而火供敛财 瞎牵瞎而盲隐盲 师徒坏其榜样 尖卖尖尔 鬼倒鬼 吕半真玉当家 女官幽尼 不识大义者游圣 妖森也道 干犯清规者越多 家 甚有 造邪说已乱人 妨碍呼大中至正之道 习艺术而获重 一棒于广大利益之门 邪者去而振者遭殃 挟者羊而弱者受祸 碎至 造孽之种 盖至佛老位一端 狂妄之徒 感谢羊莫乌大道 家 乌乌 弱儿忍者 十大道之毛贼 陈三教之罪人 天地所不容 鬼神所供给 身无结果 死有余孤 可惜灾 可痛灾 家 夫 太上仁慈之道 即孔子忠树之道 世尊 世尊般若之功 吉辱者性命之功 行机虽疏 而功用则依 驱途虽易 而止境则同 周流贯呼古今 广大包呼天地 毁之何伤 灭之长存 伤本作序 其凡夫百年有境之身 而能傲圣人一劫不坏之道哉 呜呼 世尊左翼 然所习者 出家不求悟道 徒敲醒梦之中 薛法未小修身 妄及经心之谷 起 古能经早目饮食之心 难经早目修审之心 中能醒子夜眠寝之梦 难醒子夜眠持之梦乎 五 是以经心之谷 而经修审之心 更以省梦之中 而省行持之梦 梦即省 则知行持之墨谢 种药而养灵之 心即经 则时修审之物荒 产草而栽圣果 果熟而献诸如来之作 圆震菩提 知香而采入六一之炉 炼成蜀蜜 喜六成而静静 扫八垢已皆空 勿身退悔之心 着力精进之志 勿导营销之席 勤参子五之功 勿因花酒已省迷 勿为迎前而芒昧 师徒屡伴 勿自荐而被人灵 客颂戒归 勿武慢而忘干犯 常作寄人利物之事 积得类功 默契损人利己之思 于贤荡检 无论住妙游方 只可随缘度分 不计自甘试破 一般颤罪补迁 炼旧玄珠 超三界而登上品 助臣设立 得六通而镇莲华 九万扶摇 来去云尘之客 三千世界 逍遥洞府之仙 圣人无两心 美求尽视而度 黄天不爱道 常遇待人而传 躺有真诚 力或感应 能全道德 急得升天 原来道不远人 本自人之为道 只有人妻此道 绝无此道欺人 若言此道欺人 则是无天无地 无怨入空门者 当自重 物自轻可也 当自强 物自物可也 弹乐 施主也 施主也 家 家 家 回 009中言 帝君曰 俗必万端 难以穷极 无语观凶 草刺八章 不过略指大概 人能逐一体贴 人能逐一体贴 不以无言未差额 凡章中所言 善则从之 恶则改之 立即猛醒 可逃 可逃末节 可逃末节 若游 妄自逞乖 不加检查 纵四性情 执迷不悟 孔冲结束 报不远已 躺烧有幸根 未尽泯灭者 每家至此保禄 每日展念书过 立体而恭行之 其功德 甚比寻常千万 不可思议 家 和和二仙 赞约 欲把天心晚 先从二俗山 雾迷尘世网 常困立民观 朋友交一度 夫妻事莫艳 弟兄修泽泽 父子物玩玩 艳本作左口右言 强暴招灾祸 千功免傍善 但财情若睡 聚色智如山 性尽神安逸 心平易自贤 耻同寻世犬 辽学放龙贤 八德能常领 三千变不换 开谋看保路 肃性破偏千 左口右言 阴言 真业 家 贵公司录 李真君 记 保路八章 智力宣扬 王臣诏述 体质为常 客中俗臂 顾眼身黄 文臣偏体 具作坑腔 日食佩服 必是勿忘 遵行不待 祸福无疆 回 完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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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N1直接下载全部签文 纯文字 1-缩小本网页 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 误错按X框 2-在桌面 Desktop及荧光屏 空白位置按右数 即建议菜单 3-选纯文字文件 随即有一新建立纯文字文件在桌面 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令存新档 Save As建议小视窗 5-选桌面 上栏 选存文字 新号Text下栏 再选新建文件 6-按储存 按确定是双级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 加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文件超过30K 观看十部分乱码 试把整形剪下 网新文件贴上看看 恶意捣乱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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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N2直接下载网页 含控制码 1-缩小本网页 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 误错按X框 2-在桌面 Desktop及荧光屏 空白位置按右数 即建议菜单 3-选网页文件 如缺网页请看假 随即有意新建立网页在桌面 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令存新党 Save Us建议小视窗 5-选桌面 上栏 选网页 新号HTML下栏 再选新建网页文件 6-按储存按确定是双集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 加 假先选存文字文件 Text 后改做网页文件 HTM 以视窗原本媒显示 Text斜线HTML复档名 显示方法如下 95-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隐藏复档名方框一案 95-空白确认,转复档名完毕,可言录-9 98-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检视隐藏复档名 方框一案空白确认,转复档名完毕,可言录-9 并新建文件及显示,Text,按右鼠选重新命名 丁新建文件Text键入123HTM HTM必须正确网页文件 加 显示网页控制码 1-新建网页,立123HTM,转换纯文字文件,立123Text或123Doc 2-转换方法看假乙柄 3-双级新建纯文字文件,立123Text 即显示网页控制码 Doc是Wordpad或Office文件复档名,避免使用 加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 试把整形剪下 网新文件贴上看看 恶意捣乱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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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M3乱码和分拆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文件超过30K 直接修改狠易乱码,恶意破坏 如做大量修改 请你分拆多个文件才修改 如做少量修改 请你反白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 属标往左移置镜头 按一下 整列反白 编辑减下或按右数选减下 往新开文件贴上 修改后整列减下,勿用拖页方法 往原件贴上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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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赠 回 转赠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请小心 注意你所用之版本 如你用新版视窗制成支磁碟片 1.4400万位元组 或可重写光碟片 RW 切物送给使用着旧版微软视窗的亲友 因为新版微软视窗会偷偷写入控制符 旧版的用了会捣乱磁碟机或光碟机 本人员用95中文视窗 最近购买XP中文视窗 我把95制磁碟片和重写光碟往XP修改 返回95使用时 95电脑随即不能使用磁碟机和光碟机之重写 盖茨微软竟敢炸毁我内心的世贸大楼 包正在那里 回 返回主网页back home 下载目录白话道德经报告 630a html老字显影图 01关102关翘03安民04不营05手中06股神07无私 08弱水09持盈时 选得11须中12未复13重乳14道计 15不营16负命17支有18四有19朴素20十亩21从道 22报移23同道24不处 630b html 25混乘26资重27席明28长得29自然30步到31贵佐 32支指33竞己34成大35大象36为明37无畏38处后 39得140反复41闻道42冲合43至柔44支指45清静 46支足47天到48日损49得善50生死51尊贵52首母 53大道53大道630C html 54善见55含德56道贵57治国58查阵59长生60治国 61位下62道澳63无南64服务65悬得66江海67三宝 68不增69用兵70怀愈71不病72未威73天网74厮杀 75贵生76柔弱77天到78水得79左气80不喜81不羁 家 家 家 白话 白话 道德经630A C C 前言 注识不明 注得不明 原版不明 印证太已经先到场 地质香港 九龙 深水至 青山道127号阁楼 电话 2729 3319 姊妹 另有老字经典善书太上老君 容量 92K 公务 欢迎修正 山改复制 家 家 家 00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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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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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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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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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报义章第22 023同道章第23 024不除章第24 630BHTML 025混乘章第25 026资重章第26 027习名章第27 028常德章第28 029自然章第29 030步道章第30 031跪左章第31 032之指章第32 033竞己章第33 034乘大章第34 035大象章第35 036为名章第36 0375为章第37 下篇 038处后章第38 039的一章第39 040反复章第40 041闻道章第41 042冲合章第42 043至柔章第43 044之指章第44 055清静章第45 056之足 1047天道 1048日损 1048 1049得善 1049 1050生死 10 1051尊贵 1052守母 章第52 1053大道章第53 630CHTML 1054善剑章第54 1055寒德章第55 1056道贵章第56 1057治国章第57 1058查阵章第58 1059常生章第59 060治国章第60 1061卫下章第61 1062道奥章第62 1063无南章第63 1064辅物章第64 1065玄德章第65 1066江海章第66 1067三宝章第67 1068不增章第68 1069用兵章第69 1070怀育章第70 1071不病章第71 1072卫威章第72 1073天网章第73 1074厮杀章第74 1075贵身章第75 1076柔弱章第76 1077天道章第77 1078水得章第78 1079左气章第79 1080不喜章第80 1081不积章第81 6801 1096 1084 1150 10・・・ 11 学以字隐 无名为物 周昭王二十三年 驾青牛 过韩古关 至关 官令隐喜曰 子江隐义 强为我著书 于是这道德经上下篇 共五千言 乃去 莫知其所终 本部以宗教名 自东汉章道林 以福禄尽咒之法行事 乃有道教 教名之力 奉老单位教祖 其者亦包括如是之精髓 而道者 乃其所称谓一定之理 由道路 为人所有也 其只为 报夷 报义者和 即得念 得化 得行之得尔 其道非他 乃道本于得 非得则非道 无得则无道 故道德经上下二篇 为后世宣扬的教者之楷模 唐德宗时 柳诗魂 唱名德教 尊崇老子为教祖 而奉行教化 普及人间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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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号A1 保告警号A1 道祖保告至新规命理 随方设教 历节度人 为皇者师 帝者师 王者师 甲名一号 历天之道 得之道 人之道 隐胜显凡 总千二百之官军 包万亿众之泛器 化形金骨 这道德凡五千言 主卧阴阳 命雷亭用九五术 大悲大悲大愿大圣大慈太上老君道德天尊 家 家 家 零一 零零一观腰章第一 第一讲道与明 道可道 今天由我来讲道 那么道是什么呢 道这一个字 是表示宇宙 万物尚未形成之前的真理 也表示虚空之间 一切有形世界与 无形世界的能源 因此人类是难以使用语言与文字去形容它 去描述它 可是 世人却偏偏喜欢以语言 或文字去表达这个道 而穆说的 很多很多 非常道 依我看来 这只是口头之道而已 因为这个道 如果是可以讲出来 或是形容出来 就不是真正本来的道了 更不是永恒不变的道了 因为讲出来的道 只是描写与形容而已 与事实毕竟是距离很远的 比如说 一张桌子 就是一张桌子 你就是巧夺天工 画得跟真的 一样 毕竟还不是真正的桌子 这就是 本来的东西与形容描写的 差别距离 可是世人就是这么顽固 喜欢门户之真 都去强调 我们才是道 你们不是道 而且每个人所强调的道都不一样 更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横突与矛盾 因此 我看到这种情形 才发觉到 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 已经不是真正的道了 因为这只是形容与描述而已 而真正的道 是无法形容与描述的 就好像是加木尼佛 在金刚经谈道说 我说法四十九年 实在是 没有说法的 如果你们以后讲 我有说法 就是在毁谤我 由此 可知 是加木尼佛对道的体悟 也是难以使用言语代替的 所以 修行的人 如果自己不去体悟大道的话 只想依靠别人的说辞 像这样的了解 还是离道很远的 明可明 明这一个字 是指宇宙万物 还没有形成之前的名字 那个时候宇宙 万物 都没有名字 可是没有名字 才是真正永恒不变的名字 一旦到了 宇宙万物变成有形体 可以看得出来 又可以摸得到的 时候 人类就会给它立个名字 可是这只是人间的巧立名目而已 非常明 因为万物是经常在变幻更改的 因此这个名字也就跟着变幻更改 譬如人的名字 随着人的死亡之后 这个名字也就跟着死亡 所以 有名字的称呼 都不是并不变并不变成非常久的称呼 无名 天地之始 所以说 没有名号即没有名称的东西 才是天地之间的原始 有名 万物之母 照这样说来 称呼与名字 不就像万物的母亲吗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角 角同巧 所以我说 人的心灵在轻轻静静 连一点欲望也没有的时候 才能 观察出一切万物的本来面目 如果在心中充满欲望的时候 所观察 道德 只是万物的外表而已 此两者 同初而易明 痛未知玄 玄令本作源 以上两种人的心境不同 所以所观察到的事物 当然就有不同的 见解与看法 这不是很玄吗 玄之又玄 玄令本作源 在如此玄称之下 如果我们再深入去探讨的话 便可得到更玄称之中的问题 你相信吗 中庙之门 所以我说 研究到这门学问 的确是所有玄妙之门中最玄妙的了 你说不是吗 加 加 加 零二 零零二 零零二 观俏章第二 俏令本作角 第二 讲相对论 天下皆知 美之唯美 思恶意 假使为了表现美好的形象 就一再去虚伪的巧办 像这种作为 难道还能算是美好吗 皆知善之为善 思不善意 如果只是希望行善让别人知道 才去做善事 那么这种行为 还能算是行善吗 故有无相生 因此凡是没有 有的感觉 就没有 无的感觉 因为有语模式 相对的 难以相成 没有困难的感觉 就没有容易的感觉 所以困难与容易 也是 相对的 长短相形 没有长的名称 就没有短的名称 所以长与短 也是相对的 高下相轻 没有高的名称 就没有下的名称 所以高与下 也是相对的 也是相对的 因身相合 身令本作文 没有小身的分别 就没有大身的分别 所以小身与大身 也是 相对的 前后相随 没有前方的分别 就没有后方的分别 所以前方与后方 也是 相对的 是以圣人 处无畏之事 行不言之教 所以圣人知道以上这些相对的问题之后 为了要超越褒奖与烦恼的 包袱 所以他就以无畏的心去处事 因为以无畏的心处事 他就 不会感到困扰 因此他对人民的教化 就不喜欢以辩论的语气去 实行 万物作烟而不辞 生而不有 他会学着天地培养万物一般 不辞辛劳 而且不自傲 更不适为己 有一样的无畏 畏而不适 功臣而扶居 因此圣人 他以天地之德为榜样 所以就做了许多事情 可是他 做了许多事情之后 还是感到自己没有做一样 因为他是不想鞠躬 的 所以他往往在大功告成之后 就功臣身退 不想去占有这个 荣誉 夫为扶居 是已不去 像他这样宽容大量的涵养 连自己所建立的功德 都不去攀缘 因此反而使他的功德万古流芳呢 加 加 加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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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三 零零三安民 使民不卫道 使民不卫道 不要特别去标榜 或是珍藏难得的柴火 这样别人的不会有贪欲的 妄念 而沦位道贼 不见可遇 使心不乱 因此 有以上的启示 我们就可以了解 如果不去见 那些足以起 心动念的深色获利 心思就不会受到外物的迷惑 是以甚之志 虚其心 使其腹 所以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 是先教人断除一切的邪思妄念 畏守 要的步骤 因为能断除邪思妄想念 身心才能神清气爽 精神饱满 弱其智 强其骨 常使民无知无欲 再来又教人 消除高傲与自满的骨气 及不择手段的互相竞争之心 能够这样的话 争端就平息了 在其次 是增加人的体魄 使人人 自食其力 自力更生 以及坚定自强不息的概念 更保持天真 和谐 和谐的状态 又没有伪诈的心智 及争夺的欲念 使夫之者 不敢为也 像这样教化人民的方法 纵然有几位诡计多端地阴谋家 也不敢 胡作非为了 为无畏 则无不治 因此 照这样无畏 又安然的方法 来治理天下 天下那里还有治 不好的道理呢 加 加 加 零四 零零四不赢章第四 第四讲道的功用 道充而用之 或不赢 道体虽然像虚空一样的渺茫 然而他所产生的能量 却能让万物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渊息似万物之宗 他身后博大的样子 不就像万物的宗主吗 错其锐 解其分 因此他的本性是虚无弥漫的 绝不锋芒显露 这就是他没有增强 好胜的斗星 就因为他不与万物相争 所以他有解脱纷扰的 宽宏大量 和其光 同其成 在光明的地方 也有他的存在 在尘埃的地方 也有他的存在 占西四若存 在清净的地方 也有他的存在 可见他的妙用 是如何的广大又 变化无穷 难怪凡俗的人 难以观察他的迹象 只是说他好像 存在的样子 无不知谁之子 像帝之仙 道体既然如此的玄妙 在天地之间 又无稽可循 所以无也不知他的 来历 但是他应该在 主宰万物的上帝之前 就有了他的存在了 加 加 加 零五 零零五首中章第五 第五讲天地与圣人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天地真的不仁慈吗 为什么将万物 当成祭祀用的草狗一样 用过之后就不要了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除狗 圣人真的不仁慈吗 为什么将天下百姓 当成祭祀用的草狗一样 用过之后就不要了 其实天地化育万物 是遍及一切的 圣人博爱的精神 也是遍及一切的 他们的心境 绝不存有偏狭之意 与分别之念 因此万物的退化 完全是随着他们的因果造化 这怎能怪罪天地 的不仁慈 或是圣人的不仁慈 其实这完全是人民自己所作所为 自己招来的因果或福那 天地之间 其犹驼月乎 须而不屈 动而月初 所以说天地之间 就好像一个风箱一样 如果没有人去摇动它 它就须尽无畏 但是它身风的本性仍然是不变的 如果有人去 拉动它 那么风就自然吹出来 多言数穷 因此天地与圣人的心境是无谓的 而现在有些人的思想 不是偏左 就是偏右 不能守中庸之道 常常以为自己很聪明 妄作主张 固执己见 互不相让 像这种作为 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不如守中 如果要像以上这些多余的做作 倒不如守住中和之道 譬如说 1.眼睛如果不多看 魂气就隐藏在肝脏 2.鼻子如果不多秀 破气就隐藏在肺脏 3.嘴巴如果不多说 神气就隐藏在心脏 4.耳朵 耳朵如果不多听 精气就隐藏在肾脏 5.身体如果不多动 义气就隐藏在脾脏 以上这五种神气 如果能够守中 身体中的武器自然归于本位 灼精自然化为元气 元气自然化为神气 神气自然归于虚无之中 这就是修身的要诀 性命的关键 学道之人不可不知呀 家 家 家 零六 006古神章第六 第六讲无形的真神 古神不死 世卫玄平 天地有无形的真神 人体有无形的元神 这都是虚无妙有的 看也 看不到的 现在我们就简称 他为万物之母吧 玄平之门 是为天地根 万物之母 虽然毫无门路可循 但是天地万物 无不是从此而出 从此而入 因此他才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呀 绵绵若存 用之不情 所以妙有之门是至虚至无的 是用之不尽 取步不竭的 像这种 变化的玄妙 不是现在才有的 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加 加 加 零七 零零七无私章第七 第七讲无私之心 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身 故能长生 从无法计算的年代之前 天仍然是这个天 得仍然是这个地 可见他的生命是长久的 那么天地为什么能够如此的长久呢 就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生长自己 而生长万物 不为自己而为别人 所以他能够长生 是以圣人 后其生而生先 因此圣人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他也学着天地一样 将自己的事 放在后面 将别人的事放于前面 可是他的灵性 却永远在别人 之上 外其生而生存 他虽然将自己置之度外 但是他的真我 反而永远长存 非以其无私耶 故能成其私 这就是圣人 他没有私心 反而能成就他的伟大 而且等到他的 身体死了以后 他的灵性永远超脱三界 不再受到六道轮回之苦 还受到后人的敬仰 这就是他没有私心 反而得到了好处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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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八 零零八弱水章第八 第八讲上善弱水 上善弱水 世人都想学善 今日无就来讲最上等的善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水了 为什么呢 不幸的话 我可用以下的比喻去分析之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一 水的善得在哪里呢 就是他利益万物 滋润万物 也不去真名真利 真功真大 处众人之所恶 顾己于道 二 他处在众人所厌恶又卑下的地方 这就是他最接近道的作为了 居善地 三 他无论居住在什么地方 都能随处而安 真净自首 心善渊 四 而且他的善得 渊生得很 几乎难以测量 为什么呢 因为 他能够沉静 又能和何万物之用 与善人 五 水师与万物 皆出自于仁爱之心 这就是他的仁慈 善善性 六 水本无言 可是无言之言才是真言 更是性言 如朔旺的潮水 皆能适时而去来 这就是水的信用 正善智 七 水的滋润万物 就好比处理政治一样 遇热就生成雨露 多余就流入江河 如此深深不息的现象 不就是水善于处理政治 的表现 的表现吗 是善能 八 水在行事方面 又能尽其所长 如行舟度伐 滋润万物 煮饭 烧菜洗衣 无不适水的善能 动善食 九 在举动方面 很合乎自然的 如水流到圆的地方 它就成为 圆形 流到方的地方 它就成为方形 因温的时候 就会下雨 晴天的时候 它就升华 人如果能够像水一样 不违背天时行事 不妄作 不妄卫 不妄言 这才是学习水的善德 夫为不争 故无由 尤其水不与它物相争 所以它物也不会与水相争 这就是水以合的 表现 所以如果人能够学水的 涵养与和气 自然也不会有错误之 分争了 加 加 加 零九 零零九持银章第九 第九讲为人的道理 持而银之 不如其以 为人的道理 应该知道 进退的分寸 凡事是可而止 不要自夸自大 因为自信自满的人 往往就像水意流出来一样 得不偿失的 倒不如放下自大自满的心 使得自己安逸填事 揣而锐之 不可偿宝 自视自己聪明才智 就锋芒显露的人 将会受到别人的排斥与打击 因此这种人就不可能受到别人的拥载与爱护 金玉满堂 莫知能守 金玉玉虽是珍贵之物 但人是身外之物 因此纵然是富有之人 金玉堆积满堂 一旦临命中时 还是守不住的 所以修道之人 倘若能只取身中之金玉 养性命之珍藏 才适用之不尽 取之不解也 富贵而骄 自宜其咎 还有富贵之人 如不生骄傲之心 他人必定会以让功之心 礼敬 与你 倘若贪恋富贵又骄傲自得 这将使人极度批评 又是自取 或秧的开始 功成名税 身退 天之道 所以 只有成功身退的人 才最合乎自然的天道了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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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零一零旋得章第十 第十讲修道难易 载淫破报一 能无离乎 修道说容易也容易 说困难也困难 因为人心一外持 魂就语破 相离 那么你们能够保持神不外游 亦不散乱吗 专气至柔 能阴而乎 你能够专守先天的元气 如阴而赤子一样 保全天真柔和的本性吗 低出玄烂 能无 似乎 你能洗出贪质之心 自尽其意 使心灵清净陈彻而毫无瑕疵吗 爱民治国 能无畏乎 你能在爱国家爱民族 或是治理国阵的时候 保持一种天真博爱 自然无畏之心吗 天门开合 能无慈乎 人心为一生之主 那么你的一生之主 在喜怒哀悦出入动静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守住安静柔弱呢 明白似达 能无知乎 你们能够在事物完全明白之后 还能保持不以聪明为骄傲 而守住 无见无闻 无畏无欲的境界吗 深知处之 深而不有 以上这些道理 其实都是要你们学习天地一般 因为天地虽生长 万物 养育万物 但是它仍然不把万物当成自己的 为而不适 长而不载 是为玄德 它生育万物 养育万物 做了天下的事 仍然还不仗是自己的才能 常养育万物 还不认为自己是主人翁 像天地这种作为 便可称为 最深 最后最高 最远 住 最远 住 园书露印 玄者庙也黑也 玄通园石也 加 加 加 十一 零一一须中章第十一 第十一讲无的用途 三十福 共一骨 当其无有车之用 车轮要三十只进物 插入中间的轴心 这个车轮才有作用 扇指以为气 当其无有气之用 制造圣物的器具 要留各中空的地方 这些器具才能圣物 凿护有以为是 当其无有事之用 建造房屋 开凿门窗 要留各空间才能住人 故有之以为力 无之以为用 所以说 有形的东西是给人方便使用的 无形的空间 才是活动的 地方 如天雨的之间是中空的 才能让万物来去无阻 通行无碍 如天雨的之间 没有这个中空的地方 万物就没有活动与生化的 余地了 余地了 余 余 十二 零一二位副章第十二 第十二讲追求外在的人 五色令人目盲 追求外在的形色 将离去本性的灵明 譬如深色获利本是身外之物 但是受到眼睛物欲的影响 就会留意奔驰 因此五色使人的本性 趋于迷茫 就是这个原因 五音令人耳聋 贪求外在的深色 也会使人本性蒙蔽 一旦蒙蔽了本性 正法的 声音 就难以听入心灵之中 像这种人不是好像耳聋的人吗 五味令人口爽 爽令本作臭 人一旦贪求食物的滋味 本性便被味觉所获 所以五味尝使人的 本性留意奔放 而不知本性之中 但中有味 如子曰 饭书时饮水 而乐在其中 此就是真味也 持聘田烈 令人心发狂 田令本作田 如果人无所适事 每天骑着马 追逐鸟兽打猎禁忌 这种人将会使 自己疯狂于斗争之心 导致身心不宁 而迷失天赋之本性 难得之祸 令人形防 拥有珍贵宝物的人 常使自己行动受到妨碍 而过分虚荣的人 往往会不顾 节操以至身败名列 是以圣人 为父不为母 故去彼取词 因此圣人知道物欲之害 所以在为人处事方面 就不去抢求物质的 享受 一心一意 常养性中之富宝 不爱外物而乱心 就是这个原因呀 加 加 加 十三 零一三宠辱章第十三 第十三讲宠爱与羞辱 宠辱若惊 世人皆注重于宠爱与羞辱的差别 所以一旦遇有外来的宠爱或是 羞辱 就感到惊慌而不知所措 贵大患若深 而圣人就不同了 他对于别人的宠爱 就好像我们有这个身体 一样的祸患 因为人生是四大 水火风土 甲河 何谓宠辱若惊 为什么宠爱及羞辱会让物感到惊慌呢 宠味上 辱味下 得之若惊 失之若惊 是味宠辱若惊 因为宠爱就好像得到公民富贵一样 有一天恐怕又要失去 而羞辱就好像被辞职的人 将要受人嘲笑 何谓贵大患若深 无所以有大患者 为无有身 即无无身 无有何患 为什么有身体是祸患呢 因为人生在世 有了此身 便有身老病死 知苦 所以圣人便将这个身体当作祸患 更将别人的宠爱与羞辱 看成 我有这个身体一样的祸患 顾贵以身为天下者 可以祭天下 所以有道的人 他虽然得到尊荣的地位 但是他不是为自己的 荣耀 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尊贵 就是天下人的尊贵 自己的荣耀 就是天下人的荣耀 像这种有道之人 我们才可以把天下交给他 爱与身为天下者 可以托天下 因此 如果有人贵重自己的身体 但并不为了贪享荣华富贵 而是为了拯救天下众生的大任务 像这种人 我们就可以将天下 托付给他 加 加 加 十四 零一四道记章第十四 第十四讲无相无生无形 是知不见明曰仪 看不出什么东西 就叫做无相 听之不闻约息 听不出什么声音 就叫做无声 博之不得明曰为 博令本座团 摸不着的东西 就叫做无形 此三者不可置结 以上三样 无相无生无形 就是道体的微妙 所以是人是看不见 听不到又摸不着 这就是道体的不可思议之处 故混而为一 虽然无相无生无形的理论 可以分开来说 可是他的本体其实还是 混合的 其上不角 其下不美 而有形的世界就不同了 凡是有一边明的 就有一边是暗的 如 上面是明的 下面就是暗的 而道体的微妙就不同了 它上面 不是明的 下面也不是暗的 神神兮不可明 复归于无物 它绵绵不绝 充色于天地宇宙之间 似乎是有个物体 又难以立言 因为它毕竟是非常虚无的东西 虽然它生长了万物 而又好像不是 它生长的 是为无状之状 这就是没有形状的形状 没有物体的物体 无相之相 是为恍惚 所以有人说到体为恍惚不定的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的 迎之不见其手 随之不见其后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如果你想在前头去迎接道体的话 根本 也看不到它的前头 你要是想在后面跟着它 你还是看不到它的 为吧 知古之道 以欲经之有 因此圣人就是秉着持着 这古史以来就存在的道 去治理世间的 一切 能知古史 是为道计 所以 我说能够知道古史之道的人 就是知道 道的系统的人 因为这个系统 就是道的刚迹亚 加 加 加 十五 零一五不银章第十五 第十五讲古代的有道知识 古之善为侍者 唯妙玄通 深不可食 古时候的有道知识 他们的灵性是维系奥妙的 他的本性是永远 通达的 这都是外人难以窥测 难以了解的玄机 孵为不可食 顾强卫之容 就是这样难以窥测 他的玄机 如果要去描述古代有道知识的话 也只能勉强形容而已 欲吸若冬射川 令本卯吸 比如他们在处理事物方面的行动 绝对不会急迫冲动 就好像古 时候的玉兽一样 一定要等到冬天 河水的冰结冻了 才敢走过 否则未等到河水结冰 就鲁莽走过去 不是等于自己去送死吗 游西若未四灵 令本卯吸 他胜毒的功夫 救好古时候的游手 要下山一样的谨慎 不敢扰动 山下村庄的百姓 否则他的生命就危险了 沿西其若客 令本卯吸 因此古代的有道知识 他为人恭敬的样子 就好像身为主人 礼遇 贵宾一样的谨慎 不敢轻举妄动 幻西若冰将是 令本卯吸 在心性清静方面 他对一切外源的干扰心不染着 就好像春风中 的冰 自然的解冻散开一样 敦西其若谱 旷西其若谷 因此他心中醇厚的本性 就好像一块木头上 为雕琢一样的朴实 无滑 心胸的开阔 就好像空旷中的山谷 能够虚受一切 含荒荣万物 魂西其若浊 魂令本作混 并且他有大智若鱼的美德 将自己混合在污浊的水中一样 这就是 圣人不自以为自己是圣人 所以才能成为圣人 凡人自命不凡 所以才愿像一个凡人的道理呀 孰能浊已成 尽知徐清 成令本作久 所以 谁能向他们 古时有道知识 在动荡之中 还能除去心中 污浊的恶水 使他慢慢的澄清呢 孰能安已久 动之徐生 谁能在安定自首之中 久久以待史体内的清震之气发动呢 令本多孰能养已久尽之徐因 孰能会已久礼之徐明 保持道者不欲赢 夫为不赢 故能必不心臣 必令本作弊 因此能够保持以上这张道理的人 他一定是虚心知足的人 不自满 不自傲的人 就是因为他不自满 不自傲 只是为了世人着想 反而使自己得到永生之道 加 加 加 十六 零一六复命章第十六 第十六讲智之的极点 智虚集 守静度 如果人能够自知 达到虚无妙境 虚空妙有的时候 便可达到 大智慧到极点 达到大智慧的极点 又能诚心诚意的守静 达到 最高止静之时 万物并坐 无以观其腹 腹令本作后 那么万物的生长 孕育 死亡 我们就能从无形的气胞 观察到 有形的物体 又能从有形的物体 观察到无形的气胞 这些 深深化化的过程 我们不难去发现它周而复始 循环不息的奥妙 夫物云云 各归其根 归根曰静 静曰复命 因此虽然万物是众多的 但是最后 还是要回归到生命的根源 万物回归到自己生命根源的 叫做静 静也就是回复到自己真我 的生命 复命曰长 知常曰明 回复到真我的生命 才是真正的长生 知道什么是长生的人 可说是明白 什么是假我 什么是真我 的人 不知常 妄作凶 如果不明白 灵性不灭的人 大都是胡乱想 或是异想天开的人 因此容易轻举妄动 一旦轻举妄动 往往就要招来灾殃了 知常荣 荣乃功 因此想珍惜真我的人 他能融受一切 无所不包 所以这种人的 心胸开朗 更是大功无私的 功乃王 王乃天 像这样置功无私的人 就会将挽救 苍生 视为己任 这就是圣人 这就是圣人了 所以圣人也称为王 既然是王 必然是顺天行事了 天乃道 道乃久 陌生不代 莫令本作梅 能够顺天行事 就合乎珍藏之道了 能够合乎珍藏之道的人 就是假我的肉体死了 也不会六道轮回了 加 加 加 十七 零一七之友章 第十七 第十七 讲国君的治事 太上不知有之 不令本作下 上古时候 有德的圣君 行不言之教 处无畏之事 使天下百姓 不知不觉的字画 如此人民暗受圣君的恩赐 仍然不知道有圣君 的存在 其次轻之欲之 再其次的贤明国君 虽然不能像上古的圣君一样 淳朴无畏 但尚能以德教化百姓 亲近百姓 如此仁德的国君 还能得到 天下百姓的称赞宋扬 其次未知 在其次的时期 在其次的国君 他教化百姓 就以行政与赏罚去 治理人民 这时候的人民 就知道畏惧国君了 其次五支 最差一等的国君 就无道无德了 他只会以权术于弄人民 所以 人民也就开始轻视侮辱国君了 性不足焉 有不信焉 有本毛焉字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种国君本身的诚信不足 所以人民 也就不相信他呀 游戏其贵言 游令本作忧 因此想要达到上古淳朴的智世风气 首先必要贵重他的号令 诚信他的语言 功臣逝遂 百姓皆为我自然 使人民都能安居乐业 日出而坐 日入而习 早紧而引 耕田而食 人人都能顺利将自己的事做好 这种国君的志士 才可算是 大功告成了 可是大功告成之后 人民还是不晓得这是国君的功劳 反而说 这是很自然的事吗 所以这种国君的志士 才是最上等无谓的 国君呀 加 加 加 十八 零一八四有章第十八 第十八讲仁义与孝词 大道费 有人义 很多事情是很巧妙的 不相信你看 当大道难行于事的时候 才显出仁义的可贵 大道普行的时候 反而现不出仁义在什么地方 也不知什么叫做仁义 就好像上古时代 人心淳朴 顺天行事 大道普行 到中古时代 大道就渐渐难行于事了 因此至圣孔子 看到大道就要废弃的时候 便大力提倡仁义 这也是大道废弃以后 才出现的仁义呀 智慧出 有大威 但是一旦到了 科学越发达 社会越文明的时候 人心越艰巧虚微 到那个时候 人民也不遵守仁义道德了 因此投机取巧 欺诈公结的事 也就层出不穷了 六清不合 有孝词 当六清合的时候 虽然有孝词的人 但因为六清相合 就显不出有 什么孝词 而且因为人人孝词 则不知谁是孝词 一旦在六清 不合的情况下 倘若有人还能守孝词的事 这就难能可贵了 更显出这个人的孝词 国家昏乱 有忠诚 有忠诚必有奸诚 但是在天下太平的时候 就显不出谁是忠诚 谁是奸诚 一旦到国家战乱的时候 奸诚则卖国求荣 忠诚辩境 其无私之心 舍身报国 成为万古不朽的忠诚之名 因此是国家 昏乱有忠诚 家 家 家 十九 零一九朴素章第十九 第十九讲回复纯真 绝圣气质 名利百倍 真正的圣人 不自以为圣人 如智圣先师 孔子在世的时候 以 圣人之行 但不以圣人之名自居 反而使他的圣名长久 就是 因为他能够弃除智巧的心机 圣其自然 反而能够让人民学习他 严形的榜样 这对人民来说 是利益百倍的 绝人气易 名副孝词 在例行仁义的时候 也是一样 不必刻意去标榜自己 能够这样 的话 人人才能回复到孝词的自然本性 绝巧气力 盗贼无有 比如说 人人都不以尖巧的手段去骗人 那么其他的人就不会起 盗贼之心了 此三者 以为文不足 故令有所属 以上这三种理论 有些人认为是多余的 文章是难以感化天下的 所以我就另外撰下一种启示 来教导天下的百姓 剑速报谱 少思无欲 就是持守朴素纯洁 少思寡欲 回复到纯真的本性 加 加 加 二十 零二零十母章第二十 第二十讲是万物为一体 绝学无忧 只要断绝尖巧的心思 反而使人没有分别计较的忧愁 为之与阿 相去几何 比如在接待对话之间 轻轻和其的回答 为 和不耐烦回答 阿 这两句话同样是声音 相差没有多少 善之与恶 相去和弱 虽然相差没有多少 可是在别人听到耳里的感受 就不同了 一种是觉得良善的 另一种就觉得恶意的 人之所谓 不可不畏 所以只是一句话的应声回答 良善与恶意 就很明白的表露出来 每个人相信都觉得很可怕 我也一样不能不怕呀 荒稀其味殃灾 可是世人不修心得 心田宝地都好像荒废的田园一样 愤恨贪欲的 杂草到处从生 不去修剪 众人兮兮 如想太劳 如登春台 这种贪欲无厌的样子 就好像要参加丰盛的演习一样 很想尝试 又像春天登上高台 远眺风景一样的愉快 我读薄熙其味照 如婴儿之味孩 唯有我的心静淡薄甜事 心轻易定 就好像婴儿在母体的怀抱中 沉沉稀若魔所归 好像动 又好像不动 没有私欲 也没有烦恼 像这种不沾染 世俗的样子 又好像魔所归的游子一般 众人皆有余 而我独若仪 不像世人经常自得意满 尤其在追求功名利禄的时候 就像有 用不完的才智与能力 而我的才智与能力 就好像遗失一样 心境之中空空洞洞 我愚人之心也在 顿顿兮 俗人昭昭 我独若昏 俗人茶茶 我独闷闷 我真像愚人啊 是那么的无知无识 浑浑顿顿的 尤其是人的眼目 谋虑多端 就好像很精明锐利的样子 唯有我昏昏妹妹 像无知的 小孩 还有世人斤斤计较的样子 就好像很会分别 唯我像没有 知识的人 不知道怎样去分别与计较 但兮其若海 飘兮若魔所致 令本座呼吸其若会 寂兮四五 所致 哈 我的心田淡宁 就好像大海一样的深阔广大 像风一样的飘摇 自在 不执着一定的住所 众人皆有义 我读完四笔 世人都仗是自己聪明才智 以为自己很有作为 而我呢 就像 一位于丸又笔漏的粗人 我独一于人 而贵食母 唯有我跟世人不一样 是因为我一心已到位重 是万物为一体 就好像时时要吸食母奶的婴儿一样 得到母奶 性命可全 失去 母奶 性命就难保了呀 家 家 家 二十一 零二一从道章第二一 第二一讲道的显现 孔德之荣 为道是从 如果想去洞悉 得的真实面目 唯有从道体之中 才能够找出 目标与答案 道之为物 为谎为乎 那么道体又是什么呢 它本字无形 又无一定的形象 是 恶恶恶恶恶恶恶 恶恶恶恶的 说有又无 说无又有 呼吸 恶恶 其中有象 可是 在这恶恶之间 它又具备一切的形象 恶恶恶恶 其中有物 在这恶恶之中 它又包含了天地一切万物 恶恶明分 其中有精 恶令本作恶 它是那么长远 又是那么幽深 在这长远幽深之中 又具有生命 之缘的东西 难以窥测的元素与原理 其今甚真 其中有性 而这些元素与原理 又是非常真实的 如天地没有这些元素 天地就不能悠久 人类没有这些元素 人类就不能生存 而且 其中又包含了 应用不失其实的信念 与循环不息的根据 自古及经 其名不去 以悦重负 所以它从古代到今天 它一直还是存在的 它的名字也没有消失 更没有改变 像这些迹象 已足以让天下人 去印证去体会 无何以知 重负之燃灾 以此 但是 我何以发现这些呢 就是道 给我的启示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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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零二二报一章第二二 第二二讲不用争夺的争夺 趋则权 妄则直 能够虚受委屈的人 他的心境一定是最坦荡率直的 挖则赢 必则心 必令本作弊 能够低心下气的人 他的心灵一定很充盈圆满 能忍受穿用破旧 一物的有得之事 他的心地 一定非常清新 少则得 多则获 能够减少自己欲望的人 他的心中反而什么都有 什么都得到 所以说 贪求外在物质的人 他的内心是最迷惑的时刻 是以圣人 报义为天下事 因此圣人的心境是充实的 他保持着 新的原点 佛性 救足以为 天下人的模范 不自见顾名 不自视顾张 所以说 不顾值自己成见的人 他的心才能够明白 不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才是全对的人 他的德性才能够彰显出来 不自罚顾有功 不自经顾常 不夸要自己功德的人 才是最有功德的人 因为他将功德 保全 于心性之中 没有遗漏 不夸要自己才干的人 他的才干才能长久 因为他不骄不傲 更受人尊敬 夫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真 因为他不与人争夺 但是他不与人争夺 反而天下的人没有一个人 可以跟他争夺 古之所谓 屈则权者 岂须言哉 成全而归之 因此古人所说 委屈就是完全 的道理 难道是虚伪的言语吗 所以说 能够实实成于中的人 天下自然就归向于他 家 家 家 二十三 零二三同道章第二三 第二三讲自然之道 西言自然 飘风不中朝 咒语不中日 减少言论的争辩 更合乎自然的道 你看狂风刮不了一早晨 他自然就停止了 暴雨下不了一天 他也难以再下了 孰谓此者天地 天地上不能久 而旷于人呼 谁刮的狂风 谁下的暴雨 就是天地呢 谁能比得上天地呢 天地这么大 如果不顺乎自然而畏 尚且还不能长久 跟何况是 我们这些小小的人呢 何必去违反自然 去真便是非呢 故从事于道者 道者同于道 所以说 想修行大道的人 如同面对一位有道的人 我们就以道 来互相研究讨论 得者同于德 师者同于师 如果面对一位 如果面对一位有德的人 我们就以德来互相勉励 如果面对一位 失意的世俗人 我们就以慈悲的心去安慰他 同于道者 道义乐得之 能够这样做的话 你跟有道的人在一起 有道的人也感到很快乐 同于德者 得意乐得之 你跟有德的人在一起 有德的人也感到很快乐 同于师者 师意乐得之 你跟师意的世俗人在一起 师意的人也感到很愉快 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 另本毛焉 因为无形的道 是很微妙深远的 可是有些人 对道就是信心不足 有些人根本不信 所以你就是抢遍也是没用呢 加 加 加 二十四 零二四不处章第二四 第二四讲多余的贪吃 弃者不利 凡是脚跟不着地 只是翘起脚尖 就希望出人头的的人 反而站立不稳 跨着步行 凡是跨着大步 想要走快的人 反而走不了多远 就要累了 自见者不明 因此 以私我之见 而好求于表现的人 反而会令人唾弃 更让人觉得 他的心性还是不清明 自视者不张 以为自己的意见是全对的人 反而让人不敢苟同 觉得他的意见 有些偏差 如此一来他的意见 反而不能得到赞同 自罚者无功 自我称功的人 反而让人觉得他是为好炫耀的人 而且让人怀疑 他所说的功劳 自经者不偿 经常自我夸耀自己本事的人 也是一样让人否定他的能力 因为 他骄傲的缺点已显露出来 还有什么真正的长处 其余道也 约于实罪行 其余道也令本座其在道 以上这些好胜好强的行为 站在道的观点来看 就好像肚子已经 吃饱了 别人叫你在吃 不是等于多余的贪吃吗 误或恶知 故有道者不除 像这种行为 动物或植物的东西尚且讨厌 更何况我们是万物之 灵的人类 因此有道之人 了解这些道理之后 就不会这样了 回 家 家 家 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道德经 老字白话注释版 630BHTML 25混乘 26资重 27席名 28长得 29自然 30步到 31贵左 32支 33竞己 34成大 35大象 36为名 37无畏 38处后 39得 140反复 41文道 42冲合 43至柔 44支 指 45清静 46支足 47天道 48日 损 49得 善 50生死 51尊贵 52守母 53大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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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5025混乘章第二五 加油 加油 基本上 本来就是无明的 但是我们相信它是一个大物体 一个混成物 也极是鸿蒙未叛之前 天地未分之前的无极 他在 天地之未分前 就有了 所以是 先天的而生 寄兮辽兮 独立而不改 他没有声音 也没有形象 超然于万物之上 因此他是亘古不会 改变的 周形而不带 可以为天下母 而且他周形天下 循环不息 你看万物 没有一样不是依靠他而 生生化化的 所以他可以说是天下万物的母亲呢 无不知其名 自知约道 强卫之名约大 像这样微妙的变化 无不知道怎样去称呼他 只好给他取个名字 叫做道 如果再勉强去取一个名字 就应该称为大 大约是 带到没有极限 不就是消逝了吗 所以这个大 也不是最恰当的 名称 应该称为是 是约远 消逝到极限 不就是很远了吗 所以这个是 也不是最恰当的 名称 应该称为远 远约返 到很远的地方 又能够循环回来 不就是返吗 所以这个远 也 不是最恰当的名称 应该称为返 故道大 天大 的大 王义大 因此 能够升天生地生万物的道 是最大的 其次是能够覆盖 一切万物的天 他也是大的 在其次是 能够承载万物的的了 他也是大的 在其次 就是能进天地之德的圣旺了 狱中有四大 而王居其一焉 所以在宇宙之中 可分为四种大 而圣王就居于其中的一种 人法地 但是世人只知道圣王大 而不知圣王之所以为大 乃是效法于 天地之德 因此人受大地的承载之恩 也应该法大地才是 的法天 的受天的覆盖 所以大地也时时刻刻 在效法天的法则而运转 天法道 然而道又是天的依规 所以天也是效法道的法则而周流不息 道法自然 而道呢 他是身天地万物之母 他是无畏的 像这样无畏而为的 做法 不就是好像他是在效法自然吗 因此我们修道 行到最后 的步骤 也当效法道的无畏自然 也就是说有功德于天下也不去 鞠躬 有能力也不仗是自己的才干 这样才能达到 无争无欲 无畏的自然境界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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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 零二六资重章第二六 第二六讲轻与重 重为清根 敬为造军 心性稳重原是轻浮望动的根基 心性清静镇定本是及造暴器的主人 是以圣人终日行 不离自重 圣人令本做君子 所以圣人 终日之间 不离稳重清静的心 如果有外出的时候 因为身份极为荣贵 所以离不了载着衣物粮食的冰车 虽有荣官 厌处超然 虽然外表看来 是极为尊贵又美观 可是他的心 仍然要安然稳重 不可受到尊贵美观而纷扰心境 奈何万臣之主 而以身清天下 可是有些拥有万辆冰车的君王 他就不同了 他不知道以自身的 修养未重 而轻浮望动于身色获利之间 因此他不知自重 自身 就清了 自身清了 天下也就清了 所以 这就是他自取灭亡的 时候 清则失根 造则失君 根令本做成 所以我说 轻浮的人 他就是想早日失去自己的根本 就好比 造洞的国王 像早日失去他君主的尊位一样 加 加 加 27 027 习明章第二期 第二期讲 至善的人 善行无折击 至善的人 他行善于天下 心里没有虚伪的作作 也不想让别人 知道的念头 因此 因此他的心中 丝毫不留下行善的痕迹 善言无暇辙 而且至善的人 他说话的时候 纯粹是自然本性的流露 因此他 所说的话 就是真理 所说的既是真理 当然就让人心服口服 所以也就没有缺点让人责备 善计不用愁策 更何况至善的人 他的心就是佛 佛就是他的心 所以他所做的事 不用什么计划 一行一动 都是先佛的显现 不像凡人 想做 好一件事情 都是用尽心机 结果无论怎么算 怎么计划 所做 的事 还是离不了因果轮回 善必无关键 而不可开 还有至善的人 他的心境 物我两望 纯粹自然无畏 不去执着 身外之物 所以他的心门 不必使用门锁 别人也偷不了他的 解脱之心 不像凡人 巧设机关之门 装设门锁 可是最后 还是 被奸诈之徒破坏 善解无神约 而不可解 而且至善之人 他立了誓愿 要救度天下之人 因此他时时刻刻 不会将这个誓愿忘记 因此天下的人 也是时刻刻没有忘记他的 恩德 像这种不必立下条约 不必交换信物的约定 可是有谁能够 解开他们的约定 不像凡人经常以信物约定 或是立了契约书 好像已经用约定将两个人绑住 可是到后来 还是难免有一方黄牛 而解除了约定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 所以圣人 他具有以上至善的心境 因此他常常怀着 善良的 本心去救助别人 故无弃人 他认为教育是不分别的 所以他不嫌弃人的贵贱与贫瑜 一样的 诗以教化 常善救物 故无弃物 是为习名 所以他的心与万物合而为一 因此他无论对动物之物 都没有 毁损与亲戚的念头 这就是圣人 他承袭 古人的明德 故善人 者不善人之师 不善人 者善人之姿 令本某者 所以至善的人 他的言行很合乎 大道 就成为不善之人的老师 不善之人的作为 就成为至善人的资料 不贵其师 但是至善的人 仍然不会执着 拥有老师的资格 不爱其资 因为他希望每个人 都是至善的人 所以他也希望以后 再也没有 不善的事 成为他的资料 虽知大谜 知令本作智 虽然他有超人的智慧 可是他仍然大致若愚 是未要妙 这才是了解真理的人 更是悟到今生之道的人 加 加 加 二十八 零二八 常德章 第二八 第二八讲 刚强与柔顺 知其雄 守其词 如果知道 什么叫做刚强之道的人 他反而会守住温和柔顺的 谦虚 为什么呢 为天下息 因为能够这样的人 就好像从山之间的水沟 以卑下自处 自然 成为众流之所归 为天下 为天下息 常德不离 复归于婴儿 能够像众流之所归的人 他更不敢离开他的德性 就好像回归 就好像回归到 婴儿的时代 那样的无知 那样的纯真 知其白 守其黑 如果知道什么是真正洁白光明的人 他反而会像一位昏昧无知的 傻人一样 为什么呢 为天下事 因为他有内在的涵养 与众人打成一片 又没有自傲的表现 这 才是天下人的榜样 为天下事 常德不推 一个人能够做为天下人的榜样 他的德性便不会差错了 复归于无极 那么这种人的心境是什么呢 他的心境 就是回复到原始之前 那样的无知无实 好像浑然忘我的境界 知其荣 守其辱 如果知道什么是 真正光荣的人 他反而会守住 低下见悲之道 为什么 为天下谷 因为能够这样的人 就好像山谷一样 能够虚受一切 自然使人 归福 为天下谷 常德乃族 复归于朴 但是他的德性 反而比别人充足 就好像回复到木头未割开以前 的淳朴无华 那么的真实 那么的完全 普散则为器 圣人用之 则为官长 因此木头割开以后 只能成为一种器具使用 所以圣人守住 这无谓的谱 就能包含一切器具的长处 不像 才成的器具之后 只能有一种用处 所以他不就成为一切器具的 主人翁翁 故大志不割 因此 大有作为的圣人 他宁愿守住纯真朴素无华 不愿意向 木头割开至尘器之后 满身粉饰 而且又带着虚伪的外表 加 加 加 二十九 零二九自然章第二九 第二九讲不要违背天意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 无见其不得已 如果为了满足私欲去夺取天下 无的看法是不可能的 天下神器 因为天下是一种很神圣的东西 不可谓也 不是有强暴武力的人 就可以去控他 也不是聪明自用的人 就可以占有他 为者败之 因此如果想以武力去控制他的人 最后都会得到失败的后果 职者失之 如果想以私欲去占有他的人 最后都会尝到失望的痛苦 故悟或行或随 因为 人虽然是万物之灵 可是也离不了物体的原理 比如说 当你想走在前面 结果还是有人走在你的前面 当你想走在人的 后面 结果后面还是有人跟随 或需或息 虚令本作虚或许 当你张开口慢慢的呼一口暖和之气 后面就有一阵风将你的暖气 吹散 或强或雷 雷令本作赢 当你想成为最强的人 总是还有人比你更强 因为人的身体总有 衰弱的一天 或宰或灰 如果你想扛在重物 不久你就累了 你又要将所扛宰的东西放下来 是以圣人去圣 去奢去态 所以圣人知道这些道理之后 他就不想去做过分的事 也不想去 做夸大不实的事 更不想去做不必要的事 加 加 加 三十 零三零步道章第三十 第三十讲不可仗势兵强力壮 以道左人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 如果知晓使用道 去辅佐国军的人 是不会仗势自己的兵力 而去逞强天下的 其事好孩 因为用兵去杀人的事 对方一定不服气 一旦有机会 对方也会 想尽办法 来报复杀人的行为 失之所处 荆棘深烟 而且两军战斗所到的地方 农夫不能顺利耕耘 都让杂草到处从生 大兵之后 必有凶年 兵令本作军 等到战斗之后 人死的死 逃的逃 病的病 这都是造成凶荒之年 的主要原因 善着果而已 善前令本作故或不 因此 善于用兵的人 是为了不使残民害国的事 继续蔓延 是为 了讨伐清武横行的行为 才用兵 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用兵 只是求得平息乱世而已 不敢以取强 所以 善于用兵的人 不敢仗势自己的兵力 就去侵犯灵邦 果而物精 而且善于用兵的人 他等到战事平息之后 就不再炫耀自己的能力 果而物罚 也不夸耀自己的功劳 果而物骄 更不以骄傲的眼光去看待别人 果而不得已 因为他认为战争之事 是不得已才战的呀 果而物强 所以等到战事平定之后 就不再逞强兵力了 物壮则老 因为逞强不是长久之道 譬如万物 他是寻着自然轨道行走的 他由成长而壮大 由壮大而衰老 由衰老而死亡 是为不道 所以战事逞强的行为 是不合乎大道的 不道早已 既然知道不合乎道的 就要赶快停止 好强好胜好战之心了 加 加 加 三十一 零三一贵左章第三一 第三一讲用兵之道 夫家兵者 不祥之气 勇猛的精兵 锐利的兵器 精巧的战舰 都是最好的兵器 可是 他们都是杀人胜诉的武器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不吉祥的东西 物或恶之 故有道者不除 连一些动物植物或许都讨厌他 所以有道的君子 是不轻易去 使用他的 君子居则贵左 用兵则贵右 因为有道的君子 平时都注重心平气和 只有在用兵的时候 才 使用阴谋的杀机 兵者不祥之气 非君子之气 由此可见 兵器是一种不吉祥的东西 不是君子使用的东西 不得已而用之 天但未尚 甚而不美 所以有道之人 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会使用他 但是也要 以心平气和为首要的条件 就是战胜了 也不以为光彩 而美之者 是乐杀人 因为 如果你认为那是一件光彩的事 就是你的心里很喜欢杀人 夫乐杀人者 不可得志于天下意 喜欢杀人的人 就是难以得到天下人的规福 所以在治理天下时 就难以顺利了 即是上左 凶是上右 所以说 喜庆的事 都以左边为尊上 只有遇到不吉利的凶事 才以右边为尊上 偏将军居左 上将军居右 言以丧礼处之 因此兵家以偏将军站在左边 表示他不是主将 人杀的不多 而上将军呢 要站在右边 表示他是主将 虽然他居于上市 可是在他主权之下 杀人众多 所以要以凶事的丧乱来看待 杀人众多 以悲哀气之 这就是说 杀人杀多了 要以悲哀的心情去哭泣 战胜以丧礼处之 战争胜利了 要以丧礼的心情去庆祝 家 家 家 三十二 零三二之指章第三二 第三二讲之指之道 道常无名 未有天地之前 本来就没有名字可言 可是虽然没有名字 却是 造化万物 养育万物的根源 所以说 凡事有名字的 必定会 变迁 凡事有名乡的 皆是不实在的 因此道是长久存在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没有名字 朴虽小 天下不敢成 朴是无名的比喻 好比木头尚未分割前的名字叫做朴 若割开 做成器具后 便有了名字 因此朴字的意思 就是表示未有天地 之前 与道一样的形象 所以虽然是小小的名字 但是天地万物 无不是从此无名之朴 深化而来 因此天地之源 是尊贵无比的 就好比一个国王 有谁敢以宰相去称呼呢 侯王若能守 万物将自兵 因此 如果侯王能够守住这种浑泉的谱 就是无畏之志了 万物 就自然了 百姓也可以和乐相助 安居乐业了 天地相合 以降甘露 不幸你看 天地必先和和这个阴阳之气 阴阳之气就能够调和 阴晕之气 自然也就调和 自然也就调和了 阴晕之气 所以分配它 它就是会很自然平均的 降下来 始至有名 名义既有 夫意将之指 但是 当国家的国家还没有安定的时候 不能制造一些有名的器具来 治理天下 治理天下 但是有了器具 能够达到和平之后 就应该知道止了 知止所以不待 因为知道知止 就是归于道 归于道 就是没有危险的祸患了 辟道之在天下 由川谷之于江海 就好比天地的运转 顺着轨道而行 又好像河川与溪水 流入 大海一样有了归宿 有德的人均 这样去治理天下 就成为天下人 的归宿 家 家 家 三十三 零三三 进几章第三三 第三三 讲真正的永生 知人者智 能够洞察人的善恶与咸鱼 能够分别人的是非与作为 这些都是 智的表现 自知者明 能够反省自己的过错 知道自己的不对 这就是明白自己心性的 表现 圣人者有力 能够战胜别人 打败别人 这是表示你有力量 有能力 可是 你有力量 有能力 有能力去战胜别人 去打败别人 并不表示 你就是 你就是 一位坚强的人 更非永恒之道 因为今天你有力量去战胜别人 去打败别人 呆以时日 别人也一定千方百计 想办法来打败你 想办法来打败你 所以这就不是永恒之道了 自胜者强 所以说 只有战胜自己的人 克服自己的人 这种人才是最坚强 的人 因为人的能力量不过百经 但是若能守住人得之心 才能 真正战胜一切 达到永恒 知足者负 所以能够知足的人 他的心里反而没有欠缺 没有欠缺 就是不穷 不穷 就是富有的人了 强行者有志 假使勉强去做事的人 就需要靠置气 因为 没有这个置气 他就好像一位半途而废的失败者 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受 所以说 一个人做事应该不要失去立身处事的原则 如果能够做到 不失去立身处事的原则 去处理事物 才是长久之道 就是肉体 死了之后 他的精神 还是永留人间 他的灵性上升天堂 像这种人 才是真正的永生 真正的长寿了 加 加 加 三十四 零三四 乘大张第三四 第三四 讲天地的胸襟 大道泛兮 其可左右 天羽的之间的能源是非常充沛的 可以认其自然的 要往左边就 左边 要往右边就右边 万物是只以身而不辞 功臣不明有 甚至于万物依赖着他生长 他都不会推辞 而且他还在滋论万物 与培养万物之后 就是成功了 也不想去真功 真名真利 爱养万物而不为主 爱养令本座一辈 他甚至于以博爱的心去养育万物 就像父母关怀子女一样的爱护着 可是他还是不以为自己就是天地万物的主人翁 像这种胸襟是 何等伟大雅 常无欲 可名于小 他魔所欲望 也不居功 就好像他很微小一样 万物归焉而不知主 可名于大 焉之令本座之 万物深化以后 都归向于他 他还不知来当主人翁 因为他能 虚受一切 所以这种才是真正的大雅 是以圣人中不畏大 顾能成其大 就好像圣人一样 他总是不以为自己很大 这才是真正的伟大 更成就他的伟大 加 加 加 三十五 零三五大象张第三五 第三五讲到的玄妙 知大象 天下网 大道之体是没有形象的 就是因为没有形象 所以天地万物摸索 不包 摸索不容 人的心如果能像大道之体一样 无所不包的话 那么天下之人 没有一个不归从他的 网而不害 安平泰 如果天下的人 都归从他 这是最好不过了 因为天下将要太平了 乐与儿 过客指 可是等到太平安乐之后 也不可一味贪求享受 因为享受就像 做客一般的短暂 是不能长久的 道之出口 但呼其无味 只有道的显现 弥漫在虚空之中 它是那么的淡薄 那么的毫无 味道 视之不足见 听之不足闻 用之不可记 你想要去看它 又看不到它 你想要去听它 又听不到它 可是 当你要用它的时候 却是用之不尽 取之不解呀 这不就是道的 玄妙吗 加 加 加 三十六 零三六为明章 第三六 第三六讲物即必反 将预设之 必顾章之 天下之物 物即必反 阳即必阴 阴急必阳 譬如月缺之后必圆 圆了之后必缺 由此可见 收敛隐藏之后 必定张明 将欲弱之 必顾强之 就好比秦始皇座长城 想巩固自己的霸业 但是这种做法 违反 违反 了自然的天意 反而得不到明星的拥护 将欲废之 必顾心之 因此凡事如果不循着自然的天意 而想以压迫的手段去迫害 这是 不可能的 例如有人要摧毁中华文化 反而使中华文化复兴 所以 是将欲废之 必顾心之 将欲夺之 必顾语之 如果想以不法的手段 去剥夺别人的生命 这也是不可能的 如犹太人夺了耶稣的生命 反而使耶稣扬名于后世 而且自古以来 忠诚孝子 英雄猎女 皆是奉献牺牲自己 反而使他们的生命 具存 流传千古 世卫为名 像这种道理 看起来好像很隐违 其实是很明显的 只是你们 没有去注意到而已 柔胜刚 弱胜强 所以说 不能少看一些 外表显得柔弱的人 其实柔弱才能真正的 胜过刚强 如圣人处事 他常以悲下柔弱自处 反而成就他的 万古流芳 于不可脱于渊 人一离开道 就被气数所困 反而失去了目标 就好像汽车脱离 了轨道 必然发生车祸 船没有指南针 必然失去方向 于一旦 离开水面 必然死去 帮之利器 不可以是人 帮令本做国 所以说国家商人的利器 不可使 夸事于人 一旦夸事于人 就很 可能危害了自己 因为他国也一定要制造 更厉害的武器来威胁你 如此战事就更难以避免了 加 加 加 三十七 零三七五位章第三七 第三七讲人民的自然规划 道常无畏 而无不畏 道虽然是无畏的 但是因为他的无畏 反而使他无所不畏 例如五行 金木水火土之变迁 四季之调配 没有一样不是他的 造化 没有一样不是从他的怀里生长出来 所以是无畏 而 无所不畏 猴王若能守 万物将自化 因此 假使一位君主 能够守住无畏的道 万物自然就归向于他 化而欲作 无将正之以无名之谱 无名之谱 亦将不欲 但是在万物归顺之后 难免还有些恶人 使出欺诈的作为 如果 为君王的人 能善于挽救的话 只要以无畏的道理去开导他 人民自然好亲好尽而无争夺 不欲以尽 天下将自正 倘若人民好亲好尽无争夺的话 则他们自然规划于清净自正了 加 加 加 三十八 零三八处后章第三八 第三八讲道德为上 仁义次之 上德不德 是亦有德 最有道理的人 他做了许多善事 可是他心地善良 不想去战 这份荣誉 这才是最有道德的人 下德不失德 是以无德 施令本作理 可是没有道德的人 就不同了 他一旦做了善事 恐怕别人不知道 所以就到处宣扬 上德无畏 而无以为 因此有道德的人 他对人的牺牲与奉献 是出自无畏的 他就是 做了许多好事善事 还以为自己没做一样 下德未知 而又以为 但是没有道德之人 他一旦做了一些善事 就铭记在心 像这种人 的心 就是未能达到纯真 因此对自己所做的善事 就恐怕失去 名誉 上人为之 而无以为 上令本作上 最有人词的人 他是万物为一体 观天地位一身 没有分别之心 因此妄物妄我 浑然是无畏而畏 上亦未知 而又以为 上令本作上 可是有义气的人 就不同了 因为他无法出自无畏之心 所以在 为人处事方面 往往失去 人得之心 上礼未知 而莫知应 则攘避而人知 上令本作上 有些人以为 自己很有礼貌 但是一旦遇到了 对方没有回礼 就很 不高兴 憎恨不得 伸出手来指着对方 强迫对方 强迫对方回礼 顾离道而后德 失德而后人 失人而后义 失意而后礼 离令本作诗 所以万事的开头 事先失去了大道 然事得才失去了 失去了德 之后 人也就开始失去了 失去了人之后 义也开始失去了 失去了义之后 礼也开始失去了 弗礼者 中性之薄 而乱之手也 因此礼 只不过是中性之薄 最薄的一种 到了这个时候 祸乱与 灾变 可以说就要开始了 前使者 道之华 而鱼之时也 从这个时候 知识开始竞争了 就像花一样 只拥有华丽的外表 一切就更显得虚伪 这种虚伪的开始 等于是愚昧的开端 将到 这个时候 大家都愚蠢与盲从了 是以大丈夫处其后 不处其薄 处令本作诗 所以大丈夫做人处事 应该以道德位上 仁义次之 居其时不居其华 故去必取词 居令本作处 然后讲求实质的意义 不要追求虚伪浮华的作为 所以凡事 大丈夫的人 都是注重这方面而实质意义 不畏虚伪的事物而 烦恼 就是这个原因啊 加 加 加 三十九 零三九的一章第三九 第三九讲到的根本 习之得意者 大道是清净无畏的 他的本体是精一无二的 所以道又称为一 天得意以轻 自古以来 天如果得到一的话 就显得很清明 得得意以宁 得如果得到一的话 就显得安详宁静 神得意以灵 神得到一的话 就玄妙灵明 人得到一的话 就名利清净 古得意以营 山谷如果得到一的话 就充足盈满 万物得意以生 万物如果得到一的话 就能生化成长 侯王得意以为天下真 其智之意也 君王如果得到一的话 天下就安定自足 所以这一切的事物 都很有密切的关系 天无以清 将恐裂 否则天不清明的话 就会崩裂 第五以宁 将恐发 得得不到宁静 恐怕就会爆发 天灾的变 神无以灵 将恐歇 神得不到灵妙 恐怕就会摔颓消失 古无以营 将恐结 古得不到充盈 恐怕于药干和洁净了 万物无以生 将恐灭 万物得不到深化的话 恐怕就要灭绝 侯王无以真 而贵高 将恐绝 绝令本座绝祸处 在上位的人 如果不以正道去治理天下 还要以尊贵的高位自居 恐怕就要遭到颠簸坎坷了 顾贵以建位本 气以说尊贵的人要以低建位根本 高以下位基 高尚要以低下位根基 这样的话才能气何万基 没有分别之心 才能和和 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孤 此其以建位本耶 非乎 因此侯王上且要自谦 称孤王寡人 这些名称 不都是以低建位 本吗 难道不是吗 顾质树鱼与无鱼 鱼令本座车 不相信 以车子比喻好了 如果要算它的零件 当然很多 如果 要算车子的数量 只有一步 一步就不用算了 所以由一而归于无 无才是道的本体 回复道道的本体 才能何于万物之用 不欲碌碌如玉 落落如石 所以说 高贵的人 不要将自己看成宝玉 一样那么的尊贵 不要 将他人看成石头 一样那么的低贱 因为这样已失去道的根本了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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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 零四零反复章第四十 第四十讲五有声 反着道之动 万物皆在深深化化 反复的运转着 但是他无论怎样的运转变化 也是从道的本体中而发 弱着道之用 可是他虽然反复的运行 到最后还是要归于柔弱与宁静 就好像 一阵风吧 他虽然很强劲 但是不久便要归于平静 又好比 一阵雨 他虽然下得很大 但是下不了多久 还是要归于平静 天下之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所以说 天下万物皆从有之中而生 可是这个有 还是从无之中 深化而来的 加 加 加 四十一 零四一文道章第四一 第四一讲道的尊贵 上士文道 情而行之 上等的贤人 因为根基深厚 见识超群 质量广大 所以一听到道 就至同道和 努力的去行实践 中士文道 若存若亡 中等根治的人 因为见识不足 对道的认识不清 所以虽然有缘 听到道 也有目道之心 但是道心总是不能持续长久 下士文道 大笑之 下等于玩的人 因为见识浅薄 不知道为何物 而且本性迷媚 贪想欲乐 所以一听到道 就哈哈大笑 不笑不足以为道 哈哈 如果这些愚昧的下等人 不笑的话 还不知 道的尊贵在 于何处 顾见言有之 所以在古时候 有些先见知名的人 立下了一些 含有哲理的言词 如下 明道若美 一 明白大道的人 他的作为必是机制全无 意念清净 这种人 因为大智若愚 所以从外表看来 好像很愚昧的样子 进道若退 而 行道的人 因为不做有畏之事 不逞劳力之能 事事让人三分 不敢先进于人 一道若累 三 有道德的人 因为心与道合 不做经义之举 不说惊奇之言 不分富贵贫贱 很平时感 上德若骨 四 上等道德的人 心量广大 寒寿一切 如空骨一般 大白若辱 心里洁净的人 像明月当空 莲花出污泥一样 虽然他们纯真 真洁 可是他们仍不计较得 诗是非 好像受辱的样子 广德 若不足 有广大德行的人 常常不自以为有德 所以人很谦虚 见德若偷 建立广大功德的人 他常常不向人夸耀他的功德 就好小偷一样 偷偷摸摸地去做 不想让别人知道 所以事件德若偷 直直若虞 直令本作真 圣人品性之质 最为纯真 但仍然不执着于事物分别之中 优于他 的本然天性 所以圣人的心好像是变得 大方无余 广大的空间 如宇宙之大 浩瀚无垠 所以没有角落可立 好像 圣人之心 心量广大 无边际 无角落一般 大气完成 世上要完成一件大气物 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要成为 一个伟人 也是一样 必经时间与人格的考验 才能得到真正的 成就 所以事大气完成 大应牺牲 汽车跑的时候有声音 飞机飞的时候有声音 可是宇宙的律动 天体超音速的运转 能够响彻整个宇宙的大声音 但是人住在 宇宙之中 就好像人坐在飞机之内 却听不到他的声音 所以事 大应牺牲 大象无形 有形体的东西 一定是有限大 只有无形的东西 才能无限大 就像无极的虚空一样 所以事大象无形 道影无名 道 虽是一切万物的大根源 可视至玄至为 无形机可循 因为 他很隐为 好像连名字都没有 所以事道影无名 夫为道 善待且成 所以说 道 这个大生命力的本体 经常把他的力量 气 借给 万物 资助万物 成就天下的万物 等到他们生成之后 不用了 才将借用的气 还给道 所以事善待且成 加 加 加 四十二 零四二冲合章 第四二 第四二讲道的造化 道生一 道的造化总原理是这样的 道为万物之本 但是道本无名 强名为一 一生二 由一而分为二 则是有了阴阳 自然天地定位 就是二的数 二生三 有了二数之后 就开始有了对待 有对待必有两端 如善恶分别 有两端必有中心处 所以依旧开始成为三数 三生万物 因此一经的数理 就以三位生数 而演变的 一切非前动之 一切有形有色之物 就成为万物了 万物赋因而抱扬 阴的一面 居于幽暗 而且是柔弱的 所以往往是万物所持的 正明面 因此阴以无形而身负其内 阳以有形身报其外 充气以为何 充气就是阴阳仪气的中心 虚中之气 虚中之气是含有万物造化 之机的 所以万物得其充 便有深深化化之妙 便有深深化化之妙 此中之礼若以人生 比喻如下 慕有虚灵而门事 耳有虚动而门听 鼻有虚孔而门秀 口有 虚空而门痴 亦有虚魂而门思 心有虚窍而门应 因此万物 皆以充虚为本 人之所恶 为孤寡不孤 而王公以为称 因此 刚才所讲的 皆以柔弱充虚为本 就是因为他实在太伟大了 你看人都最讨厌听到 孤寡 不孤 这些话 但是高高在上的王 却喜欢以他自称 这岂不是以柔弱来自损吗 如果侯王不自损 天下便不自归了 所以以虚下为用 实在太妙了 不孤者无实也 故获损之而益 获益之而损 因此表面上 看来是受损的 实际上是得益的 在表面上看来 是得到利益的 实际上是受损的 如果国君以孤王寡人自称是损的 反而得到天下人民的归心 如果国君以骄傲自满来夸视天下的话 反而会受到众叛清理 如节奏将天下视为己有 交满自大 随友 天下而天下反叛之 就是一个借尽 人之所交 我亦教之 这是又带圣人所教导的一讯 我也就拿这个来教导别人 强良者 不得其死 也就是人生在世 应体悟大道而行 不可仗视自己的力量 称强霸道 或是向人夸耀 否则会得不到善终的 无将以为教父 令本卯教 所以我将以上这些巧妙的道理 当成父亲教导我一样 永远的 记住他 家 家 家 四十三 零四三至柔章第四三 第四三讲柔圣纲 天下之至柔 驰骋天下之至坚 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就是水了 水他 水他虽然很柔弱 却能穿山透地 又以无形之气为比喻吧 他能再运各种星球 所以这些无形柔弱 的力量 往往能胜过有形刚健的物体 又好比圣人是柔弱 又好比圣人是柔弱的 他常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 这种身教甚于 严教的无言之教 反而胜过其他的教育 又比喻天下的母亲是柔弱的 可是世人无不是从母亲的怀孕育 出来的 所以无形柔弱的力量 外表看来是不中用 但他却是 最伟大的 无有入于无见 所以无形的力量 能穿透有形健革 以及有形体的东西 更能 支配他们 无是以之无畏之有益 因此我才知道 这无畏的益处哪 不言之教 无畏之意 所以这些没有言化的教化 不用言化的教化 实在非常有益的 如四十的变幻 天地的运转 万物的深化 天下西极之 像这些不言之教 天下实在很少有遗物能比及的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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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 零四四支指章第四四 第四四讲身与明 明与身孰清 身外的身明与身内真我的生命 那一样应该清静 那一样应该清静呢 身与或属多 身内真我实质的生命与身外多余的物质 那一样应该重视呢 得与王属病 得到身外的生命 与失去真我永恒的生命 两者之间比起来 那一样贵重呢 是故圣爱必大费 多葬必厚亡 所以说 过分的贪求物质与名利欲望的人 必定要劳心劳力 大费精神 结果失去越大 贪求利禄的人 必定喜爱宝贵的真品 但是真品葬狠越多 反而使人极度怨恨 结果往往生遭恨祸 知足不辱 知指不代 可以长久 所以知足的人 他的心就减少贪求 身心自然超于无忧无虑之间 远离了羞辱污蔑之事 更不会遭到危险的祸事 像这样的人 可以与天地共长了 加 加 加 45 045 清静章第四五 第四五 讲清静自然 大乘若缺 大有成就的人 反而谦虚待人 这样的谦虚作为 在凡人的眼中 就好像尚未完满的样子 所以看起来有点缺失 其实这种人才是 大有成就的人 其用不必 必令本作必 但是 但是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 在一般人看来好像不值得学习 可是他的一切功用 反而没有丝毫的破坏 因为别人反而会更 尊敬他 更崇拜他 更拥护他 更听从他 大赢弱冲 因此在圣人的眼里 能够达到功德满的人 心境就像虚无一样 心里反而什么也没有得到 其用不穷 可是他的作用 反而深深化化 没有穷尽 大直弱区 就好像正直的人 反而能包容一切 所以有时在外表起来 就 好像受委屈一样 大巧弱桌 而巧妙的人呢 就好比圣人的心 根本毫无贪得的机心 也没有 多余的做作与行为 但以凡人眼光看来 就好像他们都是很笨拙 的人一样 大便若呢 所以说 对宇宙万物有深刻体悟的人 此种人应该是最有辩解的人 但他反而体悟心中 难以言语 就是有时候他讲出来的大道理 别人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此大辩论的人 反倒像不多说话的人 造肾寒 净肾热 人在急躁生气的时候 虽然体内热气沸腾 暂时胜过寒冷的天气 可是毕竟是不能长久 就像大风大雨一样 雨过仍然天晴 风过 仍然平静 所以平心静气 才能永久胜过急躁的热气 清静为天下震 所以说 清静无畏才是天下人民 所应追寻的目标 因为这样能使 万物各得其所 人民各得其归 天下自然就太平清正了 加 加 加 四十六 零四六之族章第四六 第四六讲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 天下有道 却走马一份 天下有道的时候 国太民安 人人之族 这个时候 能够用来战争 的马 都可以让他在田野之中 奋田施肥 清闲自在 就好比 有道的人 有道的人 身心泰然 没有心原意马胡乱奔驰之患 而以中正之道 立命 以何须之气养生 自然清静无事了 天下无道 龙马身于骄 但是一旦到了天下无道的时候 人人贪得无厌 这个时候 战乱 难免要发生了 因此 兵马也都要生死于荒郊野外了 就好比修道的人 如果不守清静无畏的话 时时便会产生贪的 无厌之念 导致心上之刀兵横出 信中之意马胡闯 不得一时的 宁静 这个时候 三魂七破尽成魔君之辈 时时扰乱 五脏六腑 敬畏交战之场 神无一刻之首舍 心无十刻之安闲 此就是人心 无道之时 因此 性命怎能长宝呢 罪莫大于可遇 或莫大于不知足 就莫大于遇得 由此看来 天下罪恶之大的 还不能超过这些多丝的欲望 如 兄弟系强 朋友反目 父宗灭族之事 皆是一念之为所害 就好像 心心之火虽为 却可以辽远广阔 所以说修行之人 先要执念 念头如果不止 虽是日夜不眠的一心求道 但是只不过是劳行而已 因此学道之人 就是受了欲望 与不知足所害 故知足常足 所以说 知足之人 摩索不足 无往而不泰然 因为不求身外之物 反得身中自信之宝 如此之人 还有什么可贪求的呢 加 加 加 四十七 零四七天道章第四七 第四七讲自然的原则与定理 不出户 知天下 天下总一个原则与定理 圣人是就是能够体悟这个原则与定理 所以天下虽然很大 但是还是离不开这个原则与定理 所以圣人 不必走出门户 就可以完全知道天下的一切事物了 不亏有 见天道 因为宇宙天地之间 不过是阴阳动静而已 阴阳动静 不过是 无极太极之理而已 圣人尽其本性 就是尽其天道 所以圣人之 本性 就是行其天道 其出迷远 其知迷少 但是凡夫之人 则不同 每每每要以自己的眼睛 来了解天下的 事物 而不知天下的事物是不可穷尽的 所以凡夫俗子费尽了 毕生的经历 走遍天下 迷于身外之间 迷于身外之间 反而更迷失自己的本性 所以是走得越远 知道的反而越少 因为自己越远离了本性 受到外物之人 受到外物之染的原因 是以圣人 不行而知 所以说 圣人他反而不必走遍天下 自己只求淡然无欲 但他 仍然可以知道一切的 何必跑到很远的地方 去搜寻身外之物呢 眼前就是法界了 心上原明的人 自然可以动见一切 因此圣人 不必行远而可知一切那 不见而明 不畏而成 所以也不必视察外界 就可以说出自然法则的明目了 也不必去 多余的造作 只要尽己知性 自然而就完成圣业了 加 加 加 48 048日损章第48 第48讲无畏的妙处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一个人如果是为了学问求知见的话 是有益的 但是这种意只是 短暂的 而学道就不同了 因为学道是要损去知见 除去情欲 更要排除妄念 所以是味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畏 除了损去了知见 情欲妄念之外 更要把人情事态 极名利虚滑 一并丢弃 这样悟我两望 思欲静静之后 就是达成无畏的境界了 无畏而无不畏已 有了无畏的境界 就是无所不畏了 可是这个无畏 其中隐藏着 深妙的玄机 是动中之境 静中之动的无畏 是虚中之时 时中 之虚的无畏 譬如天之无畏而四时能行 得之无畏而万物能生 因此人与天地合为三才 如果人能无畏 真性了然 万物的造化 无不在身心之中 此是人之无畏的妙处 故取天下者 常以无事 所以要得到天下 如果以思欲之心 或是仗是自己的力量 去取得的人 那么将不可得 所以一个真正体悟大道的人 他会 以道德仁义去取得天下 如古时候的姚顺宇 这些圣人就是一个 榜样 不但取天下 又取得天下人民的心 这才是真正的取得 天下 极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 而秦始皇就不同了 他以思欲的作为 想将天下那为己有 其实 这种作为 反而使人痛恨 使天地神指不悦 所以像这种取得 天下的方法 是不足以效法的 加 加 加 四十九 零四九德善章第四九 第四九讲圣人之心 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心为心 所以说圣人的心 是随百姓的心态习俗 随一致化的 他不以 一己之见教人 更不以思见或是分别之心待人 善者无善之 不善者无意善之 得善以 所以圣人既然无分别之心 那么看到善良的人 或是见到良善的 事情 圣人也以仁慈之心去清净他 看到不善的人 见到不善的 事情 圣人也一样以仁德之心去感召他 信者无信之 不信者无意信之 得善以 而且圣人在待人接物方面 皆以诚信待人 无论是守信的人 圣人他这样对待他们 连一些没有信的人 他也是一样以诚信 对待他们 使这些不诚信的人 能受到圣人的德性感召而归于诚信 这就是圣人的德性啊 贤人在天下贴贴 为天下魂齐心 贴令本作社 所以圣人生活于天下之间 每每为天下的百姓 因为不知泰然自处 更做出被礼乐鬼的丑事而担忧 即感到恐惧不安 所以圣人何等 的慈悲 他为了天下百姓的福祉 而浑浊了自己清净的性体 百姓接住其耳目 圣人皆还知 因此圣人有这么大的慈悲心 所以天下的百姓 皆以他为依归 时时的仰望着他 想听听他的话 听听他的道理 想看看他 看看圣人的慈容 所以圣人有着无上的德威 他看到天下百姓 就像看到自己亲生的小孩一样 去教导去感化他 这就是圣人 可敬之处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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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 零五零生死章第五十 第五十讲出生入生 出生入死 人与万物一样 凡出生于世 就有死去的一天 生之徒时有三 可是人生存在生与死之间 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人 是小孩正在生长的年龄 这种比例 在十个人当中 占有三个 死之徒时有三 第二种人 是老年 将死的年龄 也是十个人当中占有三个 人之身 动之死地者 亦时有三 第三种人 是在中年的时期 就转向死亡的人 像这种人 也是 十个人当中 占有三个 夫和骨 以其身身之后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这种人 他是欲太深了 自奉太厚了 常常因谋求衣食而劳累了生命 所以反而伤了生命 因此很早就 归向死亡之路了 盖文设生者 但是听说很会设养生命的人 这种人 这种人 这种人大概十个人之中 还不到 一个人吧 这种人他了解真正的生死之道 所以他不属于生 也 不属于死 他超越了生死的假象 所以他生在世 也不感到可喜 就是死了也不会悲哀 因为他已领悟到真我的生命 是不生也的 不死的 路行不欲似乎 所以这种人 在陆地上走的时候子 像不会遇到一些犀牛老虎之 类的野兽 就是遇到了 这些野兽也不会去伤害他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圣人慈怀爱物 不伤害万物 就好像动物园的园丁一样 他了解动物的心 动物也了解他的心 所以就不会被伤害了 入军不必假兵 批令本作弊 而且这种人 即使走入了战场 也是出入无防的 因为一个有 圣德的人 不但是将军敬畏他 连兵族都敬畏他 似魔所投其脚 因此以上所说的 犀牛虽然凶悍 却不以脚去攻击他 虎魔所措其找 老虎虽然勇猛 可是看了这种人 爪子也好像失去了 爪子也好像失去了作用一般 兵魔所容其刃 连兵族作战的刀器 看到这种人 也都不知道攻击了 夫和谷 以其无死地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圣人早已把生命托付给天地了 因此 他把假我的肉体早已看空了 在我空之下 岂有死亡之力呢 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仇视与野兽这类的敌人 因为他已把万物 看成一体了 加 加 加 五十一 零五一尊贵章第五一 第五一讲道的真性 道生之 道位万物之母 所以万物皆从道体中而生的 但是万物生出来 以后 得处之 还要以得去滋论它 这个得就是天地中的阳和之气 这个阳和之 气能够孕育万物使它生长 物行之 成长以后才有种种的万物 可是这些万物 本来就是从无形的道 所生的 与无形天地之德培育而成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有形的 万物 才知道无形道德的伟大 是成之 但是在万物生长以后 如果没有四季寒暑的根体 阴阳互换的交流 则虽生长了万物 也不能使万物趋于成熟 所以是之所在 就有 阳春之气的培物 即寒秋之气的逼物 这些四食的代谢 或漏一句 是以万物末不尊道而贵德 所以万物没有不尊重道 及贵重德的 道之尊 德之贵 夫末之命 而常自然 命令本作绝 但是道虽然伟大 德虽是尊贵 却不以伟大与尊贵而自命不凡 仍然以自然处之 可是他这样的自然处之 反而得道永恒自然的 尊贵 故道深之 得处之 常之欲之 成之熟之 养之复之 令本卯得 成之熟之 令本作亭之 独之 所以道深了万物 得资论了万物 让他们长大 又给他们福育 又让他们自立成长 又让他们成熟 这些常养与父护的大恩 生而不有 为而不持 常而不宰 道还不以为自由 像这些大有作为的事 他还是不仗是自己的能力 虽然是万物之主 但是他仍然不以主宰为自居 是为宣德 宣令本作员 所以道实在是 具有极深远的智德亚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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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 零五二首母章第五二 第五二讲道的本源 天下有始 以为天下母 天地万物都有它的本源 这个本源就是道 道创造天地万物 所以道是天地万物之母 既得其母 已知其子 既然知道天地万物是道之所生 旧知晓道为母 物为子 道为体 物为用 所以现在的人 只知物而不知道 是被道而持雅 既知其子 父守其母 陌生不代 因此当你认识这个道以后 就要秉守着创造天地万物的道 就是 身亡的时候 也不会感到恐怖与危险 因为你已经回归道道的 母怀中了 塞其对 闭其门 所以如果不想让精气神外持 就要塞住了人的欲望之口 终身不秦 修道之人 在避欲望之口 丧心争斗于红尘之中 那就不可救药了 见小约明 因此能够察觉为小事的人 才是明白大道的人 才是明白大道的人 守柔约强 能够守着柔弱之道的人 才是真正强盛之人 用其光 用其光 复归其名 无疑伸殃 但是 明白大道还是不够的 仍然需要回光返照 使得心得内外 相应 这样才能归于 这样才能归于 灵明 觉悟之中 是为习常 习令本作习 能够这样做的人 就能达到身心无挂 安然自得了 更可说是 实行大道已经习惯了 加 加 加 53 053大道章第53 第53讲大道之行 使我戒然有之 行于大道 为师是位 假使我有一些智慧 要行于大道的话 还需要小心谨慎 因为 不小心的话 还恐怕会走入 歧途末路之中呀 这为什么呢 大道圣疑 而名好尽 因为我看到了 大道本来就很平坦的 很宽大的 可是偏偏有些 贪望的人 他喜欢寻找小路走 这样的结果不但无意 反而害了 自己 这些都留给我很大的警惕 曹圣除 就以一些当朝的文武百官 为辟欲吧 朝纲都已经保不住了 田圣无 百姓的田地也都已经荒芜了 仓圣须 仓库的稻米也已经快要没有了 符文彩 但是还有一些贪官污吏 上穿着华丽的衣服 来显示自己的尊贵 带利剑 身上还带着明亮的利剑 来夸耀自己的强悍 宴饮食 不但如此 更是一心追求美餐 美酒来吃喝享受 资或有余 资令本作财 而且只顾自己的财或有余 更不去接济别人 是味道于 于令本作夸或夸 像这种人 不就是像极了恶人的作为吗 非道也灾 令本毛也 所以像这样的作为实在很不合乎大道的 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道德经 老字白话注释版 630CHTML 54善见55 寒得56到贵 57治国 58查证 59长生 60治国 61位下 62到澳 63无南 64服务 65玄得66 江海 67三宝 68不增 69用兵 70怀育 71不病 72未微 73天网 74厮杀 75贵生 76柔弱 77天到 78水得 79佐气 80不洗 81不击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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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054善见章第54 第54讲得的余音 善见者不拔 善报者不拖 天地之间 如果建立有形的东西 容易被拔去 购置有形的物品 容易被取走 因此唯有善于建立道德的人 才不容易被拔去 不容易批取走 这为什么呢 因为道德是建立于无形的心中 所以没有形体让 力量拔去 也没有其他力量 能让无形的道德脱落 子孙祭祀不错 所以能够在身的时候 行乎道德的人 他死了之后 仍然有 设计宗庙 让子子孙孙祭祀 代代相传不绝 修之于身 其德乃真 因为他的德 实行于身 所以他的善德 才有如此的完美 修之于家 其德乃于 所以说 一个有道德的人 他修得充实于身的话 必能使家人的 道德的余音 修之于乡 其德乃常 如果这个有德旺的人 德化于乡里之间 则乡里之间必然能够的 道教化上的长处 修之于邦 其德乃风 邦令本作国 如果德化于国家的话 这个国家也必然会得到兴旺 修之于天下 其德乃普 如果德化于天下的话 也一样能够感召天下 故以身观身 因此我明白以上这些道理之后 我就以自己的身心体悟 去观察 别人的一切作为 以家观家 以自己的家庭教化 去观察别人的家庭教化 以相观乡 以自己的乡里教化 去观察他的乡里教化 以邦官邦 邦令本作国 以自己的国家教化 去观察其他国家教化 以天下观天下 以现在的天下教化 去观察 去观察未来天下教化 无何以知天下之燃灾 以此 所以我何以知道天下的变化情况呢 就是以上的道理推 非旧而得的 加 加 加 55 055 含德章 第55 第55 讲德性深厚的人 含德之后 比喻赤身 包含德性深厚的人 就好像天真无邪的婴儿一样 那么的无知是 那么的顺天自然 独虫不试 猛兽不拒 绝鸟不驳 柏令本作团 所以独虫要是他 他也不怕 猛兽要伤害他 他也不怕 凶恶的 野鸟要扑抓他 他也不怕 因为他毫无伤人之心 亦无惧怕之意 心灵中纯然悟我两望 那里会去顾忌独虫之事 猛兽之害 以及 野鸟的扑抓呢 骨若精柔而握骨 别小看这些婴儿 虽然筋骨柔弱 可是当他握起小拳来 却是 非常的硬朗 为之聘母之和而俊作 俊令本作追货权 他虽然不懂得男女之间的情欲 更不懂雌雄之间的交合 可是 他的真阳之物 却能长勃起 精知智也 这就是他的真经已达到极点的表现啊 中日豪而不阿 中日豪而不阿 何之至也 阿令本作忧 你看他中日的豪哭 但是身因人不沙哑 这就是他保守太和之气 以达到极致的表现啊 和和约长 因此有以上的举动 我们可以知道 赤子之心 不但不怕外物的 伤害 况且骨弱而卧骨 无知而扬举肩 哭叫而不嘶哑 这些表现 就可知道 因而他保全了太和之气 而我们不能保持这些太和之气 就是我们欲心动而神乱 称心动而气好 情欲动而惊散 这就 是我们不能返回先天真常知的原因啊 知常曰明 如果够知道真常知道的人 可算是明白谁是真我的人 能够明白 真我的人 他的心自然能够像秋天的月那么明亮 像晴天中的 潭水那样明镜 所以 这种人 也是明智的人 一声曰祥 这种人 也自然知道 保养先天太和之气 以增益长生之道 能够增益长生之道的人 就是吉祥的人了 心使器约强 但是 现代的人 往往不去保护先天的元气 反而妄动 自以为很刚强的样子 其实这都是不对的举动 物状态的行为 物状则老 因为你妄动 暴躁 这都是勉强的行为 勉强的行为 总是支持不久 支持不久 就好像万物的强壮 就会老了 老了 不是早日迈向 死亡之道吗 是为不道 不道早已 所以这都是不会合乎道的举动呀 不合乎道的举动 就要早日 自我灭亡了 加 加 加 56 056道贵章第56 第56讲悟道的人 知者不言 真正悟道道的人 心语道合 可是却难以用言语表达 就像是佛所说 无法可说 是明说法 达摩祖师所说 达摩东来一字无 全凭心意用功夫 若要纸上寻佛法 笔尖叫前洞停壶 可见到是如何的微妙了 言者不知 可是偏有一些好于炫耀自己的人 喜欢在大庭广众 高谈阔论 行为乖张 高傲自取 其实这种人反而是不知道的人 赛其对 所以有道的人 他自先赛住了 他的口舌纷争 闭其门 关闭他七情六欲之门 错其锐 折错他锋芒又高傲的锐气 解其分 这一切才是解脱纷扰烦恼的方法 和其光 同时 有德之人 他毫无高傲之心 就是有功于众生 可是他的 心与众生的心 仍然能够像灯光与灯光 在一起的时候那样的 混合 同其成 那样的不惊奇 不利益 不粉饰 随俗同臣 是未玄同 他的作为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 使人感到特别 反而与人共同相处 故不可得而亲 但是这种人 你想亲近他 其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心同虚空 是不染情欲的 不可得而疏 你想疏远他 也是很难的 因为他慈悲未怀 观爱世人 使人 难以舍弃他的恩德 不可得而立 你想利益给他 其实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淡然无欲 只是抱着 取之众生 用之众生而已 不可得而害 你想加害他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有解脱之心 能够超出生死 的假象 不可得而贵 你想贵重他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不贪慕荣华富贵的虚名地位 不可得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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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亲见他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心灵中实实怀有 如归宝般 得慕尼宝珠 故为天下贵 因此 外在的形象 外在的形象 以及褒贬 毁欲 都不能打动他本心的自在 所以这才是天下最尊贵的人了 加 加 加 57 057治国章第57 第57讲治国之道 以政治国 治理国家要以政道的方法 不要以其巧的方法 以其用兵 只有在用兵的时候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用奇巧的方法 以无事取天下 因为治理天下 要使百姓平安无事 才可以取得天下百姓的心 无何以之燃灾 以此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道理呢 就是以下的道理 给我的启示 天下多忌讳 而民谜平 比如 治理国家 如果发布禁忌太多的政令 就不能辩民 人民 于无法顺利工作 无法顺利工作 农工商生产就要少了 所以 人民 人民就会越来越贫穷 人 多利器 国家 滋昏 如果人民拥有太多厉害的杀人武器 打杀的事件 自然就多 因此 要治理人民 要治理人民 就会越感到混乱 人多技巧 其物资起 既令本作祭 如果人民有技巧的居心时 一些邪恶又奇怪的事物 就越来越多 法令 法令资章 道贼多有 在法令设的很多的时期 就是道德仁义失落的时候 道德仁义 失落的时候 道贼恐怕就要越多了 故圣人云 我无畏而明自化 所以 上古的圣人曾说 只要我混全天理 顺天应人 人民就会 自我约束 自我导化 我好尽而明自正 只要我虚心填淡 不妄动 不纵欲 人民就会自然归于清正 我无事而明自负 只要我不失禁忌太多的政令 去扰动百姓的行动与安宁 就是 辩明 然后人民自然康复 我无欲而明自谱 只要我不贪慕享乐 人民自然也会归于淳朴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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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八 零五八查政章第五八 第五八讲治国方针 其政闷闷 其名纯纯 纯令本座纯 治国的方针 若能以宽大为怀的胸襟 人民反而过的纯朴安定之族 其政查查 其名缺缺 其名缺缺 治国的方针 若是私质自用 言行刻乏 人民反而狡诈多端 所以 并非 或 吸 福 所以 因此灾祸的里面 已经隐藏了幸福的到来 譬如说 发生过灾祸 的人 才知道幸福的可贵 因此才知行功利得 去追求永恒的 幸福之道 福西或所福 幸福的里面 也潜伏着灾祸 比如说没发生灾祸的人 他不知 珍惜幸福 反而为非作歹 奢侈浪费 造下罪业 一日因缘成熟 灾祸就要临头了 殊知其极 其魔正耶 但是 向这种祸福循环 物极必反的道理 有谁能够了解他的 究竟 有谁能在无形中去认识这些真理呢 正负为其 所以 人心不古 本来是正直的道理 人却认为那是奇怪的理论 善负为妖 本来是善的教导 人们却认为那是妖怪的行为 人之迷也 七日故久矣 因此是人迷昧于邪正善恶的分别 这种日子 这种日子 已经很久了 是以圣人 方而不割 所以为有圣人 他为人的方针 能够在保持方针之中 有没有 锐利的棱角去割伤他人 连而不割 割本作贵 他为人清廉 可是在处事方面 又很厚道 绝不及恶太严 或 苛刻太甚 执而不似 他为人正直 可是绝不直率的过于放肆 光而不要 他心性光明 可是绝不炫耀于他人 这就是圣人德性深厚的 原因啊 加 加 加 五十九 零五九长生章 第五九 第五九章 智人是天 智人是天 莫如色 智礼是人 以及是奉上天 最好的方法 就是精神不忘谢 福为色 因为精神不忘谢 就能够心得全备 心得全备 就好像回复到 自己的本性 是为早福 像这种事 就像每个人起床之后 要穿衣服一样 是首要的事 早福为之重积德 所以起床穿衣服 也是我们早已习惯的事 而且每个人一生当中 都是不断地做 我们的德性 如果能像起床穿衣服一样 累积下来 的德性 一定是深厚的 重积德 则无不可 一个德性深厚的人 他要治理人 要是奉上天 就没有不能胜任的 无不可 则莫知其极 既然是没有不能胜任的 就难以估计 他力量的极限 莫知其极 可以有国 像这种力量难以估计的人 也就可以担负 治理国家的重任了 有国之母 可以长久 有这种人来治理国家 就像国家的保姆一样 能够律天下之道 治理天下当然可以长久了 是为生根故地 地令本作底 就好像根深牢固的树 就能结出结实的果子 长生久世之道 如果以这个道理 去实行于修身养命方面 这种人无形的生命 也可以长久地生存在人们的眼前 让人崇敬奉养朝拜 因为治国 与修身是一样的道理呀 加 加 加 六十 零六零治国章第六十 第六十讲 淳朴祥和的世界 治大国若蓬小仙 蓬令本作亨 治理大国家 就好像在蓬尖小鱼一样 不能常常去翻动它 否则 就会将一条鱼尖的破碎不堪 治理国家也是一样 不要常常去 变动政策 否则人民也会因政策的变来变去 而难以适应 感到 烦闷 所以这都是为政的人 因为失去诚信 使人民对遵守法律 也失去信心的结果 以道立天下 因此为政的人 如果能以道的无谓 轻正诚信 去治理百姓的话 自然能够达到和其至详的目的 其鬼不神 连恶鬼的作乱 也难以显出神奇的灵印 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伤人 非但恶鬼难以显出神奇的灵印 就是威灵的神明 也不会去伤人 因为百姓都是善人 神爱善人 有所不及 怎会去伤人呢 非其神不伤人 圣人亦不伤人 所以 非但威灵的神明不伤害人 就是圣人在世的时候 看到 人民善气祥和 他也不必铠叹 人生 生或是心之物血 不鼓 更不必使出浩然正气 去伤害一些 为非作歹的伪君子 夫两不相伤 故得交归焉 如果能够达到 无畏 无形的鬼神 与在世的圣人 都不伤害人 这就是天下的性感交的时候 也好像天下之人 都回归到本来 天真与淳朴的势力 那样的祥和与清静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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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一 零六一位下章 第六一 第六一讲 大国千杯 小国千功 大国者下流 大国该学大海的杯下自处 虽是居于下流 天下之交 但是唯有居于下流 才能成为百川重流交汇的归处 天下之聘 就好像天下的雌性动物 聘常以敬圣母 常以柔弱的静定自处 但是却能胜过雄性动物的刚强躁动 以静为下 故大国以下小国 这就是以静定为下 反而能胜刚强躁动的原因 所以说 大国若能以谦卑自处 更以诚信有力对待小国 则取小国 小国而下大国 就可以取得小国的幸福 更能取得小国的归相之心 小国若能 谦卑自处 更以诚信有力对待大国 则取大国 就能取得大国的信任 更取得大国的崇敬之心 故或下一取 所以无论是大国签下一求 小国的幸福 或下而取 或是小国签下一求大国的信任 大国不过欲监处人 处令本作序 大国为政的最终目的 只不过是爱护天下百姓 既然天下百姓皆是 安定 安定添朴 治理大国的使命也算是达成了 小国不过欲入世人 令本卯入 小国治理百姓的最终目的 不过是愿意侍奉人民 使其过得 平安无事 因此他对大国的要求 也只是希望大国能 强小国平等 看待而已 夫良者各得其所欲 所以无论是大国或是小国 如果要达到这种目的 首先就要以 谦卑自处 顾大者一位下 而且最要紧的 就是大国应该 首先以谦卑低下 作为模范 能够 这样 天下自然太平了 加 加 加 六十二 零六二到奥章第六二 第六二讲道的奥妙 道者万物之奥 道是万物之中 最经为最奥妙的东西 善人之宝 善人经常是为修身养命的至宝 不善人之所宝 就是不善的人 也会依赖道来保障自己 例如俗语说 道义有道 就是最佳的佐证 可见坏人有时候 也要仰仗道来保护自己 美言可以是 所以有时候 当你讲出一句话 何于道的至善美言 就可博取别人 的钦佩 遵行可以加人 这就是说 只要你何于大道行事 有尊贵的行持 就能高人一等 人之不善 人往往有迷昧的时候 而做出不善的事 何弃之有 可是只要你有改过向善的心 谁不会原谅你呢 谁还会遗弃你呢 但是最怕你的忏悔之心不沉 良知不坚 本性不改 力行不衡 所以才会自弃弃人 为人所弃 顾力天子 至三公 所以说 如果你不以道而行 即使得到世间的一切 如拥有了至上 得王位 又设置了文武百官 前呼后拥 虽又拱臂 以先四马 两手又拥有西式珍宝的美誉 乘坐富丽堂皇的马车 如此的尊荣 华贵 不如坐静此道 还不如体悟大道 深入到心 来得实在永恒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和 所以古代的圣人 才如此的尊贵大道 这是为什么呢 不曰求以德 无不是因为 日日求于大道 日日行于大道 如果不这样做 便要被道而行 一旦被道而行 就要造下罪业了 有罪以免耶 一旦造下罪业 难道可以免受因果的惩罚吗 故为天下贵 所以 道实在是天下最贵的了 家 家 家 六十三 零六三无难章 第六三 第六三讲圣人的处事 为无畏 圣人处事 不是为了欲望而处事 不是为了欲望而处事 也不是为了贪得而处事 更不 是为了私利而处事 纯是为了大公无私而处事 是无事 圣人的行事 不以心机而行事 不为工业行事 不为名利行事 心性中纯然 虚无为怀而行事 为无畏 圣人的品味 不是为了情欲而品味 不是为了满足欲望而品味 更不是为了贪欲而品味 纯然是以自然淡薄无畏而品味 大小多少 可是凡人的心灵欠缺 常常以大为小 以多为少 而圣人的心境 就不同了 他心灵中一切具足 不缺少一物 因此圣人能以小为大 以少为多 抱怨以德 所以圣人的心灵是万得具备 心中无怨 假使有人误会他 对他 产生愤恨的心理 他还能以德抱怨 绝不怀有报复之心 突难于其意 因此 如果你想学圣人的作为 必先从容易的事做起 能枪容易 的事做好 才能将困难的事情做好 为大于其系 要做大事 要做大事情也是一样 先从细小的小的事情先做好 能先从细小 的事情做好 大的事情才能做好 天下难事 必做余意 所以说 要做天下的难事 必先从容易的事情开始 天下大事 必做余系 要做天下的大事 必先从细小的事情开始 是以圣人 终不畏其大 因此 圣人 他总是先从细小容易的事情开始做起 而不是一下子 就想做大事也 故能成其大 所以 他最后根基稳固 终于能成就大事也 可是凡人他轻视 心性的修养 他们以为那是小事情 但是小事情都做不好 怎能 成就大事业呢 夫亲诺 必寡性 这就好像一个人 马马虎虎点头答应的是 这个人一定没当做 一回事 没当一回事的答应 必然是缺少信用的 多意 必多难 还有 如果把事情看得很容易 而且事先一点也不准备的 到时候 发生的困难反而越多 事已胜由难之 故中无难 所以胜人 开始的时候 先把每一件事都认为困难 事事介慎自己 时时反省自己 最后 最后反而天下无难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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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纷乱的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 如果有违反正常 的事情 刚要发生 便能一目了然 能够一目了然 才容易找出 图谋的对策 奇脆异判 就好像说 一件事情刚要形成的开始 总是比较脆弱的 比较 脆弱的东西 总是容易分化 其微易散 也比如说 微小的东西 容易散失 尚未凝结的事物 容易分散 未知与未有 所以 要做好一件事 一定要筹谋于事情 未发展的开始 置之于未乱 治理国家也是一样 要在尚未混乱之前 就先做好治国的基础 核爆之木 深于毫末 毫比 一棵两人核爆的大树木 它的成长 也是从一粒细小的 种子开始萌芽 九层之台 起于泪土 移动九层楼高的平台 也是从一本机一本机的泥土累积起来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要走千里的路程 也是要从脚底踏出第一步 为者败之 职者施之 因此行为超出以上过程的人 一定会失败的 因为他太执着 太任性 太执着太任性的人就是缺德 缺德的人就会失去一切 是以圣人 无畏顾无败 无职顾无失 所以圣人 了解这种道理之后 他就守住魂泉的德性 不与人 纷争 也不执着得失之心 既然不执着得失之心 所以也没有 失落的痛苦 明知从事 常于己成而败之 但是世人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 只因一时的松懈而遭到失败 圣中如始 则无败事 因此 能够将最后关头 当作开始一样谨慎的人 他就不会失败 是以圣人欲不欲 不贵难得之祸 所以 圣人所欲求的 是一般人所不欲求的 譬如圣人欲求的是 自在解脱 而不是贵重的经营财宝 学不学 圣人所学的 是一般人所不喜欢的 好比圣人所学的是 内在生命 的哲学 而不是追求虚荣浮华 卖弄心机 负重人之所过 所以圣人他只是想 回复到自己的本性良知 提醒世人不要 胡作非为 违背自己的良知而已 以服万物之自然 这就是圣人将所要做的事 先去了解 先去实行 然后他才能辅佐 万物 回归自然淳朴 而不敢为 因此 圣人他的任务太大了 世人的注目也太深了 所以他更 不敢胡作非为 而乱了修己至人的方针啊 加 加 加 六十五 零六五玄得章第六五 第六五讲回归纯朴 古之善未道者 非以明明 古时候 了解已道治国的人 不教人民斗治技巧 将已愚知 而教人民纯朴敦厚 为什么呢 明知难治 以其治多 因为国家之所以难以治理 就是人民的治谋太多 故以治治国 所以如果以治谋来治理国家的人 等于教人民互相斗志 一旦 上下互相斗志 自然两败俱伤 在两败俱伤之下国家 就要要乱了 国之贼 因此这种教人民斗志的办法 实在是教人民为贼呀 不以治治国 国之福 反过来说 倘若在上的人 不以治巧治国 人心自然淳朴 人民 生活自然安定无真 这才是国家的福祉 知此两者 所以 如果有人知道以上两种道理的人 一凯事 能知凯事 是未宣德 就可成为治理国家的模范 能够成为治国家模范的人 就是有 玄妙德性的人 玄德深以远以 与物反以 当玄妙德性发挥到更深更远的时候 在外表看来似乎与世俗的 轨道相反 然后 乃至于大顺 其实这正是使人民更归于淳朴 归于和谐的妙境哪 加 加 加 66 066 江海章第66 第66 蒋千杯低下 江海所以能为百骨王者 汪洋的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重流之王 以其善下之 故能为百骨王 就是他善于处在低下的地位 使百川重流之水 无论净会皆能 容纳 所以才能成为百川之王 是以圣人欲上名 以其言下之 明令本作人 圣人他能够高居万民之上 就是他心口一致 而且先签自己的 言语 自称卫下 欲先名 必以身后之 明令本作人 所以 如果你也想居于别人的先前 那么你必须先尊重所有的人 尊重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才会尊重你 反之你轻视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就轻视你 是以圣人 处上而名不重 令本卯圣人 明令本作人 圣人就是知道这些道理 所以他虽然居于上位 可是他处处谦虚 为怀 始居于下方的人民 都不感到危重的心理艳丽 处前而名不害 明令本作人 所以圣人虽居于所有人的先前 可是人民会自然的崇敬 不会去 嫉妒他 或是加害他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而且天下的人都乐于推举他 而不讨厌他 以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这就是他不与人相争 所以天下人也就没有人能胜过他了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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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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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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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9 10 10 10 11 11 12 12 11 12 11 不敢自高自傲 居于别人的先前 夫慈故能勇 因为慈爱才能产生勇气 就好比一位母亲 为了儿子的生活 就必须背负自己责任的勇气 这就是慈爱所发挥的勇气 简故能广 因为节俭自己的精神不妄谢 所以才能精神饱满 使先天之气 运转 武器朝圆 三花聚顶 原神复位 然后天地任我要游 更能发挥广大的救人救世大事业 不敢为天下先 故能沉气长 因为谦虚悲下的美德 才能受人尊敬拥载 像这种德性的发挥 正是大器晚成的写照 尽舍其辞 尽舍其此且勇 可是现在有人舍弃了慈祥的爱心 而好勇斗狠且好出风头 舍其简且广 舍弃了节简淳朴 而荒淫无度且浪费光阴 舍其后且先 舍弃了谦虚退让 舍弃了谦虚退让 而好真好斗 且瞧不起人 此意 像这种人 就是自己想要快一点迈向死亡之路了 夫此以战则胜 所以说 抱着天性慈祥的正气 才是永恒的勇气 此种勇气才有 真实的力量 以此种力量去对付 逞强邪恶之辈的扰乱 才能得到 真正的胜利 以守则骨 天将就之 以此为之 而且以此爱来防守 就能得到巩固 因为此爱本是上天所负的 本性 尽到天父的本性 天下之人就会拥护爱在 能够得到拥护 爱在 在上位的人自然能够得到巩固的支持了 加 加 加 六十八 零六八不真章 第六八 第六八讲最佳的勇士 善未适者不武 最佳的勇士 绝不会夸张自己的武力 也不会逞强好斗 更不会 显出凶狠的样子 善战者不怒 最好的战士 是实时保持太和之气 以及养精蓄锐 绝不会轻易 就暴躁发怒 善胜敌者不争 最会打胜仗的将帅 是最不想要宣布和敌人交锋打战 如果宣布 与敌人交锋打战 也是为了早日和平着想 善用人折位之下 最会用人的长官 常常关怀部下 为部下着想 如此的姓陈观照 才能让部下幸福拥宰 是为不争之德 以上这些都是不与人相争的美德 是为用人之力 是为配天 古之极 也是用人的真正力量 这就是配合天地之德 顺其古道 所表现 的极致呢 加 加 加 六十九 零六九用兵章第六九 第六九讲真正的胜利 用兵有言 无不敢为主而为客 不敢进寸而退迟 军事专家 军事专家有一句真言 我不敢主动先向对方挑战 只有在对方已经 开始攻击的情况下 才起而应战 我不敢以残暴好杀之心 去 争强争霸 我只想保全固有的国土 使战争早日平静 是为行无行 这样的打仗 虽然国军士气高昂 可是却没有杀气腾腾的凶恶 让无弊 虽然高举着臂膀 高呼着口号 可是却没有凶残暴虐的模样 人无敌 虽然互相打仗 可是却没有不共载天的深仇 要怀恨在心 因此 这种人 不是为了好杀好战而打仗 只是为了正义 为了和平而 打仗 像这种慈爱光辉的打仗 才能使军民全心全力以赴 也是 胜利的象征 直无兵 所以说 这种战争虽然手里拿着兵器 可是 这正是正义之手 不是杀人的凶手 或莫大于轻敌 灾祸的发生 都是好战好杀的人所引起的 而这种人也是过分轻敌 的人 殊不知轻视敌人就是失败的主因 因为再小的国家 只要 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军民同心 这种力量的韧力 就远胜凶残暴虐 的好战之君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是顺天行事 一个是逆天行事 差别就在于此 轻敌几丧无宝 因此轻敌的人 就会失去路十七章所讲的 慈爱节俭 不甘畏 天下先 这三项宝贝 失去这三项宝贝 以国家来说 等于等于 失去国家的命脉 顾抗兵相加 挨着圣意 所以说 不以好杀好战去打仗 而以顺天行事 悲悯苍生出战的 国家 他到最后 才能得到真正的胜利 家 家 家 其实 零七零怀育章第七十 第七十讲我的言论 无言甚一知 甚一行 我的言论 实在很简单 你们应该容易了解 而且又容易做到 才对 天下莫能知 莫能行 可是现在天下的人 本性已经迷昧了 所以才不了解我的道 有 难以遵照我的道去做 言有宗 事有君 因为我所说的言论 都有各宗旨 我所说的事情也都有各含义 福为无知 是已不我之也 可是你们就不了解这些宗旨 又不了解这些含义 这都是你们受 到耳目见闻所染已久的原因 所以才不知道我所说的话 更 不知道我所讲的道理 更不了解我的心意 知我哲悉 则我贵意 另本卯意 因此 真正了解我道的人 的确太少了 大概是我所说的道态 珍贵了吧 是已圣人被贺怀育 因此圣人就好像一位 身外披着破旧衣服的人 可是内却怀有宝玉 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加 加 加 七十一 零七一不病章第七一 第七一讲之与不知 知不知上 已经了解到 却认为自己还不了解到的人 是真正了解到的上等人 不知之病 尚未了解到 就智得意满 而且还自吹自雷 自以为了解到的人 就是得了高傲夸张的病症 夫为病病 是已不病 唯有先知先觉的人 了解高傲夸张是一种病 所以以后 所以以后 才不会 在犯上这种病 圣人之不病也 以其病病 是已不病 圣人就是这种人 所以以圣人就没有这种病 因为他知道高傲 自取是一种病 所以圣人就不患这种病了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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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二 零七二位微章第七二 第七二 讲爱惜自我 名不畏微 则大畏质已 做什么事 都胡作非畏 而且又毫无畏惧的人 比较大的灾祸 很快就要降临 这正是自寻的罪恶之徒 也是自寻的毁灭之路 无暇其所居 因为你们不要把你以后的去路 狭窄起来 应该要开阔你的心胸 就好像四海之内皆兄弟 无处不是我的居所 无处不是我的归处 一样的广阔 无厌其所生 而且你们不要厌弃真我 应该赶快去修身立命 使真我 不生不死 不来不去 自在解脱 夫为不厌 是已不厌 因为唯有这样不厌弃自己的真我 天地万物 也才不厌弃你 是已圣人 自知不自见 所以圣人只求明心见性 而不受外在的一切蒙蔽本性 自爱不自贵 这就是圣人爱惜真我的大生命 不受因果轮回的拘束 因此他 不贵众生外的荣华富贵 以及人间的虚情假爱 故去比取词 这就是圣人看清假身 而求真我的解脱 加 加 加 七十三 零七三天网章第七三 第七三讲因果罗网 勇于敢则杀 凡是想表示自己勇敢 而残暴好斗 又胡作非位的人 必会遭到 杀身之祸 勇于不敢择活 凡是不敢轻举妄动 又不逞强好斗的人 就可以明哲保身 此两者获利获害 以上两种人 一种是对自己有利 一种是对自己有害 天之所恶 这就是上天的本意 讨厌刚强好斗的人 熟知其谷 可是有谁能够知道他的原因呢 是以圣人有难知 就是圣人 也难以了解这些道理 但是冥冥之中 就好像有这个 定数 有这种感应 天之道 不真而善甚 不相信 你看吧 天的法则 天的造化 他经常不与万物相争 可是他从古代到现在 无论你怎样与他相争 到最后还是他得到 胜利 不言而善应 这好像 上天虽然不说话 可是他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感应 不照而自来 不用你去安排与照请 他自然就降临下来 坦然而善谋 坦令本作惨 而且报应较快的 反而知道警惕 知道忏悔反省 报应较晚的 罪恶就越深 罪恶越深的 灾祸就越惨 像这种英国报应 好像 上天早就谋算好了 天网恢恢 书而不漏 漏令本作诗 这就是上天散布下来的英国罗网吧 它就是那么的广阔 那么的 稀疏 可是对英国报应 都丝毫没有漏诗呀 家 家 家 七十四 零七四四杀章第七四 第七四讲暴政之下 一 明常不畏死 常有版卯此字 政治家如果施行暴政 老百姓一定不堪暴政的摧残 如果到了 明不聊生的地步 也不怕死了 就想起来革命反抗 奈何以死拒之 到了这个时候 执政的人才想以杀人去威胁百姓 有何用呢 若使人常未死 因此 如果百姓生活在安定的时候 他是怕死的 而为其者 无的职而杀之 疏感 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为非作歹 执政的人以政治亲民的作风 把这些为非作歹的人抓起来 审判死刑 还有谁敢再来送死 常有厮杀折杀 但在暴政之下 一切情形就不同了 常常遇有在司法官的命令之下 刽子手才杀人的 而戴司杀折杀 也有一些不是司法官命令之下 也不是刽子手 就乱杀人的 是戴大将拙 夫戴大将拙 稀有不伤其手艺 就好比一位不是砍柴的木匠 也要代替别人去砍柴 这种代替 别人去砍柴的事 少有不砍伤自己的手啊 加 加 加 七十五 零七五贵申章第七五 第七五讲报证之下 而 明之机 以其上十岁之多也 是以机 暴政之下 执政的人只顾自己纵欲玩乐 对人民失去仁义理智性 在这个时候 课税必然超过人民所得 人民在入不敷出 又劳力用尽的情况下 自然就饥饿不堪了 明之难治 以其上之有味也 是以难治 这就是执政的人 失去仁义理智性的原因 所以人民也跟着 奸诈虚伪 等到这个时候 要治理百姓 就困难重重了 明之轻死 以其求生之后也 是以轻死 求令本作生 一旦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人民也就不怕死了 这都是在上位的人 纵欲玩乐过分奢侈的原因 才使人民不怕死的结果 夫为无以身位者 是贤于贵身 所以 唯有清心寡欲 甜淡虚净 才是真正贵重他自己的生命 自奉太深 纵欲太深 反而是轻视自己的生命 加 加 加 76 076柔弱章第76 第76 讲柔弱与刚强 人之身也柔弱 其死也坚强 人在活着的时候 身体是柔软的 死了之后 身体才变成坚硬 万物草木之身也柔翠 其死也枯搞 万物也是一样 你看花草树木 它在活着的时候 也是柔软的 只有死了之后 它才变得坚硬 故坚强者死之徒 有以上的道理 可以知道 如果守住刚强顽固的人 就是想快点 迈向死亡的人 柔弱者身之徒 反而迁退柔弱的人 才是走向永生之路 是以兵强则不胜 因此逞强于兵力 喜欢战争的国家 往往得不到胜利 木墙则拱 拱令本作供 就好像树木强大的 反而要遭受砍伐 强大处下 柔弱处上 所以说 经常自夸强大的人 反而使人讨厌 让人看不起他 而已让退柔弱自处的人 反而让人崇敬拥戴 家 家 家 七十七 零七七天道章第七七 第七七讲天道的为妙 天之道 其由章弓呼 天道的为妙 就好像拉开弓箭 准备射击的情况 高者一只 下者举之 目标在高的地方 弓箭要往下拉 目标在低的地方 弓箭就要往 上拉 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不知 距离较短的 拉开弓箭的力量就要小一点 距离较远的 拉开 弓箭的力量就要大一点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天道的为妙 也是如此 物极必反 循环不已 万物总是在平衡 又掉河的情况下 生生化化 调节运转 人之道 则不然 损不足 而奉 有余 可是世人 就不是这样了 比如在为人 处事方面 常常去做 锦上添花 这些虚伪的事 而就既贫困 这些实质的工作 却少有人要去做 熟能以有余奉天下 所以有谁能够将有余的精神与财力 奉献给天下贫困的人呢 唯有道者 我想只有道德的人才做得道吧 是以圣人为而不适 因此圣人体悟大道 还不敢仗势自己的能力 成功而不拘 其不欲见贤耶 顺天行道也不想自居其功 这是圣人他不愿处处夸耀自己的能力 将自己的长处去补助天下百姓的不足 这于是圣人所行的天道呢 加 加 加 七十八 零七八水德章第七八 第七八讲柔弱的益处 天下莫柔弱于水 天下最柔弱的东西 没有一样能超过水了 而攻坚强者 莫知能先 先令本作圣 水虽然柔弱 可是如果有其他坚强的东西去攻击他 他总是得到 最后的胜利 如石头丢到水里 就被他涵盖 因为他有包含性 如火遇到他 就会被扑灭 因为他有化解性 如泥土遇到他之后 就变得柔软 因为他有柔韧性 如木材浸在水里 就会腐烂 因为他有渗透性 如钢铁浸在水里 就会生锈 因为他有进食性 以其无以益之也 而且 他无论在什么地方 柔弱低下的本性 柔弱低下的本性 绝不更改 因为他有 平等性 顾柔之圣刚 弱之圣强 以上这些都是代表着 柔能圣刚 弱能圣强的原理 天不莫不知 莫能行 像这样的事实 天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 可是世人就很少有人 能够学习水的榜样 是以圣人云 受国之构 是为社稷主 受国之不祥 是为天下王 所以圣人说 能够承受全国人民的污秽 与侮辱之人 才称得上 国家的主人翁 能够承受全国灾难的重担 才称得上天下之王 正言若返 你看像这种悲下委屈的话 就是圣人柔弱的真正本性 但是却能 得到反面的益处呀 加 加 加 七十九 零七九 左七章第七九 第七九 有奖上天的德性 和大愿必有余愿 世人好胜之心甚强 私心过重 所以常常为了某些不如意的事情 发生争执 或是结下仇恨 像这种事情 都是双方自负心甚强 才产生的结果 因此 纵然在某种机缘下 有人出面调解了恩怨 可是双方仍然 有些不愉快的心情 隐藏心中 还是难以化解的 所以这种和解 只是勉强的和解 安可以为善 像这种勉强的和解 难道可算是完善的结果吗 是以圣人执左器 而不择于人 故有得私器 所以唯有圣人的心虚净填诞 不与世人分争计较 如果有恩于世人 也不惦念心怀 就好像放款的官员 尽管发出款项 没有舍不得的念头 也没有回报的思想 这就是有得之事的作为 无得私扯 可是世人的心就不同了 就好像是催讨债款的人 借多少讨回多少 一点也不放松 这不就好像无得的人 不失了一些金钱财物 心里就一直惦念着回报吗 天道无亲 所以只有上天的德性 是最令人钦佩了 因为他养育万物 是不 分清书贵贱 同样的诗与恩惠 因此行善之人的心境 应该学习 上天的德性 常与善于善人 然后 你就是上天的知己 跟他一样 拥有一颗大公无私的心了 加 加 加 八十 零八零不喜章 第八十 第八十 讲淳朴的世界 小国寡民 是有失败之气而不用 百令本作博 如何回复到淳朴的世界呢 应该像人民很少的小国家一样 大家 都过着淳朴和谐的生活 使民众死 而不远离 在这个时候 人民安居乐业 相处无事 就会尊重自己 也不想 到处搬家了 虽有舟车 摩索成之 这个时候虽然有船有车 也没有人真先恐后想去乘坐 虽有甲兵 摩索成之 使民父节省而用之 就是武装的兵器 也不知道要放在那里 甘其时 美其父 安其居 乐其俗 这时候 人民吃饭都觉得甘甜 粗衣都觉得华丽 居家都觉得 安乐 风俗习惯都觉得乐趣 邻国相望 鸡犬之音相闻 邻近的邦国 互相远望都觉得友好 听到鸡鸣狗肺的声音 都觉 的调和 明智老死 不相往来 这时候 人民生活满足 就是活到老也是没有怨言 更不想搬家了 家 家 家 八十一 零八一 不羁章 第八一 第八一 讲圣人的使命 信言不美 信实的话 不是花言巧语 所以听到耳里 总是不悦耳动听 美言不信 花言巧语的 话 虽然动听 可 是不一定是从心里讲出来的 因此 这种话 总是缺乏信用实在 善言不便 辩言不善 言令本作者 美好的事物 美好的事物 良善的言语 不必去费口舌争辩 费了口舌争辩的 事情 便非良善的言语 也非美好的事物 知者不博 博令本作博 求真的大智慧者 社会知识不必广博 广博反而得了知障 这就 是圣人手艺而万事必的原理 博者不知 博令本作博 所以 求得外在广博的知识 不一定就是真知的大智慧者 因为 追求外在的形象 越追越远 越追越迷 而且永远无法探求真正 的答案 圣人不羁 因此 圣人不必追求外在的知识 更不必追求物欲来占位己有 既以为人己愿有 既以以与人己愿多 他只是奉献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人 去理让人 然而他却没有想到 自己所做的结果 反而受人来钦佩 让人来崇敬 不但如此 另一方面更使他的博爱精神 留在世人的心灵中 刻下了永恒的 刻下了永恒的 追思和怀念 天之道 利而不害 因此他好像上天的道理 只是利益万物 而不去侵害万物 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圣人的道理 只是负担条和大自然的使命 而并不与人群相争 回 道德今晚 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妈祖 天后娘娘 天后娘妈就苦救难真经 咒赞 保告 经文 天上圣母经 保告 开经济 经文 前颂 真言 完经赞 家 家 天后娘妈就苦救难真经6600 名称天后及妈祖俗姓林明末 圣诞3月23日 生天9月9日 目录 寻找代号 001咒赞 002保告 003经文 家 家 家 回 001咒赞 焚香赞 凤香保顶 通达九霄 神兵猛将西摇文 随处结祥云 速速速降谈灵 家 静心咒 静心是我 静念是我 静念是我 土地守坂 土地守坛 鸡鸡鸡如绿令赤 家 请神女咒 宫殿嫦娥 禅阁玉女 遮盖毛扇 整阵平蒙 随驾降凡尘 家 请神将咒 绿金千里眼 在 摇鸡观山 举看万里赌面 通窍顺丰尔 遠离江海 测听万事皆知 速速报应 随驾降凡尘 家 请岸前水路叛官咒 查查阴阳 不测登陆 公善过厄 水陆判官 至公无私 乐会沉淀 随驾将凡尘 家 请按前按查史丝咒 纠查三界 统和人间 应至修德 妖孽消灭 按查史丝 秉镇权衡 侧灯难忘 月朔沉淀 随驾将凡尘 家 回 002保告 天后援军保告 至心归命理 莆田辅主 昭烈上弓 飘飘玉体 闪闪金袍 瓷连开树于九州 祥云不择于四海 护国君王 毕明离数 救难除病 灭灾消结 得配天地 应冠乾坤 无极慎重 福感慧光 护国毕明 大慈大悲 天后援军 救苦救难 天尊 家 家 家 003经文 回 天后援军就结超身 真经六千六百 无奈悲斗妙行玉女 在无极中 赶蒙老君 赤令约 降生人间 发誓约 无能生在人间者 逢疾病必救 逢产难必必 逢航海必有 逢商骨必住 逢官患必户 逢水灾必解 逢火殃必记 逢贼盗必诛 当蒙颜碧 降凡臣 申灵家 师在大宋甲申年 3月23日 晨时 住甲 小婴孩 受母乳 报干换失 三岁后 举步行 怀恩情重 五岁长 喜少仪 早晚木计 十六上 守生归 旺达慈维 家 自问生计女行 将贺仇德 自溃体成女子 难以报清 日念夜思 亦无能谢父母 亦无能谢父母 自问难安耳 转思乌有繁补之人 赴念阳有贵乳之意 鸟兽尤存天性 何况人为万物之灵 不思效仰 不如鸟兽呼 由此眷恋依依 溃齿之心 无时或事 正愁妒忌 转眼如剑 韶光荏苒 岁月平耿 自恨全庸 为达清恩于万一 将奈之何 知此 人成岁长 二十六根 秋九月九日四时 重阳节 随此母于 登高于莆田县号 号高一级山顶 家 不亦老君斥令下界 白日飞深 寒泪别世 歌痛慈清 直上九天 指令下界 临应海国 显达闽着 闽着福建浙江 在宋寿风贤夫人 在元寿风贤嫔妃 在明寿风贤后妃 在清寿风贤天后 众蒙 赤丰圣母 家号援军 回忆当年 以弃今日 曾经八百载意 吴臣玄穹天地遇至 加封为三界山崖海国天尊 历代以来 诸多精卷流传 各省府周县镇 宋某经 上表某圣 资领南越东 雷辅碎意 战水坎市 义镇流行 瘟疫不传 课底阳城 何属人等 专程开谈 社固申童 美术上表 天地观象 前念百拜 天地古经 观香心卷 人行上表于无 诵经念卷 果有未尽之心 江四半月 赶阁皇天后土 朴的神志 止痛之 玄穹主 排免软 窃香与江 戴文统武 圣贤先佛 陈素心斗 御驾清灵 广州会馆基台 举桃笔 灰沙盘 玉京一卷 搬行天下 流传后世 虽本属人等 前不修德 后知盖迁 祭本府人等 先设坛台 赐福请罪 此即将功底过 惊醒人心 何苍天大典 此会设身孤魂 超度王魄 蒙上帝后夕 此次黄金星卷 晨星敬送 清开地狱 此相帝指星边 潜意捧念 圣诗阵教 家 天下万金千卷有 唯有我今未举行 经奉选主赐无 这耳传成事 若能行善者 捧颂此经 产南福感应 若能行善者 捧颂此经 航海福显灵 航海福显灵 若能行善者 捧颂此经 时正福不清 若能行善者 捧颂此经 斗正福保您 若能行善者 捧颂此经 疾病福莫有 若能行善者 捧颂此经 水灾福减流 若能行善者 捧颂此经 火殃福静灭 静同静 若能行善者 捧颂此经 官非福化成 若能行善者 捧颂此经 口舌福不灵 家 无关人情渺渺 无叹事事茫茫 空空是色 色是空 历历是亥 亥是力 千古向来多英雄 而今何在流成是 历朝旅载诸罢 其谷以朽臭名流 无见凡人处事者 何事诸多时认真 功名如春柳朝绿 富贵笔下花无红 为人需要全忠孝 尊师刻读孔圣书 可惜身在礼仪乡 迷媚误入无知俗 为父不教训 为母不习宜 为子不思笑 为习不尽瘁 为兄不有爱 为弟不恭敬 为夫不畅顺 为妻不节俭 为臣不忠君 为彭不信有 由此官之 以敌之流 自比指之 一帮之徒 而牧与母 而牧与子 尽可在中国 尽可在盛朝 为万物之灵 为庶民之守乎 家 尽惊人心坏 私民为利 弃惊人胆强 私物为害 鼓励王废 无耻忘卫 胡群远党 聚三鹏 杰六友 吟诗作父乃假意 杰蒙同气乃伟情 腰荡花柳氏鬼祭 灯红抢白氏邪交 莲姑废寡 寡不景念 敬老祭平不关心 井本坐井 何谓贪财肥囊 何谓贪任人免 莫非嫖 莫非饮 莫非赢 莫非赌 莫非吹 家 无劝处逝者 逢嫖色是空 逢饮赴是须 逢独立是海 逢吹乐是悲 耳深听无劝 行善事 读圣书 孝双清 明义礼 涉事事 去淫恶 三纲五常 包括在内 何可学法归山 恋迁成仙 能在凡尘 新修制炼 日足月银 公元果满 自然上仓 莫超身土地 莫超身城皇 莫超身天使 莫超身神童 莫超身公侯 莫超身富贵 莫超身身身贤 倘若 以嫖妖人子弟为交 以饮缩人子弟为友 以赌饮人子弟为好 以吹迷人子弟为爱 岂之入世容易 出世艰难 不论在故里 以及别他乡 日日提防 时时助念 低童题 无知者信人谗言 无意者受人蛊惑 听无劝戒者是君子 家传忠孝 子孙悟替 反之 反本作影 不听无劝戒者是小人 身犯奸淫 天地岂能树也 无劝而看 书香家和人生 豪士族和人将 莫非前身多修德 莫非祖宗好善缘 苍天降降 上帝增福 无劝而看 情寿类和人转 仓妇流和人欲 莫非前身损英智 莫非祖宗少功果 苍天降殃 上帝家祸 无劝而看 行孝乎 亦逆孝乎 行善乎 亦父善乎 无劝而 戒时扭犬 尽席自止 遍夜皆登 修正桥路 物伤情鸟 物缩真颂 物贪易财 物济才能 家 有患难 承颂一变 至千变万变 有吉难 承颁一变 至千变万变 宋无精 颁无豪 赤丰护国毕名 扶颁灵应 昭烈赞德 天后圣母 无吉援军 本宅造军飞报 本境土地听令 本宪承皇应命 本处水神遵行 耳诚心送此经者 福不感应 无必研究 造军除之 土地参之 承皇降之 水神革之 无得沿途抗阻 不可思议功德 至日深调 神安人乐 一举两全 家 无奉天行道 无九世慈心 招募宗卿 闻此今生 九全超生 男女孤魂 闻此今生 免疫相苦 注意 痴魅亡两 闻此今生 解消前结 其妖邪碎 闻此今生 须于化成 呜呼 无探视人无知 耳听无劝 孝顺父母 莫丧厚葬 教训儿子 陈寺相登 生女悟逆 常则配序 悟科奴仆 实身体恤 如此 为我劝者 牧手家之 丸 家 家 家 住甲 回 实在大宋甲生年 出身 具天上圣母 正传 宋太祖 建龙元年 公元960 正0960 更生 宋 001 太祖 建龙 01 太祖 赵 匡映 具本 经 实在 大宋 甲生年 正0984 甲生 宋 025 太宗 太平 新国 09 雍 西 01 正1044 甲生 宋 085 仁宗 庆利 04 正1104 甲生 宋 145 徽宗 崇宁 03 家 回 注意 男女孤魂 文此今生 免疫相苦 注意 孤魂本作鬼 结鬼 本井上部 左上一瞥 下有一天 亦会鬼头或五角鬼 即无立足处之鬼魂游魂也鬼 由于大五马中文卯此字 故改作敬意词 天后娘妈就苦救难真今晚 回 家 家 家 天上圣母经66005 011 011 保词 012 开经济 013 经文 014 前送 015 真言 016 完经赞 家 家 家 回 保词 016 至心归命理 016 圣得参天 国家忠孝无双女 母恩佩帝 016 命圣公明第一人 121 通贤灵 121 体墨镜 121 先真传古圣之道统 121 学先祖之辞人 221 救苦救难 221 爱国爱民 221 大慈大悲 智节至真 赤丰天上圣母 欲丰天后尊神 家 回 开经济 天垂与陆坠真经 上下无分同视听 圣得欲云光普照 母心傲指患人醒 欲本座上雨下欲 亦同祥瑞 家 家 回 天上圣母经 亦送代 建龙石 新国照 可先知 真祥献 见诗归 圣人出 亦可知 献灵瑞 生孔子 产 产 产圣母 宝光辉 追古代 祥金资 文圣人 有孔子 武圣人 有关羽 女圣人 墨娘儿 林家女 梅州居 父母 父母善 祖先祠 姬善家 庆有余 生圣母 出凡姿 生迷月 不文提 名墨娘 重称义 有读书 万事之 能作文 能作诗 孝父母 守伦归 传圣道 欲真诗 寿真诀 至灵机 三交书 共义 上论篇 一贯之 华颜经 守三昧 道德经 藏妙义 物真诗 参童器 黄庭经 魏平剧 如来藏 吉乐帝 回豆柄 转身机 玄关桥 荡宝贝 无缝塔 收神器 掩月炉 真火吹 朱沙鼎 烹灵枝 存心法 穷姓礼 静姓厚 利命姬 三宝族 一气龟 四大甲 还太虚 六四卦 截灵体 得此法 上天梯 出阳神 一破棋 救世法 出香里 海陆南 神 我扶持 能俱焦 能换羽 常就疾 常浮为 降魔法 震神威 收二疆 在北西 二疆名 是和谁 千里眼 顺丰儿 辅圣母 多久记 明同胞 勿同羽 美港鱼 静枉为 恩则大 勿皆知 助寿淡 勿之礼 于聚会 参拜仪 公满足 行臣旗 通贤女 人称旗 念九岁 丹熟时 纯阳体 法身非 早晨道 四颜子 上帝照 不敢为 登眉峰 道瑶池 金铜银 玉女随 剑王母 盘桃慧 登金雀 拜玉帝 玉帝封 天后卫 人觉荣 天觉贵 至宣化 伺候慧 丽妙语 好顺记 人清养 公奉寺 至亲帝 有康熙 狼南针 剑静梅 玉暴风 剑对围 狼祈祷 我扶持 助战胜 凯玄归 狼奏上 帝欢喜 玉笔 作玉赤 称忠孝 称仁慈 封圣母 在此时 想光音 似走居 劝妇女 病男儿 欲学无 勿持言 肯回头 到岸堤 圣母经 秦渡知 口而送 心而为 始终医 至莫夷 圣先佛 任君位 尊无教 听无词 义等人 忠烈士 约成人 约取义 天日星 得和乐 仁浩然 三才气 忠烈人 刘芳史 背涅痕 宋岳飞 文天祥 书代词 吞逆贼 寻脚齿 流鸡血 物洗衣 头可断 将军制 骂断蛇 眼猎气 吞虎劫 急衣士 护急贼 头破碎 出诗表 苏穆滴 庄公俭 董虎史 正气歌 命群诗 易写书 绝命词 恭敬翠 不畏死 擎天柱 立地为 鬼神境 钢肠池 领猎气 万古锤 求忠诚 宜笑子 客笑人 可眉举 追立山 兵求礼 文宝血 长奋棋 易虎救 痛涅脂 脉身脏 迪逆气 辱姑琴 劝月里 枯生笋 金刺巨 葡萄凤 瓜果髓 绝西梨 七年素 取生鱼 截竹仪 愿望云 静彩细 鲜肠药 远复米 气杖杯 受追喜 善诚情 容抨击 气观寻 客目室 疑律局 顺丹一 陆乳凤 石盛氏 行庸公 闻雷器 分根弦 问善帝 古圣贤 接孝子 孙天经 立地义 陈义德 全秉仪 蒋孝道 说连世 卧血腥 怀兵志 赫凤卿 于孙四 怀清杰 龙兵子 汉阳阵 魏四支 范怡间 百卷词 圣怀帘 传三世 引头钱 向解己 宋太守 月时亏 不易财 继母器 连财色 五美玉 大清莲 都柏仪 世俗人 真求力 不贪婪 古今兮 连美德 当孝之 连说静 蒋结义 劝妇女 宜仙之 三从训 四得备 夫君载 宜顺义 夫末后 守节制 古列女 说辱之 曹令女 杰惠儿 廖伯妻 杰断子 梁寡妇 列歌鼻 范圣女 义如是 赵高妻 图面慧 韩九音 童此辈 香灯妻 解法妻 玄灵妻 梯木妻 丘狐妻 雀精细 真意者 穩紧闭 确保代 全忠义 赢尚书 九妇妻 卢孝妇 茂孝妃 陈孝妇 竭力士 不嫌疾 游素帝 剪皮精 香字士 封夫人 头锦士 虚银血 李断臂 粉书闪 叹席 叹席 乌雀篇 商星剧 黄固歌 陶英义 浩李宗 不再配 楚真将 约不为 树法风 甲植妻 坠暗醋 陈仲妻 怨寿木 楚真姬 喜草叶 迎省姿 怀清台 八妇居 清风岭 真妇慈 望夫时 古遗姬 陈竹斑 崩尘碑 永伯舟 劫世辞 脱井水 智无疑 摩基山 孤艳诗 烈女篇 事不虚 精妇女 能孝之 称菩萨 称贤儒 我同伴 道华虚 上帝风 好先妃 忠孝莲 并结义 朱仙哲 为人师 圣仙佛 从此为 善恶篇 易须知 天眼昭 日月灰 三台星 北斗魁 头上裂 不远离 有造神 有造神 有三师 别善恶 路是非 奏天草 包贬师 善者昌 恶者为 报应法 如隐随 来祈祷 多敬礼 我命将 按查亏 千里眼 顺丰儿 速查探 详西归 为善事 我欢喜 为恶事 难保如 或献报 或延迟 十八欲 放过谁 劝诸君 勤学之 英志文 指南机 感应篇 正法规 讲善事 说人理 两宝典 必读之 万恶孽 守迎痴 百善行 孝未先 速修善 改前非 福可得 或可疑 将真详 生好儿 家昌圣 神祝儿 圣母经 最灵威 救众生 发慈悲 逢巨母 周传为 念刺经 封字为 多疾病 身体虚 念刺经 医疗医 瘟疫肾 传染时 念刺经 易字离 末节年 多显驱 念刺经 保安居 九汉拔 何枯死 念刺经 降大雨 妇人运 难产时 念刺经 生好儿 妖魔碎 人被迷 念刺经 碎走疑 洪水害 暴风雨 念刺经 风雨指 拜北斗 严命其 念刺经 受其疑 人无子 来求似 念刺经 产贤儿 命运凶 多是非 念刺经 送玉离 诸地狱 写池乌 念刺经 天堂居 抄九祖 杜七力 念刺经 出轮回 消灾海 宝香礼 念刺经 福字归 功德大 南思义 灵艳多 南静词 不甘露 诗法语 真言篇 痛诵之 至乾隆 净土寺 大禅诗 诸贤士 鸡笔树 诸法辈 显圣基 扬明语 一亿经 传万事 念九岁娘娘 身天有事念六 或数念八 度七力七力本作 左轨右语 左轨右里 家 家 回 零一四前颂 前颂天上圣母经 家门清吉的安宁 前颂天上圣母经 堂上父母享霞陵 前颂天上圣母经 王两痴妹永灭行 前颂天上圣母经 朱班营业必称情 前颂天上圣母经 前颂天上圣母经 消灾解厄运通行 前颂天上圣母经 无子祈求丹贵心 前颂天上圣母经 好雨暴风及时停 前颂天上圣母经 前颂天上圣母经 神情气 神情气爽... 神情气爽堡康宁 前颂天上圣母经 一年四季福路贞 家 家 家 回 零一五真言 天上圣母真言 念诵三辩 天恩章 鸡手李琼仓 高明富十方 无穷生万物 风雨露三光 大慈悲 救苦难 暗 沙那利 罗欧多 气马缩婆喝 气本座上气下命 家 得得张 鸡手李昆源 伯后宰无边 山河尘永固 无谢意无亲 大慈悲 救苦难 暗 玛丽多 兜齐罗 宝珍娑婆喝 宝珍字不明 家 陈盛章 鸡手李珍诗 全我还大须 上尘开绝路 黄婆玉婴儿 大慈悲 救苦难 暗 阿丽也 苏利多 陀蜜娑婆喝 家 体道章 体道章 鸡手李法王 阴阳仪气葬 鼠珠玄米大 照彻八千场 大慈悲 救苦难 暗 华宝珍 华宝佛陀 苏利多 菩提梭婆喝 华宝字不明 家 回 零一六 丸一六丸精赞 圣母今丸精赞 圣母大慈 怀念是明 为人就苦解哉为 恩德瞻黎明 雅化世道 嫉妒宫永垂 南无大圣母菩萨摩赫萨 三称三大败 天上圣母今丸 家 家 家 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摇持金母 网母娘娘 下载网母娘娘662x Execute 250k 金母小图 金母中图 金母大图 下传金母三图 BMP 正典图 摇持网母真金 662bhtml 摇持金母养正真金 摇持金母红瓷普度旧结晶 摇持金母收原定会普度解脱真金 家 家 家 目录 寻找代号零 标示 反白 暗望远近 按Enter 牛 6621 摇持网母真金 001 静谈神咒 002 祝相赞 003 静心神咒 004 静口神咒 005 静生神咒 006 静之宝训 007 开经济 008 规命令 009 西天王母约 010 观音大慈赞 011 玉皇公主约 012 公主师 013 王母师 014 大姐仙女师 015 宫仙女师 016 宫仙女师 017 宫仙女师 018 宫仙女师 019 宫仙女师 020 宫仙女师 021 宫差 环师 022 收金记 023 收金赞 024 宋神咒 662 BHTML 6622 瑶池金 母养正 真金 A1 兆曰 A2 宝告 A3 开经济 001 修身 第一章 002 参玄练 道 第二章 003 超凡 入圣 第三章 004 还原返本 第四章 005 出迷入物 第五章 006 收金 加 6623 瑶池金母 红瓷 普度 旧结晶 011 发炉赞 012 水赞 013 神咒 014 宝告 015 开经赞 016 经文 017 归命理 018 完经赞 加 6624 瑶池金母 收原定会 普度解脱 真金 021 经母赞 022 一纸 023 宝告 024 经文 025 颂约 026 经完 027 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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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026 遥迟王母 真经 6621 026 靖坛神咒 铸香赞 靖心神咒 靖口神咒 靖身神咒 靖之宝 训开经济 归命理 西天王母 关音大慈赞 玉皇公主 约公主 师王母 师 大姐 仙女 师 二 公 仙女 师 三 公 仙女 师 四 公 仙女 师 五 公 仙女 师 六 公 仙女 师 七 公 仙女 师 西 公 差 环师 收金 祭收金 赞颂神咒 家 家 家 原名王母 降机真经 王母俗称 王母娘娘 重应人 五年三月 得志通关 靖主自 太平社 五阳堂 金和 俊殿 前途摇池 王母练 孩图 略去 公务欢迎翻版 斜线 复制斜线 修正 容量十二千位 元祖 家 家 家 回 001 静谈神咒 清静之水 日月花开 杨柳之头 洒尘埃 一滴静 旋谈 除会除秧 消灾将吉祥 清泉龙变化 静臣大天尊 三称 家 家 家 回 002 祝香赞 香若玉卢 信达九天 摇台诸圣灵法言 三焚献真仙 陈一金砖 陈一金砖 为剑在心前 大圣香云盖 盈价大天尊 三称 家 家 家 回 003 静心神咒 太上 太上抬心 太上抬心 应变无停 驱邪赴美 保命护身 智慧明镜 心神安宁 三魂永久 破无丧清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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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004 静口神咒 丹珠口神 土慧除分 蛇神阵伦 通命养神 罗迁齿神 雀邪未真 猴神护奔 气神引经 气本座 上祭下火 下同 心神单元 令我通真 思神炼也 道气长存 家 家 家 回 005 静身神咒 灵宝天尊 安慰身形 弟子魂魄 五脏玄明 青龙白虎 对杖分云 朱雀玄武 世卫身形 家 家 家 回 006 静之宝训 静之宝训曰 天花红开绝路 鸡尾精神使当 满天真载回参 烤旧凡间明良 银行非鸾仆化 圣典曾魏女章 王母连席父道 班行同奏玉皇 哀求恩准传至 亲命经之同量 妖旗圣母宫女 发下慈悲经章 碧河珠连圣典 寂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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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寥 不但男女持送 遗灾患或灭亡 能屈邪魔妖鬼 智洁凶心扰伤 君子遵从而为 即庆万事安康 妇女从此经法 二女武男成昌 诸圣劳尽肝胆 为武女训经章 在传纪世万点 锦绣立法千详 发留各省俊仔 劝尔黎明女娘 宋之身增福寿 忏悔死免阎亡 清除地狱罪恶 修果拔钞穷仓 极乐与天同寿 免伦万劫遭殃 生力凡人迷倒 百姓官患国皇 明道秉镇者少 贪色财气多张 不知太极高后 屡遭彩花生亡 原来迷人是花 花花应是美香 香矮如天之美 贪者必失自伤 取者贪多其且 为欠产养不娼 岂知人人别心 心心偏由真伤 伤本作光 贤良孝敦臣事 深端必创祸殃 阴阳性皆一体 把心相待延长 求福不知避罪 修善果报无疆 千般做事须紧 万事着亦欢亮 不劳自身之力 何有济世功方 准准必有果报 莫道天高无量 回忆其父寒冤 往屈无名闲娘 谁人能知底里 岂知的怒穷仓 仓仓无亏笑裂 待习冤夜天荡 三年不下大雨 黑天黑的降殃 群里苦求不已 如无尽诛猖狂 为人妄动警戒 免罪苦海七皇 一笑双清高堂 二进外家爹娘 三劝夫郎义气 四要和乐临防 五眼身心行舟 六手规矩规防 七要先前身体 八书枕病容装 九肾闪避羞丑 十修福禄寿长 黎明南复遵行 永远封年千祥 昊月经之宝训 锦绣珠连良芳 流传万古济世 天官赐福无疆 家 家 家 回 007开经济 新香三柱 敬请群真 玄穷九天珠 盛众 三界寻察众神军 中央子为帝新主 代应除妖如律令 四大金刚把天门 劫煞不得扰良明 王母代应驱迁邪 拔剑斩妖妹灭亡 天皇玉女律令道 猪天烈圣户两行 躺有妖精来混扰 玉女律斩步留情 连环宝剑池扬起 豪气冲天照万芳 指天天崩指的裂 宝人长身指鬼灭 天天本作天 猪圣除胸方方吉 脱宝黎明处处康 今生献行来下界 有求皆应显灵通 左手捧起莲花水 右手提携杨柳枝 救度众生离苦恶 一切灾阳化未尘 离数前心能佩服 大发慈悲驾来临 家 家 家 回 008归命理 今有凡是大中国 某圣某父某县某静下居性 某姓某名某父某氏 某字本流空呆填写 前心尽请 至心归命理 京阙明殿当令掌管 京批统权 玉皇公主普度天尊 西天瑶池 王母仙娘 救苦救难 慈悲普度天尊 先天圣母 消灾解恶 救世普度天尊 南海普陀 大慈大慈 救苦救难 普度天尊 及观音 天后圣母 慈悲救世 普度天尊 及妈祖 七公仙女 必名佐国 普度天尊 金花宋子 济世慧福 普度天尊 广东民间女神 及金花夫人 又称金花朴主慧福夫人 金花庙碑金花生于洪武七年 明朝一千三百七十四 陈仙于洪武念二年三月初七日五十 享年十五岁 寇福 众圣坛前 师宝延年次吉祥 在坟清香三柱 家 家 家 回 009西天王母曰 西天王母曰 下凡就苦传经咒 搬行列圣五岳方 玄穹九天诛圣众 参赞慈悲王母娘 同奏玉皇帝传旨 清命金之玉女当 锐印翠带金灌溉 帽赛西天形戎装 青春娃形年少女 云间锦绣红裙装 玉环翠印珠锐气 身披黄甲放豪光 金莲布踏凤黄宝 剑筒连环禀朝钢 法力无边掌三戒 受父教主乃玉皇 今生无奈献真行 为审于蒙席心肝 当今掌令开普度 非软显化各周方 众生沉静能配送 驱邪妇妹免清商 辅佐太平佳佳乐 脱宝黎明处处康 请奏标明传经典 唤醒贤孝妇女良 妇道宫修有三从 从妇从妇从子方 妇得妇贤妇宫体 容貌欢乐孝高堂 归房孝易真烈女 勤俭之仿药相量 嫁妇嫁瓶从天定 莫愿夫平言与伤 愿本作怒 触犯翁孤乱作为 忤逆妇道狼心强 扯东骂西处邻里 冒毒鬼神怒苍苍 孝顺还生孝顺子 忤逆还生忤逆狼 一抱还从一抱险 忤逆肿苗和日葬 谷守五恒顺大笑 望子笑儿解前秧 王翔睡雪英调母 孟宗哭竹求良方 郭巨埋儿天赐宝 董永迈身受孤霜 惊动仙女来配合 加其怀孕贵花香 二十四孝万古名 未见禅言悔孝祥 前非自措心速改 忏悔前千免灾伤 或是前身贪酒肉 杀身害令流年当 或是前身多冤也 故已今身受灾殃 胎前产后逢祸患 定是前身鬼对墙 今身相逢来扰乱 殷勤忏悔超鬼香 诗咒诗公鬼的度 免是三行六害昌 如友善男和姓女 忏悔前千改心肠 祸漏一段 顿守至心归令理 西天摇池王母先娘 救劫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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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罪天尊 家 家 家 回 零一零观音大慈赞 观音大慈赞曰 王母先娘发慈悲 奏请皇令训女娘 今时下界传经典 脱宝妇妇人除灾殃 尊行三从和四德 家增福寿赶穷仓 若求子习宋经章 桂花自然性名扬 若为灾恶宋经章 千灾化散寿年长 若是周传宋经章 顺丰得利保安康 若是产男宋经章 王两不顿被剑伤 若为父母送经章 孝感玄穷增严昌 若为王魂送经章 超身七祖孝心强 秦宋此经前非改 不可禅言毁王章 年有凶心来扰乱 玉女律令免清秧 妖魅不尊皇令法 斩出邪怪宝明康 朱天真载来拥护 旧苦慈悲消除秧 先天圣母怡凶煞 化解黎明处处昌 善男性女修善果 遂应所求赐真详 金花夫人考功后 宋子娘生贵花香 求子求福无不应 积善积德极且娼 躺有私心逆礼行 不用求神免消殃 鱼丸斗狠闹刚烈 祸患灵头难受肠 狠通狠 前将经典无女训 王母先娘发新粮 消除劫运品点化 万病消除福无疆 妇人归女前心送 遵行圣法义理详 闺门和睦书审理 香河内外是良方 丈夫弃刚期要见 物缩草草乱刚长 家庭和顺功俭处 敦重人伦意气扬 弱势交离谈人语 只被怒骂六轻狂 恶妇原来家不宁 婚姻经散臭民方 百夫分家昆仲师 古月哲理巧语章 月铜肉 夜里枕边叼比语 日来诡计时时商 夫妻本事住客船 兄弟手足百年长 若是和睦书审理 便是贤妇孝义娘 狼妇地狱苦遭致 打斋超度难转阳 恶狗岗上分尸孩 剑树刀山受灾殃 若是存心重改过 孝义功行严年长 上和下木家道贵 孝子贤习姓名乡 一家和乐子孙贤 死后魂灵超上苍 口儿送悉心而为 专心持养孝翁娘 偏心害人中害己 渊渊相报甚凄凉 离树尊行存忏悔 忏悔解罪自容昌 七仙宫女灵解恶 削迁就难笑心肠 不重富贵安贫穷 吉宝贤富动穷仓 贫富女娘守规局 清香三柱表心形 天后圣母能飞腾 护就大海远传扬 就近海面传家护 风吹波荡挡波浪 千里闻生千重印 万阳有求万阳当 能就善良诸离数 凶狼恶挡尽追王 善恶无分何处盼 前身因果系思量 有福便是前世修 贫穷夭者前猖狂 今生望恨想福禄 前世修恩想静殃 富贵若然不重得 来生果报子孙伤 受持恶孽随身待 谁小来生罪孽殃 向善臣能奔劳力 行功不过自己昌 善果情修天不复 抄回上界劫先郎 贞劫贤父孝顺娘 勤俭持家远播扬 贤本无此字 夫在从夫末皆远 夫顾把持要细量 无子青春夫早顾 猎女不嫁二夫郎 孝劫流芳飙万古 女子志气达刚常 若肯登斋宋经典 抄回上界免残伤 若然无夫子女戏 苦穷养代季如香 不可丢却抛离别 悲提长夜受孤霜 在家守双存心笑 黄天怜悯不亏娘 济世前身不修种 竹笋未高折受挫 夫妻犹如燕而对 师双别离无主张 存一首节来申报 猎圣骁千将扶娘 莫学郎独诸恶妇 夫穷心欲想夫王 夫王变得嫁高主 浓抹烟之门前庄 淫欲见人唯唯笑 严望票道命难当 受了因斯地狱苦 转身又嫁赢赌郎 命力所招任而嫁 谁知越嫁越孤霜 富贵凭穷天注定 受邀穷通命理当 纵耳青春夸冉冉 富贵必定为花王 迎人娇妻并幼妾 损人归女也必伤 必伤本作风伤 这等邪端何堪谢 坏欲吞天访瓦墙 举目贪高望丹贵 长额欲女望想装 贪花浪子多闹酒 折服多端绝烟香 若有善男和姓女 若有善男和姓女 改心行善宋经章 万帆祸涅能消瘸 瘦想长春远波扬 家 家 家 回 011玉皇公主曰 玉皇公主曰 瑶池王母发慈悲 下凡传经披肝肠 今生真行献说法 布下云端放豪光 凤冠瑞印翡翠蓉 身披锦绣娃行装 金莲奇贺飞腾雾 救护众生乐安康 旋转人心同灯绝 乾坤有定回新祥 天地开机阴阳配 交感化身无穷香 苍穷牛郎配织女 凡间才女配才狼 好丑婚音乐老住 切莫喝骂怒穷仓 阴阳行度有会时 天地循环不喜强 上交下接人私揪 轮到媳妇做婆娘 王母救苦真经典 红开绝路晚女娘 送之百便能解恶 大显灵威赦罪央 定有慈悲来救苦 王母驱邪鬼灭亡 六丁六甲珠天江 辅佐苍生乐安康 贤妇听经敦孝道 遵从宝觉姓莫刚 我今愿新来救世 训从圣典笑异常 女留钱送曾百福 必产贤孙寿无疆 敦五轮 众八目 莫学骄傲气高堂 锦绣心长顺规矩 不可携迎拜万方 莫学打己拜咒国 则天修丑长朝纲 包四迎乱郎兴起 拜去山河周幽王 媚喜帽俏颜荣美 下节迷惑拜朝纲 江山诗基因何故 美人狼心炼花香 这等邪行何堪说 贵妃起亦拜堂皇 誓传美人冤甲节 旅后酒色丧心长 谁人肯学长儿女 青春年少修回仓 即在人心端正道 世家安然伴国王 物学前朝迎乱父 万古修宁远扬扬 贤得父 守归房 莫以外家气穷郎 莫懒散 莫贪悲 不知修丑百户望 尔望人兮人望尔 自修自辱妖道女 装童女 偏心起一时打扮 欺夫穷困去当仓 罪恶惯 罪恶贯淫难消解 来身处类受刀伤 贤夫丑 燕家平 依心何忍丢弃郎 纵如花玉娇美貌 男敌长儿眼戎装 素儿上者慈悲发 苦心就是晚贤良 凡人肉眼迷颠倒 夫妻不顾想何方 情寿尚且修人种 人身不修离万殃 良言苦劝男和女 醒梦细思回心祥 修归极乐长生福 谨心绣口晚世良 男女讽诵千祥吉 有求必应不虚张 苦心训传经一卷 家庭百福乐安康 家 诺子中 monte 夫妻需要 诺子中 都不存在 覆大福小 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